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十三岁登基二十一岁清政 十年时间并吞六国统一中国 一举结束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纷乱 完成大业后没诛杀一个功臣 为了将统一的思想贯彻落实 政治上开创地质废除分封 军事上南征百岳北极匈奴修筑万里长城 经济上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 可以说秦始皇的丰功伟绩 随便拎出来一剑 就够别的君王拿出来吹一辈子 可秦始皇在毫无借鉴的情况下 硬是为后世之君打好了治理天下的模型 他的高瞻元主他的格局眼界 以及以天下一统为纪念的无私与心胸 是当时以及后代之君都望尘莫及的存在 现在我们就来领略下秦始皇 波澜壮阔又受尽诽谤的一生 我 是嬴政 公元前259年秦昭相亡48年 嬴政在赵国的邯郸出生 小嬴政出生的时间有点尴尬 正是秦昭长平之战打完 赵军被坑杀40万 恨秦人恨得牙痒痒的时候 赵国重金贿赂贪犯居骗秦王银记撤兵 事后赵国爽约答应的城池不给了 秦昭相亡银记不愧是战国大魔王 敢骗我就往死打你 于是发兵猛攻赵国邯郸 打不下继续打 不行就继续派兵 小嬴政的曾祖父银记是打爽了 可嬴政的老爹银一人就惨了 在邯郸为之的银一人 随时可能被气急败坏的赵国杀了泄粉 天使投资人吕不韦见破城在即 留下年幼的银政和赵姬当幼儿 自己深夜带着银一人意图逃出邯郸 守城门的将士曾受吕不韦大安 再加上吕不韦以性命相逼 最终将士打开城门放吕不韦一人出城 而银政和赵姬则被深越护卫 在邯郸城中不断躲避追兵 逃出升天的银一人见城门紧闭 此时才知吕不韦真实用意 夫人与郑儿如何出城啊 赵姬和郑儿能否出城 待公子平安抵达咸阳 诸事安排妥障 我定会想办法接他们 赵王要是知我回秦 定不会放过他们母子 赢一人气车要返回邯郸 宁可被赵王杀了也要保住妻儿 吕不韦劝赢一人不要感情用事 此次是危机却也是转机 公子治赵八年于秦时大功 太子最得宠的华阳夫人又无子嗣 已经同意任你为子 你只要回去就是太子嫡子 就是大秦未来天下的继承人 可这些根本阻挡不了 赢一人担忧的心 吕不韦见王权打不动赢一人 于是只能使出杀手锏 公子若想死 杜维陪你赴死 今日一同踏出此步 以我命运相远 可公子若被赵君勤诺 死的是你全家 你若逃生 他们倒有可能有一线身体 吕不韦此话一出 赢一人终是明白事情关键 再次乘车往咸阳急驰而去 此时秦军猛攻邯郸 而赵君则在后方死追赢一人 赢一人的马车超速驾驶 急于顽石挡路 车轮顿时粉碎断裂 而此时攻取邯郸的秦军 同样被陷阱拦住了去路 赢一人和吕不韦不得不弃车 途步逃亡 就在即将被赵君追上时 天无绝人之路偶遇 秦军百夫长 赢一人亮出身份 拿出姓名 秦百夫长确定完身份后 虽面对赵君铁骑 依旧布阵防守 誓死互为营一人安全 秦军纪律严明 攻剑优良 但是赵君人数众多 又是骑兵 几次冲杀过后 秦军损失不少 有一赵兵趁机策马而来 意图斩首营一人 关键时刻 百夫长救下义人 自己却也被偷袭爹落下马 尽管秦军拼杀后 人员锐解 但是却无意秦军临阵脱逃 就在赵君觉得 秦军躺避倒车 想要尽情收割时 秦将王和带大部队顺利赶到 这才逼退了赵君追兵 营一人感谢了王和将军后 王和派落矮驾车 送营一人回咸阳 本以为会顺风顺水 不料路途再次遇到袭击 秦国长公子迎戏 担心营一人夺自己处军之位 派杀手暗中刺杀营一人 幸亏吕不韦提前安排人手接应 营一人才躲过一劫 吕不韦也从射向自己的剑中 猜出刺杀端 秦剑 黑剑图 放眼天下只有秦剑 统一大小重量 剑羽 剑杆 剑足 三者死仪 可再做配偶 先生对秦国兵器 也了然于凶啊 秦剑设我何意 吕不韦明白 咸阳有人不想让营一人回来 为了营一人的安全 穿遍一尾装进了咸阳城后 便将营一人安排在咸阳狱躲避 而召集营正母子处境也很艰难 在邯郸东躲西藏 这个女人的嫡子将是大秦未来的王 可惜她肚子不争气未有一个子嗣 岁数不小的她再次前程瞻 可挂像却仁和之前一样 华阳夫人纵然心生不甘 也只能认命了 生子无望的华阳夫人 为了保住自己未来的权势地位 只能寄希望于任子 这时天使投资人吕不韦 请求华阳夫人见见营一人 并将其中利弊关系合盘托出 情罚 营姓宗术 无功不受据 公子一人为情制兆八年 夫人若推举公子一人为嫡子 大王会认为夫人为伯俱嫌 安国军日后也定然更加倚注夫人 华阳夫人知道吕不韦所言不虚 但是此时也得端着说话 毕竟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不会珍惜 忘恩负义之人也是大有人在 所以嘴上虽没有一口答应见面 但是心里其实还是满意的 你先回去吧 有消息我会让秉称告知你的 吕不韦该说的都说了 只能聪明地选择先走 为了避免赢一人藏身之地暴露 谨慎小心的吕不韦 事先备好牛马车个一辆 出府后两车分路而行 都说小心无大错 安国军府外果然有埋伏 此时翘首埋伏的长公子迎戏 自作聪明认定乘坐牛车之人定是吕不韦 费尽心机拦下牛车后 看到的却只是米辰的迷智一项 吕不韦聪明地甩掉了迎戏 却不想迎一人的位置还是暴露了 赵国间谍叹得迎一人藏身咸阳狱 为了让秦国内部夺处内讧 急忙将消息透露给迎戏府 于是原本安于抑郁的地牢 忽然闯入无数情势 玉利正祸无法阻止迎戏 趁机溜出地牢报信 吕不韦叮嘱他务必设法拨言 自己则敢往安国军府求救 迎戏让人砸开门锁 只见迎一人粗步常扶助立原地 见迎戏来了仍行拜见之旅 若此时迎戏干脆先上去就是一刀 历史可能就此改写 就在气氛剑把弩张一触即发时 凌危受命的正祸及时赶回来了 先是以大秦律法恐吓迎戏 随后又以索要好处为由 对迎戏展开纠缠争取时间 迎戏不堪其扰 允诺以前换人 到府中去吧 公子那可不行 今日不得牵扫 谁也不能把他带走 公子西宠狱给我拿下 正祸绝对是尽力了 就这么一会功夫 头已经被刀斧架两次了 迎戏逼退正祸后 将迎一人挟持出狱 关键时刻救兵杨全军赶到 迎戏伸手了得不肯放人 杨全军再狂也不敢伤王氏血脉 将迎戏拉到一旁摆明厉害关系 当真死刀 你我杰出反省 不过 我有官军 职责所在 你就不同 只怕 就在有缘太子狄子上 刑法对私斗的惩处之言 请参考第一部大秦列变 迎戏最终只能眼睁睁 看着米辰带走迎一人 如同行尸走肉般 回到自己府邸 承受着老师士仓的怒斥 我只是 以狄子之位 师之交臂 你失去的是 大秦的王位呀 士仓对迎戏措施机会 痛心疾首 但是也无济于事了 迎一人趁此机会 面见了华阳夫人 吕不韦也是深谙讨巧之道 特意让迎一人 穿楚服唱 楚慈出去 感动的华阳夫人 泪光闪动 华阳夫人当即决定 任下迎一人 并且给她改名叫子楚 但是却也提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娶韩王女儿 韩妮为妻 不料迎一人不但曝光 自己在邯郸 已有妻女 还执拗得不愿再娶 儿子不能 不愿再去 姐 倒是个重情义的男儿 那就等她明白过来 再谈任子之事吧 就在此时 安国军迎柱回来了 迎柱早知华阳夫人任子之意 于是将迎一人 带到偏殿考教学业 迎一人对答如流 对战士颇有见解 迎柱对迎一人 还是满意的 但是华阳夫人的要求 却仍试得看 吕不韦见迎一人 关键时刻放糊涂 赶紧出演点拨 将来你成为情报 便可做自己的众 迎一人听话地和韩妮成婚 婚后便准备家官大典 大典过后迎一人 就是安国军嫡子 不料家官大典上 迎戏泛起了糊涂 竟然拔剑刺向吕不韦 怎料在这关键时刻 迎一人挺身挡箭 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惊呆了 迎一人赶紧被送去旧址 而闯了祸的迎戏 还不知悔改 我不做嫡子也罢 但一人是我的兄弟 居然挺身混的吕不韦 我堂堂迎信血脉 竟为了一个鉴赏 姑娘身上担负的重任 她才不配做嫡子 你这样不配 手足相残可是大罪 关键时刻 士仓主这拐杖赶来 为迎戏揽下所有罪责 迎住明知士仓是舍身护主 但终须有人为此负责 死了士仓总比死了儿子强 最终这件事以士仓被绞死 迎戏被逐出咸阳发配 边关为族而结束 而吕不韦感动迎一人 挺身而出的同事 也劝见一人以后 万不可如此冒险 为了防止再生变故 迎一人拖着伤痛 完成了加官大敌 自此迎一人 嫡子之位确立 迎一人是嫡子了 迎政也就有了 角逐王位的资格 今日你若杀我旗儿 来日我一定 亲率亲军 功夫汉弹 毁你宗庙 你招事全租 藏下一个也凶想活 凡天下招事之人 却又为我 今生死去的旗儿 这是迎一人 最硬气霸道的一次 只因此事 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 而是秦国秦王 公元前251年 西州军举天子齐号 再次和纵攻秦 50万兵马包围一犬 致使手握20万兵马的秦江营救 不敢妄动等待秦王号令 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行事 此时秦国张台宫内 重臣争议不休 但是无外乎是两种对策 一是派兵增援营救 河兵和五国联军正面硬碰硬 二是营救率军撤回韩谷关内 凭借小韩关爱阻打 带敌军自行退去 两个对策听着都不错 但其实都存在很大隐患 派兵增援倒可但是两地距离甚远 就怕营救撑不到援军到达 退回韩谷关聚嫌疑手 可一旦战士不利丢了韩谷关 秦国父帝便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秦王营寄人老兴不老 当即拿出可行性方案 去回营救送个信 让他绕过连军兵马 直扑洛翼 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逼着他们 掉头回救洛翼 到时是战是和 竟在秦军掌控之中 吕不韦足之多谋 竟与营寄的想法不谋而合 最终营寄只派营助与营救共同领兵 巧夺周王姬法科为主 和纵公秦之举虽已破解 但营助近来身体不适 难以忍受军律之苦 吕不韦看出这是拿军功的机会 建议营一人代赴监军 营一人对吕不韦深信不疑 主动请营代赴上前线 而战局也正如秦昭相亡所料 没过多久便频频传来捷报 王姬急报 何事 秦将营救率二双兵马 攻打王姬连下树城 有几座城椅被秦军所着 小人离开时已有五座 到如今只怕实诚不止 合纵联军攻破韩谷关想法破灭 转头回师驰援周王姬营救天子 可秦王营寄的杀招还没完 联军从韩谷关撤兵后 秦王营寄又派十万勤兵东出赵国境内 赵国若胆敢不回师阻挡 这十万勤兵经上党直击邯郸 就可一举捣毁赵国老巢 营寄知道赵军只要没上头 大概率还得先雇着自己家 于是又派人送信给营一人 准许西周军求和 允许周天子继续居住在洛义 但是其辖下的三十六座城池 及土地人口必须都给秦国 少一座城一寸土地都不行 若西周军不答应 就打到他答应为止 秦昭相亡这么一安排 西周军没多久就送来求和书 营一人和营九代表秦国谈判 赵盛见来者竟然是 曾在赵维志的营一人 以为自己可以拿捏了 上来就开始给营一人难堪 老婆都想问一问 你今日是何身份而来 有没有资格和西军商场 我代秦王而来 够不够私 赵盛还以为这是在赵国 一脸嘲弄地看着营一人不断挖掘 说营一人抛弃弃子如丧家之犬 各种难听的话余贯而来 营九将军气得雷霆大怒 拍桌子出去直接要领兵开战 西周军等人软言劝阻 营九才又回到座位 此时营一人知道自己带秦国而来 这个脸不能丢 赵盛既然愿意提往事 营一人便将赵国不讲信誉 毁蒙被约的狗事全抖了出来 大骂你赵国也配谈信誉 随后说出秦军何谈条件 西军将辖下 三十六座城邑及土地 人口 西数归于秦国 落意之为 自解 西周军一把岁数了 还得求赵盛帮自己说话 赵盛觉得自己有点脸面 站出来说给一半城池的了 西周军肉痛不舍了 可营一人还不同意呢 放话差一寸都不行 赵盛见营一人口气这么硬 直接让人将杀手捡赵姬营正带出 以妻儿性命要挟营营一人 让营一人拿五座城池回去交差 否则妻儿今日将血剑当场 此时若拿营一人自己的性命来还 营一人都不会犹豫 但是营一人带秦国秦王而来 怎能因自己妻儿性命 而辜负万千血染沙场开疆拓土的将士 把尽二十万将士不顾性命 在这里为国开疆拓土 撒下多少人的鲜血 留下多少人的性命 我岂能用万千将士的终魂 换我妻儿的性命 当命不可为 将士不可负 国士可不可污 营一人哭着料狠话 土地一寸不能少没商量的余地 至于自己的妻儿随你处置 赵胜不想谈判就此失败 继续刺激营一人 还恐吓自己手一旦落下 你的妻儿将血剑当场 你真的忍心舍了吗 今日你若杀我妻儿 来日我一定亲率亲军 公仆汉弹毁你宗庙 你朝事全租上下 一个也休想活 把天下朝事之人 却要为我今日死去的妻儿 赵胜虽被狠话气地目怒原争 但是却也被营一人气势震慑 举起的手最终还是没敢落下 只能嘴上骂秦人虎狼 真是心如坚实 可营救在看营一人 却一脸崇拜 公子 真乃是我大秦好男儿 有共心 有血性 乃是你若为王 我大秦兴甚呢 赵胜能做的都做了 如今秦人心如磐石 没商量余地 只能劝西州军任命了 谈判最终以三十六座城池 皆归秦落下为命 赵胜带着赵姬营正返回赵国 营一人骑马相送 赵姬恨营一人不顾自己性命 但小营正被朝营一人 营一人追逐解释 却被赵胜一剑射在马下阻止 最终只能黯然看着母子离去 秦营 你这个养马的家奴 这是周朝最后一位天子周南王基岩 此时他正气地仰天大骂 秦国开国之君秦营秦妃子 殊不知造成今日亡国局面 全怪自己爱凑热闹 周南王本能好好在周王基潇洒 结果听信楚考猎王的窜多 以天子名义合纵六国出兵伐秦 周天子这个老东西竟然糊涂至此 敢与我大秦作敦 你去吧 对他呀 不用太客气 秦昭相王迎记见周天子都这岁数 还看不清局面被当枪使 二十万大军直扑落役的同时 又派十万大军东出赵景 逼迫赵军不得不回师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合纵联军顿时土崩瓦解各骨骨 周天子还梦想着各国前来救援 结果等来的却是惊天噩耗 陛下 为海燕姐 弃我而弃赵主 我又不可为天子与秦人负战 周南王也是倒霉 灵了还被列国利用坑了一把 如今别国把腿跑路不管了 周南王顿时傻眼了 西周军哭着说秦国这把料下狠话了 天子侠下的三十六座成一土地 还有三万多人口都要归秦 九鼎也要迁入秦国 否则就毁咱宗谅 周南王被这秦天霹雳雷蒙了 要成要地要人口 连向征王权的九鼎也要 那自己不就是光胆司令了吗 大周这是要亡国了呀 不忍大周王在自己手中的周南王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追问西周军 亲家诸侯乃是我先祖所奉 难道他们要做看姑 被秦人去而代之吗 西周军知道周天子不舍得还想翻盘 但是如今形势在此 六国合纵各怀一心南城大旗 秦国灭六国一统天下是大势所趋 只能劝天子顺应天命吧 周天子也致此事由不得自己 想着辉煌几百年的大周 最终竟被一个养马的家奴后人亡了国 劈头盖脸给秦国祖宗一顿骂 停赢 你这个养马的家奴 骂归骂但是也改变不了现实 于是公元前256年 秦昭相亡51年 西周军被迫将王鸡36亿及3万人口 尽数献给秦国 同年 周男王预算而终 这个长达800余年的周王朝 在这一年其实也算结束了 秦列周后 秦王嫡孙盈一人与秦国大将盈旧 运九鼎回秦国咸阳 到四水时突遇狂风巨浪 盈一人和盈旧所成之船先附 船上的玉州顶落入水中 盈一人和盈旧也突然疾病 秦将不敢逗留 抬着二人和其余八顶速回咸阳 将情况禀报秦王盈既 盈族本想将缺的玉州顶打捞出来 可秦王盈既觉得顶乃神物必有灵性 既然天意让师就不要复去了 于是下令将其余八顶迁入太庙 秦王盈既得到了心仪的羽王顶 但九顶缺一 再加上大将暴毙王孙病重 让秦王盈既脸上实在是笑不出来 想着也许是天意是景 秦王盈既生命的最后五年中 秦国再也没有向山东六国 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而此时能接替秦王盈既 完成历代先军统一大院的接班人 正在赵国邯郸接受生死考验 赵国邯郸大狱内 小盈正正被两个狱卒无情咽杀 性命兵临垂危之时 许是血浓与水心灵感应 小盈正竟出现在曾祖父擒招香王的梦中 盈既看着一个小娃娃 输着两个冲天计 蹦蹦答答一脸倔强地朝自己走来 赶紧询问小娃来历 你是哪家的小娃 有 老秦王一听盈 这不是自己家姓吗 平时被列国骂作虎狼之君的秦王 此时一脸和蔼地让小娃上来 小盈正利落地上来后 老秦王盈既在脑海中搜索了半天 也没瞧出这是自己哪个后代 只能再次出言确认 小盈正被盈既带着的王冠吸引 上来就摸王冠前的免留 还脆声声地说自己也想要一个 小盈正说完便跳出梦境 而秦王盈既也从欢笑中醒来 盈既见此梦真实意有所指 赶紧传太普来给自己解梦 太普禀报自己夜观子宫心想 云气望如激出出 欲子孙之气盛 这是亘古未有的天子气象啊 百年前太史丹统一的预言 恐怕就要应验了 秦王盈既听此开心不已 这就是说 是天下宁夷之人 将是我盈姓的后人 秦国 将得天下 恭贺大王 他现在将生否 太普指出赤皇之气如此充盈 此人定然已经降生 老秦王听此眼中不禁泪光闪动 毕竟秦国几代君王为了统一 背负了太多付出了太多 听到天下宁夷之人终于出现 老秦王又岂会不激动 老秦王未借秦统一大夜后继有人 可在赵国邯郸的小盈正就惨了 被狱卒暗在水里处于冰死状态 幸亏此时赵圣命人前往牢狱 接出赵姬母子 才阻止了狱卒继续行凶 天公子一人 妻儿在何处 赶紧吃吧 手丸露出来 把他们两个拿下 来人误以为孩子没气了 只能放赵姬出来收尸 赵姬失魂落魄地抱着小盈正 走出赵国监狱大门 门外等待的赵圣 本想将赵姬母子接回邯郸 使秦吴公赵口时 亦可备日后之用 竟不曾想会出这等意外 自以为天意的赵圣只能任命返程 就在众人都以为盈正死了时 见多识广的深月及时赶到 深月探之后发现盈正上有气息 只是处于假死状态 当即展开急救措施 在深月不断地拍打下 小盈正呼吸道中的积水终于吐出 人也随之苏醒了过来 而此时应运送九点 天降一向突然重病的盈一人 也从昏迷中逐渐苏醒 就像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一般 小盈正苏醒后被赵圣安排在赵国邯郸 时间匆匆五年而过 尚且不到十岁的盈正 这个头却比同龄人高不少 赵姬看着练剑的盈正感叹 未来的天选之子身体日壮 而老秦王盈记也走到了人生尽头 秦王盈记对自己一生 未能灭一国深感遗憾 叮嘱盈柱和嫡孙盈一人 回去后务必交代各自子孙 老秦王猛然想起自己做的梦 询问儿子盈柱 是否还有未加官的子嗣 盈柱大脑一顿搜索后回复 最小的儿子都加官了属世没有 父王为何如此问 老秦王便将自己的梦境说了出来 还将小娃的长相年龄描述了一番 盈一人一听和盈正好像啊 果断站出来认领 自己的儿子盈正就是这个年龄 是自己回秦之前和赵姬所生 当初情况危急 未能将他们带出邯郸 至今不知情况如何 邯郸 打秦国的东北方向 盈正 速速派人 把盈正给我接回咸阳 诺 老秦王交代完人生最后一件事 接回盈正 便哼唱着秦国战歌崩世了 公元前251年秋 再为56年的秦王迎记去世了 中年75岁嗜好昭 秦昭湘王就像一座巍峨大山 压得六国后期喘息都费尽 如今崩世六国自是欢欣鼓舞 殊不知还没笑几年 更厉害的灭国操盘手秦王正上线 战国大魔王秦王迎记崩世的消息 让被打出阴影的赵王丹 比中了一千万彩票还开心 想着长平一战被杀的四十万兆军 想着秦国多次猛攻寒丹 自己那些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 赵王丹觉得秦国王位更迭是机会 瞬间血脉觉醒两眼放光要报仇血恨 明日大朝 商讨罚情大事寡人要整顿大军 趁着秦国王位更替政权不稳 要把秦国强区的土地全都给夺回来 赵王丹喝了假酒一样亢奋之言 给赵盛者猛了 赶紧建言老秦王虽死了 但秦军精锐还在 如今新秦王赢助生性文弱 日后秦国东出之势必然会弱下去 为何不趁机好好休养生息 叔父 趁着此时秦国桑乱 我赵军定可一举攻破寒谷 支入奸阳 此时压抑已久的赵王丹已经上头了 觉得出兵伐秦氏手到擒来 赵盛好说胆说 秦国百万大军不是吃素的 可被仇恨冲昏头脑的赵王丹 哪里肯听赵盛序道 紧急召回了镇守赵燕边境的老将连破 共同商量功勤事宜 将军 我赵国若能趁机一股作气击败秦国 那我大赵便是天下最强之国了 而秦国 从此以后 秦国便于那五国一般归缩一遇了 赵王丹想得很丰满 连破的一番话却让赵王知道 现实有多骨感 连破对秦军一通分析后给出结论 要想达到大王的预想 除非赵国能拿出百万之兵 百万 寡人举国之兵也无百万 连破怕赵王丹以为自己胡说 一顿解释这百万大军都用来干啥 可赵王哪有这么多兵 只能提议再次合纵五国 可连破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合纵呼啦啦一大片看着人不少 关键时刻各有打算兴不起 反被秦军各个击破白折腾 要想打还是得自己来 赵王丹没想到收拾秦国如此困难 但血海深仇在前 赵王丹不愿意放弃机会仍要攻勤 连破从边境回邯郸的消息 被密探报告给了吕不韦 吕不韦足致多谋猜出赵王企图 于是赶紧将消息和应对之法 接告诉了盈艺人 盈艺人复制粘贴 将利用燕国牵制赵国的想法 接告诉了老爹赢柱 秦国不怕打 但现在确实不是好时机 于是同意了以燕牵制赵的主义 吕不韦火速发动八百营销号 对外散播燕国预衬连波不在东径 大举公赵 又散播一条消息说大秦太比 预帅秦军五十万与燕河公赵国 赢回自己的七鱼子 八百营销号一出马 邯郸城内顿时谣言满天飞真假莫变 魏无忌劝赵盛将赵姬嬴政送回 不给秦国公鸡的口实 到时只剩下燕国赵国根本不惧 赵盛想着赵姬母子掐在自己手里这么多年 饭吃了不少也没什么用 于是灵机一动打算送母子回咸阳 自己亲去咸阳打探秦燕和兵真假 不可 叔父乃赵国丞相 岂能屈敦 君子为始前往秦国呀 不可 赵盛劝赵王丹打消功秦之念 可赵王丹决心已定 公秦的粮草都开始往前献运了 不想掰扯的赵王丹转身要走 赵盛当即追问连颇弱公秦 燕军趁机从背后偷家 到时父辈受敌两面开战如何应对 那就派人去判明燕国的动向 如燕国当真出兵 则打消公秦之念 任有叔父前往秦国 好 如此甚多 赵王丹还以为谣言是假 结果燕国真的出兵了 形势瞬间逆转 之前还叫嚣一雪国耻的赵王丹 此时不得不一面应对燕国 一面让赵盛委去求全去稳住秦国 赵姬营正得知要回秦国 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启程 赵王儿子赵衍和郭开英和营正打过架 当晚带着杀手要杀了营正 杀手众多申月寡不敌众受伤 生死时刻申月教导营正如何处理险境 正儿 待会我拖住他们 你去秦住 赵王的儿子 以后记住 遇到群狼围攻的时候 先打套乱 一二三 走 众箭的申月干倒一人后 写此人之身拦住冲上来的杀手 趁机一刀斩了四人 得出空隙的营正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住了赵衍 以赵衍性命要挟杀手不可妄动 双方将持时得到消息的赵盛赶到 营正才算彻底躲过此劫 但是营正的启蒙老师申月却不行了 正儿 申月是能陪你到这儿了 记住你该做的事 记住了 都记得 我都记得 教习营正学商军强国之道 灌输营正王者之心的深月 最终死在了邯郸城 而营正带着老师的剑语嘱托 和母亲赵基返回了咸阳城 此时的赵王丹自是想不到 秦昭相亡营记猛虎崩世 更厉害的大秦祖龙营正将拖困而出 营正赵基可是连咸阳城的门都进不来 营一人因为是华阳夫人认的嫡子 华阳夫人为了掌控营一人 先是逼营一人娶了韩妮 后来听说营正召集要被送回咸阳 害怕未来失事的华阳夫人 逼迫营一人必须立韩妮为正妻 杜绝营正继承王位的资格 等到你决定了立韩妮为正妻 我再让他们母子进咸阳 营一人不甘受华阳夫人拿捏 又畏惧华阳夫人权势 只能含糊其词往后拖延 华阳夫人当即抛出杀手锏 透露营戏两日后将从边关挡回 威胁营一人若不听自己的话 这太子之位恐怕没有那么暗默 营一人含糊其词就是不放话 华阳夫人也是狠 派弟弟米辰在咸阳门口拦着 营一人不同意 母子俩就别想进咸阳城 同行来的赵胜一眼看出其中弯弯道道 八部的秦国内部干起来的赵胜 在面见营柱时 将赵姬母子被拦在城外的市抖了出来 营柱下令去将太子妻儿接回宫来 却遭到华阳夫人的阻止 是妾不让他们进城的 赵胜见这一家子马上要吵起来了 董事的先去驿站看醒 华阳夫人并未藏着掖着 直言自己如此 是因为立韩妮为正妻之事 太子还未给自己答复 营一人听此扑通一声跪下 却聪明得并不说话 为何贵我 贵我有何用啊 答话呀 到底哪一个是正妻啊 营一人抗着压力不支声 就是想逼老爹替自己解围 最终营柱还是开口下王赵 让赵姬营正即刻入宫 此时在咸阳城外的营正 拿出营氏王族玉佩表明身份 可米辰就是不让他进去 赵姬应床也被军甲直接推了回去 就在这时营戏恰巧回到咸阳 被风情万种的赵姬一下迷住了 即使后来知道他是一人妻子 也要替美人出头 正巧这时王赵也到了 李辰才不得不放赵姬母子进宫 营系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直接将母子二人带到张台宫 营一人看着多年未见的妻儿 让二人给长辈见领 赵姬哥女身份没见过失眠 李行的怯懦不已奇奇怪怪 可营正却一脸自信地进走向前 营柱开心地将营正拉自己身边 知其在邯郸受尽磨难 却依旧眼神明亮英气不妨 纵然心不甘情不怨但也没办法 营柱还连连后悔没早点接回营正 直言这要是先王昭相王看到营正 那得多开心啊 最终祖龙营正被安排到太子辅助 携秦王建成大秦太子嫡子 离大秦权柄又进了一步 抛义大姐 连婆将军大败燕军 好老将军大胜燕军 秦杀利父养我大赵国威 这是赵王丹最扬眉吐气的一刻 燕国兴师动众举兵六十万西赵 结果反被十三万赵军打得丢亏气甲 燕国丞相主将利父被秦杀 另一主将清秦也被赵军俘虏 如此傲人的战绩 也难怪赵王丹心情澎湃 赵孝成王开心的同时 让手下迅速将赵国大胜的消息 迅速传给在咸阳的赵省 让他切不可与秦国定立盟约 燕军大败的消息被秦国密探火速报与咸阳 刚刚办完老爹赵湘王葬礼的营柱 哪能想到这燕国败得这么快 和营一人吕不韦商量后决定 绝不可走漏风声让来求和的赵省之道 二人当即准备让咸阳各处成文戒备 以免消息从外流入咸阳 正要走时却被华阳夫人叫主 华阳夫人虽是女儿身心智却不疏而狼 杀法果断却又心思缜密 即刻将这寝宫之内所有的四人 侍女全部关押起来 为了我的命令不许释放 也不许他们与任何人接触 秦国核心班子上下一心 将赵国大胜的消息捂得炎炎的 随后便和吕不韦共同前去骗赵省 称赵国若肯割舍六成给秦 秦国便同意和赵国定盟约 否则就要出兵驻燕河兵伐赵 此时的赵省因为不知赵国大胜 之前见营一人和艳屎同坐一车 害怕两国和兵本就忧心不已 如今秦国所要诚实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在营一人吕不韦一唱一和的忽悠下 赵省便签订了割六成与秦的盟约 赵省开心地拿着盟约回赵 结果迎来的是赵王劈头盖脸一顿骂 赵国胜了燕国 竟还要割让六成给秦国 你还口口声声说 这是为了赵国好 寡人看你这是出卖赵国 不知秦国给了你何好处 竟这样辜负寡人 辜负赵国 赵省一心为赵结果却被怀疑投敌 连连解释自己在咸阳桥首一盘 没人来告诉我赵国大胜的消息 并发誓自己要是拿了秦国一毛钱 让自己死后无颜见赵国先祖 你死不死的寡人不管 寡人今日告知你 此等辱国的盟约寡人不认 寡人要 你要怎样 寡人要罢你的相 赵军大胜燕军的事实 让赵王丹自信心相当膨胀 当即要罢了赵盛的相位 调连坡到邯郸接替赵盛 想着赵军能以少胜多大破燕军 照样也能将秦军打得丢盔弃甲 赵王正幻想未来赵军的铁器 攻破咸阳的大门 赵孝成王又是嘲讽又是霸想 甚至还怀疑上了赵盛的中心 于是多次游说列国出兵救赵 多次解赵国王国之位的赵盛 就这么被气死了 大王 丞相 弃绝身亡 赵盛一死 赵王丹更加肆无忌惮了 酬勤甚深的赵王丹 丹方面撕毁了盟约 承迟也不给了 消息传到咸阳 盈柱和儿子盈一人商议 是借此出兵公兆还是置之不理 盈一人指出伐兆不及于一时 大父王正是即位后再行定夺罢 盈柱听了盈一人的谏言 打算登基即位后再具体商议 却不想刚刚登基没几天 却抖声变故 公元前二五零年十月 秦太子安国君盈柱 终于正是即位秦王 毕华阳夫人为后 子主为太子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只正是当了三天秦王的盈柱 忽然崩失 日号 小文 为处十四年的秦太子盈柱 扶丧七满刚刚正是即位为秦王 结果刚转正三天却突然崩失了 秦国举国哀掉之际 以为要熬很久才能出头的吕不韦 走进寝居难掩激动喜悦之色 发泄完心中抑制不住的欢喜后 吕不韦迅速恢复内副道貌岸然 为秦孝文王赢助的葬礼忙前忙后 三日内两代储君交替 为秦国江山设计安稳 华阳夫人拥立盈一人尽快登上王位 但也暗示盈一人立米成为相 盈一人不愿继续受制于华阳 索性擅作主张 历赵姬为王后入住后宫 赵姬如鸡毛飞上天一般 爆发户气质瞬间展露无遗 来人哪 把东西给我搬进来 以后这个张台宫 全听我的 历赵姬为王后只是其一 丞相之为盈一人也不想妥协 三十二岁的盈一人 在登基大典上 直接下赵命吕不韦为大秦丞相 太赐赴吕不韦有定国之功 今日起着生大秦丞相 封闻信口 盈一人上来就一步到位 将大秦最位高权重的位置给了吕不韦 不但让华阳太后震惊侧目 满朝大臣也是议论纷纷 这关生得也太快了 杨全军米成见相位被吕不韦夺夺去 愤懑南平站出来畅反调 启禀大王 吕不韦乃一伤人耳 何德何能 可当我大秦之丞相 盈一人刚要掰扯一番 不料华阳太后却抢先一步 言辞呵斥米成的共识 表示自己也想听听 吕不韦凭什么能坐上丞相之位 赵书中说得明白 定国之功 还不足矣吗 盈一人的违逆让华阳很不满 米成更是出言不逊当众劫难 没有华阳太后任女当嫡子 又岂会有今日的大王 话里话外都在谴责盈一人忘恩负义 华阳和米成的言辞劫难 满唐文武的极度与不解 让盈一人不得不当众臣名原有 自己任命吕不韦为丞相 不是因为私音关系好 吕不韦却有乾坤之财 如今大秦一年之内连丧两亡 秦国军心民心急需振作 先王一致大秦男儿勿望东出 吕不韦之财可助大秦实现东出之志 所以自己才鼎力支持他 并拿王位给吕不韦担保 寡人以秦王之位担保 吕不韦绝不会负寡人 也不会负我大秦 若他行事有误国之处 寡人这个秦王也不当了 不得不说盈一人确实是给命 平常看着温顺略有畏缩 关键时刻原则的事那是寸步不让 不管朝臣脸色当即拍板定下此事 早就想一展报复的吕不韦 听此字是不会辜负赢一人信任 放话明月一早开服礼事 自己在丞相府恭候诸位 吕不韦当上秦相 大秦捧一天下的步伐加快 可华阳夫人却依旧怒气未消 当众点拨百官和吕不韦作对 既是这般那就都散了吧 明日有谁愿意去参见新任丞相的 得去吧 骤然之间 见伤吕不韦一跃成为秦相的事 承秦国乃至天下奇闻 百官乃至天下都觉得秦王疯了 于是吕不韦按规至开府礼事时 韭菜宴席准备不劳少 可等到赏武了 丞相府依旧门可罗雀 朝野上下无一人登门 就在吕不韦时之无畏之计 嬴政突然前来捧场 公子这是嬴政 他来恭贺先生 荣生大秦丞相 嬴政毫不客气地拿起筷子开造 恰巧此时密探来报 东周军派使臣愈合纵列国攻秦 吕不韦请教嬴政有何想法 嬴政不假思索 直接点破秦贼先秦王的道理 此番 东周与合纵列国攻我大秦 不宜护群狼围攻 而这东周 便是这挑事的头狼 若大秦能在合纵城市之前 打残 或先灭掉这头狼 合纵 自然土崩瓦解 吕不韦这边丞相虽当上了 但是却依旧受到百官轻视 李臣仍不甘心 骂营一人过河拆桥没良心 妄图游说华阳太后重新辅佐兴军 结果被老姐一巴掌抽过来 警告她休与营一人作对 李臣你给我听好了 丁子楚是大秦的王 是我和先王的弟子 你若还想继续当大秦的杨权军 最好 休与王作对 华阳夫人想掌控权势不假 但是做事却也很懂分寸 李臣被打得不敢说营一人坏话 开始吐槽见商旅不韦 华阳夫人也知老弟有气 于是放话只要别惹大王赢一人 你愿意干嘛干嘛吧 此时的华阳夫人 以为米臣也就失事半子动动嘴 没想到老弟糊涂至极 头脑发热竟然意图刺杀吕不韦 却不想刺杀行动被吕不韦提前得知 吕不韦老谋深算不下陷阱隐隆路逃 此时的米臣还被蒙在鼓掳 派数十名刺客埋伏在吕不韦上班路上 只等经过就要了吕不韦小命 叙事待发之际 却没想到樊吴七突然反水 樊吴七 原来你是个系组 樊吴七早就是吕不韦的人 就是在等刺客出手抓他的现行 如今收网时机已到 吕不韦几时门客轻松解决刺客 送他们集体领和范文回去 一秒都没耽误吕不韦上班打卡喝奶茶 此时杨拳军府邸 一脸笑意的米臣还以为万无一失 却不想自己和吕不韦根本不是一个赛道 大人 我们失手了 什么 樊吴七是个系组 他们早有准备 吕不韦将刺杀事件禀报迎一人后 迎一人勃然大怒抑郁严惩 米臣 却被吕不韦禁言阻止 吕不韦指出米是在秦国根基很深 若是一直暗中窜多朝臣反对大王你我 咱们做什么事都将步步阻碍 如今米臣刺杀当朝丞相 与其治罪 倒不如留有米是把柄在手 可以震慑让其有所收敛不敢妄动 还有就是大王毕竟刚刚即位 应该以笼络朝臣为主 迎一人对吕不韦的能力谋略深信不疑 于是和吕不韦商议后决定 吕不韦去敲打华阳太后 迎一人则去拉拢宗室之手迎戏 君臣二人各自展开行动 吕不韦主动拜访华阳太后 引会说明来意 并将刺杀过程进行一番添油加醋 而且重点指出已经握有铁证 好在查得清清楚楚 查得清清楚楚 太后 此罪依情罚 必连坐全族 对吧 臣记得 刑罚早就没有刑不上大夫这说 胆敢刺杀秦相还被拿到证据 即使华阳以太后身份能无恙 但是米是一族可够呛了 被捏到把柄的华阳话也客气了 还给吕不韦赐作了 吕不韦身安为人之道 手中虽握有米是一族把柄 但是却并没有得寸进士趾高气傲 反而倒了一番苦水 将当初散尽家财九死一生 才助营一人反秦称王的事都说了 意思就是这秦相之位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自己苦心经营应得之力 随后便给华阳夫人花大笔 以天下伟业来提升华阳的格局 杨全军有能力助大王成为全天下的王吗 当大王成为全天下的王 吕不韦成为全天下的丞相 太后必定是全天下的太后 名犹兴使 受万事惊养 吕不韦今日谈判进程 很有节奏 华阳虽精明地知道 吕不韦的手段心思 但把柄被别人捏着 只能默然同意 但是却故意让人上来一碗热蜜浆 想下一下吕不韦 吕不韦端起热蜜浆的手都有点抖 就怕华阳一时糊涂下毒 但是刚才说的那么慷慨激昂胸怀天下 现在若畏畏缩缩也太打脸了 于是只能心怀忐忑喝下去 预想的刺痛没有袭来 吕不韦才终于放下心来 太后吃的蜜浆 好甜啊 吕不韦走后 华阳夫人当即给老弟米辰 一个旋风大耳刮 自杀丞相 这等事竟然还瞒着我 若非是大王和吕不韦 忌惮于我 米姓一族 都会跟着你 遭受迟予奖 米辰不知悔改 指出王后丞相王储都是人家的 不出手抢夺 你是在秦国如何立足伸展 华阳夫人就一个自忍 忍道迎一人 吕不韦一人倒下 独目难知 道时一举浮成交继承王位 才是上策 现在只能忍耐蓄力 米氏虽不甘心于此 但是短时间内还是不敢妄动 而盈一人这边不计前嫌 以家宴名义邀请盈细 打算赐予盈细要职四车树长 并袒露自己想东出 须有心腹在侧 无论过去恩怨几何 可咱们毕竟是血清手足 打断骨头连着筋 大哥你得帮我呀 盈细本就不是心胸狭隘之人 盈一人话都说到这份上 最终同意领职上岗 蒙大王不弃 盈一人见盈细同意站在自己身后 胎心地向老哥敬酒 兄弟二人喝得正憨 赵姬突然要单独敬盈细一杯 我要单敬大伯一伤 赵姬此话一出 让盈细险些精调久居 可此时的盈一人明显没多想 以为赵姬是感谢咸阳城外出守之恩 于是在君臣的同心同力下 米氏一族暂时被安押住 盈一人也得到了盈细背后宗室的支持 而吕不韦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向天下证明自己的实力 以赫赫军功让文武百官臣服 如此才能畅通无阻地坐灭六国铺牌 而东周军和纵公秦 正巧给了吕不韦机会 东周军 血百官 出城投降 眼前这个素衣赤博口韩裕 血百官出来投降的就是东周军 东周军兵马没多少跳的还贼欢 竟然胆敢派使臣游说六国公秦 此时一跃成为大秦丞相的吕不韦 正急需军功为自己证明 东周军这大善人就送上门来了 吕不韦当即向盈一人主动请名出征 打算在列国合纵成功之前 就将挑事的头廊东周拿下 破合纵之是杨大秦国威 盈一人同意吕不韦所请 并点拨事成关键在于上将军蒙奥 丞相要劝说的不是寡人 藤相若领兵出征 上将军蒙奥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吕不韦出任丞相 深知自己根基上前 考虑到还需借仲上将军蒙奥之力 于是亲自前往将军府邸拜见 结果不但被蒙奥拒之门外 还被蒙田蒙一两孩子一顿嘲笑 吃了闭门羹难堪不已的吕不韦 知道自己的面子敲不开蒙府的大门 于是灵机一动 朝营一人借用公子迎正 吕不韦再度登门拜见蒙奥 蒙奥想都不想让下人轰走吕不韦 不料下人禀报这次不能轰 因为吕不韦带来了贵客 贵客 是大王之祖功德证 看来父亲不得不见 吕不韦是一切剑商 老妇断难将要 可他的身侧是大秦的储君 蒙奥虽刚直诞也不是傻 未来储君自是不能得罪了 于是只能出去相迎 吕不韦借嬴政的身份进入将军府 和蒙奥老将军推心致富的交谈后 终于说动蒙奥同意自己带兵伐州 有了蒙奥的鼎力支持 营一人当庭下达赵命 丞相吕不韦率五万兵马征讨东州 大将军蒙奥全力协助 吕不韦接下兵府领兵出征 赵王丹在得知秦魏派出强将 反倒让一介剑商吕不韦领军 不禁大为喜悦 赵王丹以为吕不韦是个草包 建列国也都没有支援东州 不想赵国白白损耗兵力 决定暂且搁置出兵 待秦与其他诸国欲棒相争之时 赵国在坐收渔翁之力 此时东州上空乌鸦盘旋不休 五万秦军已经押近 六国却依旧没有支援消息 这可给东州军筹完了 只能不断派使臣催促各国来源 就在这时韩国五万兵马抵达东州附近 诸位韩国已经出兵了 得到消息的东州军开心故意 因为根据合纵的大数据推测 只要一国肯出兵 其他列国大都会跟上 果然没一会功夫 魏国大军也已经开到东州境内 魏国也出兵来救了 太好了 快去快去再探 看一看习楚赵三国的消息 以为有了援军的东州军豪气万丈 站在城头颇有指点江山之意 秦王让一个商人做丞相 还派他出征 足以见秦王的昏庸啊 却不想话刚说完 天上的乌鸦看不过去吧 再次名声示茧 此次吕不韦率五万擎军而来 拿下东州就跟杀鸡砍菜一样简单 但魏涵若出手掺和其中 吕不韦这点人都不够塞牙缝的 凡无期见魏涵来源 担心其他诸国陆续发兵 提先行退回韩谷关 可吕不韦却执意攻城 并让侍后随时探查韩卫情况 东州军没想到吕不韦如此大胆 见到韩卫来源还敢动手 快去探查韩军情况 一旦韩军和秦军交锋 我等立刻杀出城市 东州军天真的以为魏涵是来救援的 殊不知魏涵令有图谋 此刻双方正率军 攻打东州军侠下的两座蜀城 甚至为抢地盘大打出手 韩王这把有备而来 无数战马斜滚木席向魏军 将魏军打得节节败退 听到魏涵不去杀秦军 反在城前打起来了 东州军此时才明白魏涵包藏祸心 可为是一碗蜀城已经被韩军攻下 韩王正要进城接收城池 不想唐王补偿皇却在后 秦国上将军蒙傲带兵杀来 而这正是吕不韦的铺牌 吕不韦深知列国轻视自己 于是这次故意只带兵五万 让魏涵产生虎口夺食之念 结果魏涵果然中击了 秦军战马司鸣卷起列列尘土 韩王本来对秦军就打出 再加上蒙傲在外的赫赫威名 吓得仓皇撤兵往韩国跑 于是这城池就白白给了秦军 被蒙傲接手了 东州军见魏涵被打跑 蜀城也被拿下 自知无力回天只能出来投降 公元前249年 东州军素衣赤博口韩玉 写百官出来投降 勤灭东州 再次向天下宣誓一统天下的决心 而吕不韦的个人地位 也在秦国及天下人面前得到确立 第二年 秦国又接连功课赵魏涵三国多做城池 建立三川郡太原郡 秦国势力进一步向六国扩张 东方各国深感威胁 又一次的合纵之事开始逐渐酝酿中 嬴政日日带着这把秦王剑 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历代先王的大志 天下宁医 也是嬴政的毕生之志 嬴政各方面太过优秀 引起华阳太后忌惮 为了扶持听话的成交几位 华阳太后买通四人给嬴政下毒 十三岁还是孩子的嬴政毫无戒备 正准备将毒汤喝下 幸亏冬儿恰巧赶来 冬儿闻着汤的味道不对 奇怪 鹿蓉汤不是这气味 嬴政听此转头望向盛汤的四人 见其神色慌张一脸做了亏心似的药 瞬间明白这汤有问题 我让你喝了它 召集听闻有人抑郁毒害嬴政 继而勃然大怒 要求吕不韦亲自监督查办 吕不韦自事不遗余力 无奈华阳太后办事滴水不漏 四人下毒败露当场毕灭 根本拿不到铁证 再加上嬴一人最近身体越渐虚弱 吕不韦怕嬴一人得知后激活攻心 便暂时隐瞒了此事 为了秦国未来的强盛发展 吕不韦命正义去其国际下学功 想尽办法让荀子张口 为秦国引荐大财 吕不韦人才引进的计划被华阳知晓后 格局有限的华阳害怕外来世子入秦 米氏一族会被打压 于是心中动手的想法愈加浓烈 恰巧在此时 楚国使权景寒去而复返 带来了楚国支持成交为秦王的博书 米氏在秦国本就数大根深 如今又有外援楚国的助力 华阳太后知道篡位时机将到 一场功便悄然酝酿中 而此时吕不韦在姚谷的口中得知 楚使去而复返拜见华阳后 脸上虽淡定如丝 心中却已掀起惊涛骇浪 吕不韦深夜进宫觐见盈一人 貌似敬言早立太子 陈有一言 媚死 上奏 陈情早立太子 以解 秦国之威 威从何来 威在秦国 威在咸阳 有人欲毒害郑公子 什么 有这等事 盈一人一听儿子被毒害 惊得大脑直接荡机 吕不韦夫起盈一人解释来龙去脉 直言太子之位悬而未决 秦庭风波便会源源不断 盈一人本想等盈政惯离后再册封 如今见有人胆敢肖想王族 自己这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于是决定过几日在宗室宴会上 就宣布盈政为太子的事 并提前将盈政叫来嘱托一番 听着 你生来即为盈性血脉 注定要为秦国走出一条 从未有过的路 天下的路 正人誓死并记 得知自己将要成为秦国的王 盈政一路狂奔 就算撞倒侍从也难以掩盖心中的雀跃 他将自己欲成为太子之事告知了赵姬 父王刚刚告知我 要遭离我被太子 如此惊天喜训 赵姬听闻喜极而泣 母子二人相拥 感慨多年寄人篱下的日子就快熬出头 却不想一股暗流正向母子袭来 盈一人在宗室家宴上 正要宣布盈政为大秦太子储君 不想华阳太后也打算今日动手 大王今日已备下幽灵之戏 是否现在让他们上来住戏 等一等寡人尚有几句话要说 我倒想看看灵人之戏 不如等他们演完了 大王再说也不迟 不就几个小丑吗 有甚好看的 我偏偏就爱看小丑啊 盈一人遵循孝道 便同意先让灵人表演 结果灵人给众人表演了一个 百兽败野猫的故事 刚开始众人还看得津津有味 随着灵人表演的越来越明显 众人纷纷听出这是在侮辱讽刺召集 宗室众人瞬间都变了脸色 李承故意点出这叶猫是邯郸口名 引得众人大笑不止 护母心切的盈政瞬间拔剑而出 一剑杀了侮辱自己母亲的灵人 放肆 正儿 来人 下了他的剑 此代情报剑 谁敢 大王 是灵人辱我在先 正儿只是替我出气 华阳太后就是故意逼盈政出手 十三岁的盈政正是血气方刚 哪能看着母亲被侮辱 于是便中了华阳太后的奸计 嬴政当众杀人 嬴一人只能依秦法将其先拿下 愤怒不已的嬴政手持秦王剑不肯交出 将迟时嬴戏站出来解围 替嬴政保管秦王剑 嬴一人下诏将嬴政押到省司殿 林元官起来听后审问 陪王后 轿子不严 也该责罚 王后暂入血宫 嬴一人不想如此 但秦法严格若王都无事 百姓又如何遵守 只能忍痛将妻子关押 但嬴一人也被这突来的变故 怒气功心吐出一口老血 被扶到侧殿休息的嬴一人 知自己时日无多 果肃派人去宣城项吕不为 不想此时王赵已经出不了宫 整个王宫已经被华阳太后控制 一场蓄谋已久的篡位行动正要上演 嬴政自邯郸回秦三载 文韬五略各赛道 都是城郊望尘莫及的存在 再加上手持秦王剑 是先王阁带清点的接班人 华阳夫人知道无论正面侧面批评 喊你所生的成交都毫无胜算 苦思冥想之下终想出攻坚之法 那就是拿嬴政的血脉做文章 明日多派些人将嬴政 不 吕正的事情四处散播 诺重口说心 我这就去办 谣言在有心的加热下愈演愈烈 四车树长嬴戏跑到雪宫 向赵姬求证嬴政的身份 结果却被赵姬打了几个耳光 你胡说是 正儿 当然是大王的亲生故性 当真 你喂一遍 我打你一遍 谣言传到宫外 嬴政宗室一时也猛了 毕竟那时没有DNA 根本无法确定嬴政血脉 头大的嬴氏族人不知该姓谁 有人提议立嬴戏为王 这样血脉肯定纯政 咱们宗室的获利还最大 可关键此时嬴戏正在召集那 找不到人的宗室一时 急得如热锅蚂蚁 而当吕不韦听到谣言的那一刻 心中顿时停了半拍 吕不韦看出此计歹毒 也知嬴一人生死攸关 火速下诚项令召见文武百官 结果宗室一个都没来 但这并不是大问题 因为吕不韦之前筹措秦军阅兵 嬴一人将腹服给了吕不韦 兵服和尚将军蒙奥站在吕不韦这边 吕不韦不惧米信叛乱 他就怕嬴政嬴一人被杀害 他们没有嬴政嬴一人的支持 说白了就是师叔无明白费劲 现在关键就在于嬴政是否能脱困 此时在醒司殿的嬴政 还不知外面发生何事 蒙田兄弟二人悄悄地来见嬴政 告诉嬴政 现在外面都是华阳太后的人 从蒙一口中 嬴政得知了现在关于他的传言 宫里的四人都在传 你不是大王的儿子 可是 曾相和保护的四生子 嬴政听后气急败坏 要去见母后赵姬 他穿上了蒙田的衣服 悄悄地离开了被囚禁的地方 来到关押母后赵姬的雪宫 结果看到嬴戏竟然也在这里 嬴政想着外人在场 问也问不出什么 于是便打算出宫去见吕不韦 一是告知他张台宫变 二是询问自己的身世 蒙田蒙一是通过侍卫 白让运作偷进宫来 嬴政此时只能让白上想办法 将自己等人带出宫去 白上将嬴政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等到天快黑了 才带着嬴政离开 却还是遇到了勤兵 何人车架 白上不惧生死 策马带着嬴政闯过第一波勤军 不料米辰还有准备 无数弓箭射向嬴政车架 策马的白上身中 数件奄奄一息 嬴政见此将白上拉回车内 自己亲自持将驾马 冲出包围圈 嬴政驾马车之底向 第一时间询问自己身世 我伤而为人 不能连自己的父亲 是谁都不知道 公子是秦王 自处之子 孝文王之孙 赵湘王之赃孙 音信低沉长子 实话 我要听实话 这就是实话 吕不韦虽一再解释 以死明治 可嬴政却依旧未能释怀 好到大雨里发泄自己的情绪 吕不韦紧追嬴政身后 以秦国设计安危 与天下统一大业劝阻 终是让嬴政清醒了过来 此时华阳太后 正在逼迫 嬴一人立成交为储君 可嬴一人确定死不同意 嬴一人深知成交上位就是傀儡 掌权的华阳定会对付外来客亲 培养重用米氏一族 秦朝堂到时就会动荡不堪 秦国还谈什么荡庭六国 嬴一人这边敌死不下策立诏书 而吕不韦这边已经确定明日尘时 蒙武帅一万秦军开道 随百官进宫秦王护驾 嬴政本想跟着去救出父王母后 但因太过危险被百官劝止 第二天臣十一道 吕不韦率百官闯宫救驾 卫卫不肯放行 此时按捺不住的嬴氏宗亲也来了 要求卫卫开门放自己等人请见大王 卫卫依旧不给面子 我将奉亡命 无诏 不能放一人入宫 关键时刻蒙武一万秦军开道 随着蒙武一声声号令 守门之人也没之前那么装了 只能不断后退 紧接着文武百官和银姓宗氏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往宫内挺进 秦军攻城锤几番锤击 终于敲开了宫门 华阳见重兵入城 让老弟前去顶重 自己则派人去杀了银一人 就在银一人以为难逃一死时 趁着百官和米辰对质潜入宫内的银正 救了老爹银一人一命 银正背着老爹去救老娘 结果正巧碰到老娘和银戏赶来 银戏本想自己做王的 后来被赵姬劝了两天两夜醒悟 便赶来救援 伯父 快岁父皇和我去广场 不然张台公会血流成河 此时张台公前双方人马剑拔弩张 双方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 无数勤军攻剑对准百官 百官这边不管轮武也拔剑要输死一战 就在重武器不断被抬上来时 银戏及时出现喊停了众人 王家在此 持人者杀 银戏带着银正营一人往元群走来 此时米辰见营一人还活着 吓得瘫坐在地 一场血雨腥风被及时制止 事后华阳太后英氏军谋反被幽居华阳攻 吴王命不可出攻 米辰被流放 米氏一族也被发落 这是秦王营一人第一次阅兵 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 大秦上将军蒙奥拜见大王 我大秦瑞士已集结完毕 请大王冲斥 诺 阅兵开始 上将军蒙奥一声号令 无数战鼓翻腾 阅兵场瞬间震耳欲聋气势磅礴 紧接着低沉厚重的号角声响起 秦王营一人正准备简约大秦瑞士风资 不料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已经无法站起 吕不韦见此脸色骤变心中担忧 关键时刻已经被立为太子的银正 看出老爹身体游进灯窟 董事的丹西跪地扶起大秦的王 在银正的暗中挤立下 营一人登上战车开始巡视 秦王车架锁过之处 大秦瑞士整齐华夷跪地不好 大秦万年大王万年 声音响彻云霄 大秦瑞士锐气逼人意气风发 可战车上的营一人却差点倒下 幸亏营一把提起老爹的腰带 才没让营一人在众目睽睽中丢脸 营一人身体本来就日渐削弱 再加上华阳太后宫便这么一貌 已经是病入高荒行将枯朽 营一人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所以提前确立好营正太子身份 还有吕不韦重负辅佐之位 为了防止六国因公便生出合纵之心 营一人硬挺着亲自参加阅兵典礼 一是为了震慑六国不敢妄动 还有就是向天下宣布大秦接班人 在营正的辅助下完成巡视的营一人 说话已经很费力了 于是让十三岁的太子营正 带自己向重将士训话 这毕竟是营正第一次在将士面前训话 将士铺天盖地的回应 让营正有些紧张和激动 随后便找回状态 营正指出天下纷乱五百多年 我们的父辈兄弟流了太多的血 难道我们还要让子孙后代 也过这样的生活吗 此时年仅十三岁的营正 在秦瑞士面前展露自己的天下歌剧 那就是新兵诸暴乱平六国 一统天下开拓万世太平 太子营正的话让秦军热血沸腾 秦瑞士和营义人皆唱起了秦国战歌 这个战歌就像是有魔力一般 此时整个阅兵场以及秦人百姓 皆跟着唱了起来 本来想离开咸阳的李斯 听到营正统一天下的大院 见到旁边老秦人眼中燃起的信仰之物 再加上秦瑞士那一往无前的使命感 李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 秦人的团结与伟大 而营义人也在此时放心地闭上双眼 营正见词果断下令回宫 直到进入咸阳宫内 秦王营义人的身躯才倒下 于是公元前247年5月 在位三年 只有35岁的秦王营义人 骤然崩式嗜好装香 太子营正顺利即位秦王 这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一天 因为就在今日灭六国操盘手 13岁的祖龙营正 历尽艰险终于成为大秦的王 营正知道自己走到今天 是无数人的心血与期盼 从坐下这一刻起 自己将扛起天下苍生万民期待 行礼会 拜见大王 拜见太后 拜见丞相 营正落座后 御史便开始宣布先王一朝 营正生母召集为太后居甘权宫 孙文姓侯吕不韦为相帮称重府 与太后相助共同处理朝政 直到营正亲政之年 其余有功之臣由丞相进行封杀 营正十三岁当秦王的消息 被在赵国的赵眼郭开知道后 顿时极度的发疯 你说这营正怎这般好命 你说他这般小就死了父亲 还继承了王位 这老天爷 你太不开眼了你啊 可营正从小有仇的赵眼 对着树叶发泄怒气 一遍遍吵着要杀了营正 结果却被郭开拦下 郭开禁言营正都当王了 以后咱们都不是一个赛道了 见不到面怎么杀呀 郭开的一句话点醒了赵眼 胸中的滔天恨意 让赵眼有了也想当王的想法 我当王 我也要当王 跟这 说到就能 我说到就能当 你要是能助我当了王 封你为丞相 郭开一听当丞相两眼放光 赶紧询问赵眼此话可当真 赵眼放话说到做到 反问郭开要是做不到又如何 郭开为了丞相也是拼了 放话做不到公子一箭杀了我 于是在嬴政的刺激下 赵眼和郭开便燃起了夺王之心 郭开绞尽脑汁想扶持赵眼上位的办法 结果智商有限还是未能想到 但郭开知道毛岁游说六国见多事过 于是建议赵眼去找毛岁询问办法 我与毛岁数未来往 他能帮我呀 公子 这太子与毛岁也不来往 这毛岁也未必帮他呀 这种事情成与不成 还是要事事才知啊 赵眼想着姑且一事便找毛岁喝酒 上来就喷太子赵一步行 赵国教他手上 他有能力带兵讨伐秦国吗 此时的赵眼觉得嬴政能当秦王 自己凭什么不能当赵王 当初小时候打架 自己可一点不惧嬴政 说完便举杯请毛岁帮忙助自己 毛岁对赵眼的名声早有听说 当初不顾反对非得娶个娼女 可把赵王气坏了 如今自是不想烫这浑水 选择拒绝 赵眼确实无财 大人你是觉得 他只有年长两岁就应该起位吗 而且我们赵国是立贤不立场 所以只要大人你帮我 我一定能当上太子 毛岁低头沉默不语 关键时刻过开运用激将法 劝赵眼别为难毛岁大人了 立处毕竟是大事 他能出什么好主意啊 此话没想到成功刺激了毛岁 不是我毛某夸口 赵国立处之事 我毛岁一句话他就能 一句话怎样 反应过来的毛岁虽未接着说 但赵眼和郭开都听出 毛岁是绝对有办法的 于是赵眼郭开二人组 想尽办法开始撬开毛岁的组 这是天使投资人吕不韦的巅峰时刻 秦国四年连丧三亡 让吕不韦从悲剑的商人 一跃成为全清朝野的重负相邦 此时的嬴政尚未加官轻政 赵姬又对老秦人吕不韦严听计同 可以说此时吕不韦的权势地位 吊打秦国历代所有丞相 在秦国国丧还未结束 吕不韦便邀请姚谷蒙武商议市职调动 说的好听是商议 实则是独断专权走个过场 在吕不韦的决定下 王婉成为秦王业者 凡无弃为郎中护卫秦王 上清姚谷为公子成交老师 至于掌管守卫军队的要职卫文 则由银姓宗氏卫文军银生负责版式 吕不韦这番任命也算考虑周全 可紧接着吕不韦就犯了个大错 那就是开始替银政做主驾空秦王 吕不韦重惊向天下网罗人才 自己提纲切领 门客按大纲进行挥洒天 预祝一本千古大作吕氏春秋 容诸子百家学说于义奴 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后的为政之纲 诸此经典正是为了作为大秦 为政之纲 为天下立大道 为天下立大致知道 吕不韦提前铺牌这点相当牛掰 但是明显没有考虑银政的倾向 直接就替银政定好未来之路了 此时的银政虽年龄不大 但是心智却远超常人 刚当即位的银政 想将六国大道摆放宫中 时刻提醒自己莫忘一统天下制止 可大权在握的吕不韦 却给银政讲起了管仲弃皇宫的故事 意思就是好的君王什么都不用管 万事交给臣子就行 重复的意思 是要管人学齐皇宫一般 不忘明君圣主 他们所作所为甚少 他们所凭借的却甚多 身为君王无需势必顾情 吕不韦这话无疑浇了银政一盆冷水 银政嘴上未多说什么 但僵硬的脸色已显露心中的不悦 紧接着四人进宫禀报水灾一事 吕不韦抢银政的话不说 竟然直接拦下银政 替银政去处理灾患 臣去处理 吕不韦办事确实雷霆手段 在吕不韦的有效救灾下 各处的水患都已平定 对今年的秋收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如今国库充足 吕不韦告诉云正 此时正是东出韩谷收复失地之时 银政一听打仗激动得够强 明日大仇 寡人便命上将军蒙奥出兵 蒙奥飙公已到了韩谷关 大军集结完毕 即日发兵 大军都开赴韩谷关了 吕不韦现在才来先斩后奏 那是丝毫没把银政当回事 银政一时尴尬不已 面对吕不韦擅作主张的行为 银政无法表达心中不快 最令他为之震惊的 当属吕不韦要求废除斩首技工之法 吕不韦认为商军提出斩首技工 目的是鼓励秦人勇于征战 同时用非常手段震慑敌国 燃经百余年魔力 秦人无需再以刺激兵族征工 斩首技工之必已显 所以应改为夺地技工 与其杀尽六国之名屠胜空城 倒不如让士兵百姓归田耕作扩充秦国 银政虽不爽吕不韦越祖带袍 但也明白废除斩首技工是长远考虑 于是同意了此事 吕不韦颁布了新的技工方式 不久后 秦上将军蒙奥 彪公率领兵马 再度东出韩古官取得了胜利 吕不韦在朝堂上宣布对蒙奥等人的嘉奖 但是彪公斩了敌军首技三万 有违新的法律 吕不韦直接削绝夺回兵权 彪公站出来直言相邦处事不公 自己一身为秦大小数百战 难道就落得如此下场 嬴政刚要说话 吕不韦又强化 彪公 修正 斩首技工之法 乃是为了续养人口 充实我大秦人丁 明知故犯 该不该犯 中副左眼固然有理 可如此大事 是先进步与寡人商议 彪公可是上将军啊 彪公想让秦王为自己说话 但是赵姬想拉拢吕不韦 于是应允了吕不韦的做法 而蒙傲乃至其他人也皆不敢出声 彪公 你还想让大王被访吗 速速交出虎服 嬴政本想为彪公说话 可是却抵不住吕不韦大权在武 经过这件事情 秦军再也不斩首技工了 但是从此嬴政变和吕不韦生了些嫌隙 外交官姚谷 下朝后好心提醒吕不韦 今日朝会罢免彪公 大王隐隐不快 可吕不韦根本没当回事 还说姚谷多虑了 姚谷其实不是提醒吕不韦的第一人 之前吕不韦捧着一小段吕氏春秋 跟李斯显摆时 李斯就出言劝过吕不韦 虽权清朝也秦王尊为重负 但也应该仔细斟酌君臣二子 李斯认为作为臣子 可以为大王做事 但绝不可为大王做决断 如今相邦预备秦国 作治国之干 不治秦王之后 云讽 李斯姚谷都是旁观者清 但大权在握的吕不韦当局整理 吕不韦立下框架 想让秦王嬴政按照他的思路走 殊不知祖龙嬴政 那是相当有主见 于是摩擦嫌隙必然产生 没想到大秦新王出力 秦国就迫不及待地大举公位 不但夺下魏国军营 还连斩了三万魏子 这可给韩王愁坏了 想着难兄魏国已经被打 自己这个难地挨打还远吗 于是询问仲臣如何应对 秦国即将到来的拳头 此话一出韩庭顿时 双打茄子鸦雀无声 在韩王的步步紧追下 一韩臣提议合纵五国发情 结果直接被韩王否了 就在韩王继续苦思存活之法时 秦向吕不韦的求贤令道 因为秦国多发水患 所以吕不韦向天下寻求水利大财 韩王看了求贤令 又瞧了一眼水公正过后 仰天大笑想出一个皮情妙子 寡人有良策了 那就是骗秦国修个三百余里的大曲 到时秦国人力物力 都被捆在水利工程上 东出之事只能搁浅 累死八亿脑细胞 于是让郑国入秦后去找李斯帮忙 此时的李斯虽还未到嬴政政策 但已确定在秦国发展 于秦有意 李斯便答应促成此事 李斯为打消吕不韦的戒心 让郑国以韩使身份同其他五国使臣 一起去拜见吕不韦 并叮嘱万不可主动提及修去之事 这时李斯去找业者王婉 向王婉透露郑国是水利大财 韩国太小无法让其施展 若能来秦定能造福秦国 王婉一听如获重宝 赶紧向吕不韦点出郑国是水利大财 才能不在蜀军太守礼兵之下 并请求郑国给大家讲讲水利的事 郑国顺坡当即将吸引精水冬柱落水 长达三百余里的水利灌溉计划到处 王婉正想问吕不韦意见 而此时不想暴露想法的吕不韦 只能装睡结束这场宴席 事后吕不韦便和姚谷甘罗王婉 一起商议是否要修建大渠 姚谷和甘罗接决的韩国狼子野心 王婉却极力支持 这毕竟是需要征调几十万名夫 修建十余年花费不可估量的大工程 不懂水利的吕不韦意识也难以抉择 于是只能去询问蜀军太守礼兵建议 而得到消息的李斯 让郑国故作姿态 收拾东西假装要返回韩国 王婉也是怕人才跑了 听闻后火速来流人 李斯这一招帮郑国洗脱了嫌隙 而这时礼兵的回信也肯定 这是一项能造福百姓上千年的大工程 于是秦国决定在关中修建灌溉工程 目光短浅的韩王得知秦国决定修取 韩秦边境的大军也已经撤走后 脸上都笑出了花 以为韩国能高枕无忧十几年 众臣也捧臭脚大呼大王高明 只有韩非急得如热锅蚂蚁 韩非确实是有大才 但却不被韩王重用 此时的韩王自是想不到 大渠修成之日 也是韩国即将灭亡之时 荀子高徒李斯入侵很久了 吕不韦还没有安排正式工作 李斯不想蹉跎岁月要回老家楚国 可吕不韦却让王婉杀了李斯 以免李斯为他国所用 深知李斯是大才的王婉 赶忙出烟求情 吕不韦终是改变了主意 召见了李斯 李斯来了后 吕不韦笑着解释最近盲代码 吕不韦既然没杀李斯想留下他 自然要给李斯安排个职位 于是便开始考笑李斯的财学 李斯毫无隐瞒朱子百家 自己独宠法家 法家法术是兼备渴望天下 李斯一番精彩至极的深论套餐 让吕不韦派案较好 于是拿出指扬令和管理文读的上书职位 来试探李斯的野心 吕不韦见自己的心思 完完全全被李斯看透 也不废话了 拉着李斯指向张台公方向 想让李斯去嬴政身边当保安 李斯愿 吕不韦明知李斯与其政界相组 仍然让李斯去嬴政身边 吕不韦的胸襟宽广 让李斯敬佩不已 吕不韦也直言不讳 十几年前自己跟先王赢一人时 做事确实都是为自己考虑 为了扬眉吐气光大门眉 可自从当上大秦的相邦 一眼可安天下 一眼可动天下后 心里装的便都是大秦成名了 只要对秦国有利的事 自己都愿意去做 李斯自次走进皇宫 在凡于其手下为秦王看大门 李斯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走向秦王 而秦王也在等他 吕不韦自从当上大秦相邦后 各种事情那是忙得团团转 而此时赵姬觉得自己孤儿寡母没依靠 多次暗示想和吕不韦旧情复燃 甚至还和吕不韦开黄枪 你的厉害我还不知道吗 吕不韦明白偌大的王公 就召集一个人 并然是孤单寂寞了 可此时的吕不韦甚亏厉害 再加上一心都扑在设计上 根本无暇旁固听召集训 于是便想选个人为召集排忧解闷 吕不韦在门客舍人中 一顿搜索家打听 便将目标锁定在烙矮身上 烙矮英气俊朗八块腹肌 善其马有战力还颇有耐力 和他翻云覆雨后的女人 都对他赞不绝口流连忘返 就连眼高于顶的李斯 都胜在烙矮这身材样貌确实斩女 烙矮优质的样貌和强悍的硬件设备 让吕不韦当即拍板定下烙矮 马不停蹄地将烙矮送给赵姬 明面上说是给赵姬排忧姐们说说话的 实际上做什么其实三方都心知肚明 没见过世面的烙矮第一次见太后 心里姿势难免紧张 笨拙的烙矮将三个橘子 扔得毫无章法哪都是 可赵姬最终还是留下了烙矮 烙矮对付女人确实有一套 赵姬和烙矮第一次凉宵 就迅速贯穿赵姬的道德底线 让赵姬流连忘返不能自拔 吕不韦得知赵姬满意的讯号后 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烙矮捂花大把 对外说烙矮所犯之罪应处公信 实则早已买通行型太监 满天不海将烙矮送到赵姬身旁 此时的烙矮不知好事将近 满脸惊慌拼命挣扎 收受重金的太监尽之尽责 避免被人瞧出真假 拿着镊子给烙矮的胡子全把了 还恶趣味地逗起了烙矮 烙矮昏迷前还担忧自己断子绝孙 等醒来是已经睡在软榻 一身红衣的赵姬正朝他走来 烙矮第一时间确认兄弟在不在 赵姬见烙矮吓得铁青的痒 顿时笑叶如花 心有余悉的烙矮 不忘跪地叩拜太后 而赵姬则亲手给烙矮递去一杯温水 曾经那个吃高档会所拿不出底消的烙矮 自此一步登天 而吕不韦自是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不过是找个男虫给赵姬玩玩 不料赵姬就是割恋爱闹 被玩的不是烙矮 而是赵姬自己 嬴正十三岁当上秦王让赵燕极度补 觉得不比嬴正差的赵燕 当即开始筹谋做未来的赵王 为了能夺走赵义的太子之位 赵燕对心腹郭开允莫 顿激将法诈出毛岁真有上位之法 自知誓言的毛岁不肯继续透露 郭开申知名士都重明 于是利用毛岁爱喝酒这一嗜好 跟毛岁玩了一把仙人体 毛岁不想老了再晚节不保 在郭开赵燕的威胁下最终妥协 说出扳倒太子赵义之法 那就是传几句话给秦国 就说赵人权都爱戴太子赵义 一旦赵义即位成王 赵博上下就会团结一心 对抗秦国 秦国一听自会想办法对付赵义 而列国一直有交换质子的传统 秦国大概率会让赵义入秦为制 赵义一走 邯郸这边我们再设法说服大王另立太子 到时这太子还能是谁呢 毛岁以为出个主意就完事了 没想到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于是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在六国使臣拜见吕不韦时 故意吹嘘太子赵义有多受爱戴 毛岁的一番吹嘘给吕不韦整猛了 感觉毛岁有点故意为之的意思 想到嬴政在邯郸见过赵义 便来找嬴政打探赵义的能力 赵义和赵义谁成为赵王对大秦有利 嬴政指出赵义若成赵王必受臣民拥戴 虽能力有限 但只要重用连坡里面 便可保赵国一时无余 而赵义生性顽劣他若成王 定会重用郭开等命臣 赵国朝堂定会被搅得乌烟瘴气 吕不韦听此心里有了决断 敌人最懂敌人 嬴政对赵义明显更了解 此时的嬴政虽对赵义有血海深仇 但为了秦国长远考虑 嬴政已经会克制情绪 让吕不韦力推赵义为赵王 心里有数的吕不韦当即派摇谷入赵 要求赵王将太子至秦 毛遂和文官虽建议太子入秦 可武将连坡里目皆不同意 赵王不舍太子入秦 又怕秦国因此发兵 于是便打算派赵义替兄入秦为之 此时的赵义还以为计划得逞 正和郭开唱女庆子 就在赵义开心不已时 赵王召见 赵义还以为老爹是要仰仗自己了 结果到了财之时晴天霹雳 赵王竟让自己带赵义入秦 怒意沸腾的赵义当场拒绝 胳膊扭不过大头 赵义失魂落魄地回到府邦 而此时不明情况的郭开和昌女 正准备了乐队为赵义庆祝 直到赵义脸色阴沉一把推翻桌案 郭开和昌女才确定出了变故 就在赵义以为事情已成定局时 昌女凌威不乱提议去找秦氏 让秦国给赵王施压只要赵义 如此祸可有准 郭开带着昌女和自己全部家当求姚谷帮忙 姚谷本就是为赵义而来 将郭开的会礼送到秦国密探那当储备资金 第二天 姚谷便带着棺材去找赵王 两条路给赵王 要不让赵义入秦 要不就杀了自己 自己都带好棺材了 赵王当即让人杀了姚谷 挖眼割舌包皮 而姚谷依然不拒谢赵王赐死 就在此时得到消息的毛岁来了 赵王让毛岁通知连坡整顿兵马 准备秦国即将到来的大军 毛岁不想僵尸闹大 劝阻姚谷是秦国似是重臣 一旦开战秦国不灭赵国不会罢休 让赵王不可重蹈长平之火 并立下重视 赵王一听毛岁说有把握接回太子 再加上也害怕秦国不死不休 于是最终同意太子入秦为止 并让毛岁带上厚礼给姚谷赔个不是 于是赵国太子赵义 在秦王嬴政和赵衍的合力下入秦为止 站在城楼上的赵衍和郭凯 看着远去的赵衣开心坏了 而赵王自赵衣入秦 每日都在后悔不已 却为事已晚 秦王嬴政从秦灭六国大局考虑 在赵王重病缠身之际 立足太子赵衣入秦为止 力推狡诈多疑的仇人赵衍为赵王 如今外交官姚谷不负使命反乘在即 赵衣入秦已成定局 嬴政想着自己在邯郸受尽折磨 怎么也得先要回点利息 于是恳请吕不韦让他自行处置赵的 预报如母杀尸之仇 然而吕不韦考虑到秦赵两国刚结盟 不宜再生嫌隙于是果断拒绝 当天夜里 嬴政回想李斯白日里说的那方 嬴政愈发觉得自己这秦王当的真窝呢 于是将李斯宣进殿内 反问李斯如果仇人送上门来 你会怎么做 本以为白天一脸慷慨激昂的李斯会支持自己 不料李斯却给嬴政讲起 岳王勾建卧心尝胆的事 李斯的意思就是 大秦不该磨磨唧唧蚕食六国 而该巧取豪夺大展拳脚 现在只等赵王一死 赵衍尚未赵国大乱 到时秦军就顺势东出灭国 而此时最好不要为难赵义 以免赵王心疼儿子节外生枝 李斯的一番话 让嬴政胸中玉节豁然消散 决定好吃好喝供着赵义 不料嬴政能忍 心疼嬴政受尽羞辱的冬儿忍不了 冬儿告诉了赵姬赵义来勤的消息 赵姬一直以为欺负嬴政的只有赵义 结果冬儿爆出惊天内幕 当年赵义约嬴政比剑数 没比过下不来台就想杀了嬴政 要不是申月及时赶到 郑儿就危险了 他们怕你担心 所以一直隐瞒了此事 赵姬一听这赵义原来也是道貌安然狗东西 当即要为儿子出头 第二天上朝 赵姬还没来得及找茬 赵义自己倒飘了 到了秦廷不上前拜见秦王 吕不韦出烟提醒后 赵义虽拜见了 却毫无礼数一脸瞧不起的样子 这给仲臣和赵姬气坏了 嬴政替他解围他还当众豪笑 秦廷仲臣不及眼才怪 此时的赵义还搬出赵国赵王 妄想让秦国忌惮 结果一点没耽误送他去修灵 还是用牛车送去的 待朝会已了 赵姬才指吕不韦对付赵国的谋划 意识到方才行事鲁莽 斥责吕不韦怎么不提前和自己说 吕不韦深知赵命以下无法收回 只能先让赵义在离山吃些苦头 待日后再寻时机完成谋划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桥 太子赵义被发配离山修灵之事 被赵国密探得之后火速报给赵王 赵王一听宝贝儿子被送去当劳工 顿时急眼了 李牧见言太子年轻扛得住 秦国不敢真拿太子怎样 况且多经历磨难对太子来说是好事 可赵王心疼儿子根本听不进去 赵王自从太子赵义去秦国为止 就无时无刻不再后悔 如今听儿子在秦国受苦 不管不顾就要带兵去打秦国就儿子 李牧和连坡吐露此时出兵太过鲁莽 连坡无奈表示满朝文我都劝过 大王质疑如此谁有啥招 就连赵延也忍不住吐槽 可怜天下父母心 重病缠身的赵王顶着无数压力 在冰天雪地的邯郸城外 给中将士打了一波鸡血后 便轻率赵军伐秦 准备救回儿子 结果大军刚出去没几步 赵王丹突然从马背上坠下 当场摔得昏迷不醒 众臣迅速抬起赵王喊失忆 而赵衍是万万没想到 机会来得如此猝不及防 苏醒后的赵王知自己时日无多 第一时间让毛岁接回太子 赵衍劝说毛岁助自己上位 可毛岁不肯 已经马不停蹄去秦国接人 赵衍当即派心腹郭开准备杀手 半路杀了毛岁嫁祸秦国 郭开为了丞相之位不遗余力 不如使命完成了刺杀行动 毛岁被杀的消息传回赵国 满怀期待的赵王顿时崩溃 赵王本就是强弩之末 吊着一口气等着见儿子赵衍 这一次机直接断起了 于是公元前245年 赵王丹崩世世号孝成 其在位的21年间 始终面临秦国东出的压力 经历了长平之战的惨败 也取得了邯郸之战的胜利 但最终大片领土还是被秦国蚕食 而赵王丹死后 赵衍顺利即位成为赵王 战神绞杀鸡郭开也将上线 这是赵国王为更迭朝政混乱之际 可刚当即位的赵王眼进口出狂言 投铁的药和秦国过招 还让李牧拿出个功勤之法 李牧之此时不宜出兵 又不敢直说腻了赵王的意 踢皮求称自己只是戍边之将 这是还得靠老将军连坡谋话 带向连坡刚正不额直言不讳 连坡以为自己已退为进 赵王眼念自己功高会听权 吐槽一国之相 相应可真小 随后便直接把相应给了郭开 郭开属实会拍马屁 先是指出连坡是三朝元老 有畅所欲言的资格 骂成几句臣无防受得住 随后表态骂自己可以 但是若敢针对大王 自己第一个不答应 郭开属实是把忠犬户主演义的名乱 于是三朝重臣连坡 被郭开轻松弄走了 郭开一跃成为赵国丞相 连坡虽失丞相支支 但还是上将军 郭开害怕连坡日后报 于是窜多赵王眼下了他的兵权 赵王眼虽生性多疑 但也知道还要仰仗连坡 不料这郭开有备而来 当即劝言大王出兵伐情 好心让将士立功 可那连坡老匹夫不知好歹顶撞大王 连坡不愿出兵 大王若硬要他捅兵 就怕他不尽力啊 到时随便和秦军比划两下 说打不下来 外人都会以为是大王拟决策事务 郭开见赵延已经心生疑虑 当即劝言可让岳胜将军替代连坡 连坡毕竟是赵国名将 赵延不想贸然换了 可郭开一顿忽悠 说赵国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领兵的大将 见赵延还是不为所动 郭开直接打出赶琴牌 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着说自己卑微 没大王的宠爱自己啥也不是 连坡跺跺脚自己就命不久矣 郭开从小就是赵延的伴侣 一路走来确实是出力不少 如今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样子 赵王眼最终还是同意了此事 赵将岳胜受亡命去带领连坡军权 结果军权尚未到手 反遭连坡毒打 岳胜解释这是郭开的意思 可暴怒的连坡哪管这个 拿着鞭子给岳胜一顿抽 岳胜将军感觉颜面尽失 于是离开了赵国 岳胜走后 连坡部下纷纷为连坡抱不平 建议发兵打回邯郸 轰走赵眼重立新王 然而连坡作为己朝老臣 不舍赵国王在自己手里 辞别中将 独自驾马离去 离开这片誓死守护的孤独 如今赵国外交官毛遂已死 名将连坡离赵 岳胜清秦也都主动辞去军职 礼目又远在北京戍边 整个赵国放眼望去 被郭开一下干走布劳少 自此赵国朝堂郭开首卧大权 赵国王国就此开始了 其因是秦王嬴政听了李思之策 决定利用赵国王位耕顶 宁臣郭开掌权大将连坡远走 朝野动荡将士离心之际 实际味道想在等等 可架不住嬴政报仇心切 于是最终同意了连坚公赵之事 嬴政见吕不韦答应 就像吃到糖的孩子 开心地和蒙田兄弟大战了三百回合 秦国连坚公赵的请求传到燕国后 和赵国有血海深仇的燕国君臣 一致同意干翻赵国 燕太子姬丹更是亲自请 燕太子日夜兼诚赶赴咸阳 想着赵衍当初如此欺辱嬴政 连盟公赵之事定是板上钉钉 殊不知此时秦王银政权力已被架空 想帮吕不韦擅权严重独揽朝政 鸡丹入情境见那日 吕不韦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多次打断银政说话 后来还是吕不韦想让银政说话了 银政才终于有机会 和兄弟鸡丹诉说想念之情 鸡丹感动银政未因身份变化就忘了兄弟 银政这边和鸡丹打了包票 没想到银政前脚刚走 吕不韦后脚就变挂 吕不韦本来就不想出兵 这时外交官姚古又表态 赵王衍和丞相郭凯 乃是顽劣诚信的极品存在 姚古的话让吕不韦更加不想出兵了 奈何银政灭兆兴切 就在吕不韦左右为难时 十二岁的甘罗误以为秦国公兆 图的不过是土地城池罢 放言秦国无需劳失兴兵 自己就可取赵国城池 只要相当让自己出使赵国便可 吕不韦明知此举 会将银政陷入不仁不义之地 但商人利益为先 吕不韦根本没和银政商量 便让甘罗作证事 外交官姚古陪同前去赵国 如今银政不在咸阳 燕太子鸡丹多次扣服 结果吕不韦却一直闭门不见 燕太子急得团团转又没办法 只能等待银政快点回来 甘罗姚古一路颠簸抵达邯郸城外 丞相郭开大礼相迎热情招待 怎料甘罗自是清高不通事故 一个小小使臣敢和照相郭开摆架子 要不是看姚古的面子 以郭开顽劣的性子 早把甘罗丢出去了 幸好姚古提前被妥重礼送往赵城相府 爱财的郭开见此不生气了 还要游说赵燕歌让五座城池与秦 姚古盛赞郭开是赵国栋梁大台 将郭开哄得开心不已 于是赶紧去劝说赵燕同意 郭开不愧是秦国最强外籍辅助 上来就给赵燕一顿利益剖析 郭开指出大王是在赵一走后即位 很多大臣至今仍心有不甘 大王公秦胜了还好若败 就怕有人以此为借口另立新王 再说秦燕若真的联兵攻赵 赵国父被受敌很难应对 而大王若忍一时之怒 将五座城池给秦 咱们赵军打燕军稳赢啊 到时得到的可是几十座城池啊 赵燕也不想刚上位就吃败仗 赵燕也不想刚上位就吃败仗 赵燕开这么一算计还有转头 于是赵燕在次日朝堂上 轻止于图五座和间城池送给秦国 此时在秦国苦等燕正的鸡丹 没想到等到的是秦赵结盟的消息 觉得被耍的鸡丹起嫁往燕国赶 结果正巧碰到回城的燕正 此时的燕正不知其中发生变故 还质问鸡丹走怎么不和自己说一声 燕正对鸡丹的恶语相向一脸猛逼 听鸡丹说为了几座城池毁蒙被约 更是让燕正听得云里雾语 燕正下马解释自己刚从外面回来 对这些一无所知 可被戏弄的鸡丹又哪里肯戏 鸡丹误以为燕正这几日不在咸阳 是故意为之所以对燕正不再信任 燕正此时既决新良又无可奈何 哪怕此诏并非燕正下达 可他作为秦国君主 若想一统天下 将来必定要与鸡丹兵戎相对 想起二人少年为之的相处点滴 燕正悲痛不已 却不得不搁舍这段友谊 目睹鸡丹愤然离取 而燕照大战的结局毫无意外 赵国派老将旁暖率军攻打燕国 燕国主将具新轻敌 被旁暖斩杀燕军大败 燕国被赵国夺走36亿 赵国将其中十一座送给秦国 秦燕从此结仇 日后秦国虽是准备充分了 但没有燕国夹击赵国 秦灭赵 其实也并没有多容易 准备重要还是机遇重要 有时真的说不清 但能肯定的是吕不韦和银正的嫌隙 从此逐渐加深 根本原因是吕不韦早已忘记 到底谁是君 谁是臣 吕不韦擅自做主派甘罗复兆 将秦王嬴政陷入不仁不义之地 和吕不韦政见相左的李斯 借嬴政和吕不韦生出嫌隙之计 揭露吕不韦全臣的真面目 提醒嬴政不要忘了田氏带起 三家分禁的先例 相邦不坏 李斯看出嬴政对吕不韦尚有留恋 摆出事实那就是六国使臣入侵 第一件事都是给相邦送礼 朝中百官也都看相邦眼色行事 就连大王身边的贴身之人 也都是相邦安排的 此时若再不抑制相邦之权利 就怕日后再也无法控制 李斯私心很重 虽挑拨之意浓烈 但这番话其实也不是威严耸听 吕不韦虽忠心不假 但善权确实严重 紧接着 李斯又直指吕不韦缓图灭六国之法 表面看似周全 实则就是贪图眼前权力地位 不愿意图变图强的畏缩之举 秦自孝公起六世先祖 压制六国百余年获得灭国先祭 此时若不把握机会 反而慢慢蚕食 万一列国富强相聚抗秦 到时就怕六世努力接网 李斯的一番话让银正热血沸腾 第二天便带着李斯去摘星台 询问李斯若自己日后一统天下 该如何治国才能不像周朝一样 诸侯争霸列国纷争 使天下百姓不再陷入战火之中 李斯对此只有三次回复 费分封三次说尽了银正心里 之前银正出游惊阳时 偶然撞见郑国修渠受阻 只因修渠要穿过封主的封地 家蒲便阻止施工进行 当着银正的面放眼 即使大王也无权干涉封主的封地 要用也必须要打招呼才能 银正对此为庭大怒 直接让人割掉家蒲的耳朵 也对郡县封地并存的场面起了心思 如今李斯此话正入银正的心 银正对李斯从此信任勇家 不久后 十二岁的甘罗史赵归来 对于秦师信于燕之士毫不在意 甚至频频夸赞吕不韦之人善认 声称马上要会被向邦封为上亲 吕不韦罔顾王毅 事后没有解释也没和银正商议 就已经允诺给甘罗升官 银正一怒之下 便用陆炉剑斩了吕不韦这条中拳 并召吕不韦即刻境界 吕不韦见死的是甘罗心中顿石了 吕不韦可是太惊了 看出银正正在爆发边缘 赶紧说甘罗年少轻狂 陈管教无方让银正恕罪 银正嘴上说着重负辛苦 可眼里却不满寒霜冷一逼人 吕不韦从没见过银正如此眼神看自己 表面强作镇定心里也有点抖 知道银正最近对李斯宠心日盛 赶紧将李斯叫进来 主动说要让李斯当长使 李斯终于进入朝堂 下朝过后 王婉凡乌气前来恭贺李斯 三人举杯唱语 期间聊起银正与吕不韦的矛盾 李斯直言吕不韦束缚了银正 王婉劝李斯不必忧心 带大王轻政 相邦定会将决策大权交还大王 倒是东出列国一统天下也不安 可李斯却连连摇头 觉得二人太天真 王婉和樊吴七皆处于相府 自是不信吕不韦全域之心强盛 李斯当即点出相邦为何助吕氏春秋 就是想让大秦以后一次 作为为政之刚为君之道 李斯的意思是相邦不会交绝 可王婉觉得李斯还是想多了 相邦怎么会和大王争权 再说就算如此 太后与大王感情深厚 轻政之事也会助大王一臂之力 此时的王婉自是想不到 太后此时已经怀了老矮的孩子了 哪还管嬴政死活 出宫去雍城 要给老矮生孩子去吧 可怜嬴政不知缘由 在车架前拉着母亲不愿让他 此时的嬴政只觉痛心难舍 偌大的王公在吴清卷 以后便仅剩他一人 殊不知孤身一人其实也挺好 等老娘召集再回来时 嬴政不但多了个假爹 还喜提两个弟弟 嬴政出游京阳时 陆域为文君的家奴阻碍郑国休渠 还口出狂言大王也没全力管封闭 嬴政让人割了雕奴的耳朵成剑 雕奴向魏文君吟声告状 吟声不管国家利益百姓生计 当即窜多其他几家封主一起闹 宗氏众人纷纷赶往咸阳城 齐聚魏阳君府 要求宗氏之首嬴戏出面主持公道 此时就看出分封的问题 那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选 哪管国家瓦上双 嬴戏架不住众人起哄 代表宗氏和吕不韦谈判处置之法 得知情况的嬴政大怒 吕不韦既怕得罪宗氏引重怒 又怕耽误修取影响秦国大计 撒娇卖蒙让嬴戏给自己点时间 咸阳城突然出现各地封主 九四里百姓纷纷猜测 大王是要废分封 所以才导致封主四处奔走 也有人说废分封不可能 因为想帮吕不韦 就是大清最大的封主 咸阳城的风年风雨 自是逃不开吕不韦的耳朵 而吕不韦纠结的是 嬴政行之为文君家臣 到底是一世暴母 还是对郡县封地同存的状态不满 而有意为之 吕不韦一时两难 拖延多日没给说法 数十家风主文讯赶往咸阳 唯在相府门口要求吕不韦解决问题 蒙家兄弟向嬴政如是回禀相府情况 李斯认为此事关键争结 在于几家室舍修取的宗氏风主 所以只有先将他们押住 才能避免掀起更大风浪 李斯这边打算分两步走 一是让嬴政说服宗氏首领嬴戏 剩下一部分由李斯自己来办 结果二人还没等动手呢 吕不韦已经决定了处置之法 吕不韦打算以国府两倍之地换取封地 如此做法安保两全 还能平息各君侯风主的非议 宗氏一看给两倍之地 自然是开心坏了 吕不韦将处置方式报给嬴政 嬴政眼见千亩国府良田百百损失 不由气急返效 吕不韦看出嬴政脸色不对赶紧解释 嬴政一听吕不韦这话 好像已经把秦国统一天下后 分封诸侯当成必然条件 于是故意询问吕不韦对统一后的想法 结果吕不韦明确表示 分封闲者共治天下 明显就是等着以后做封王呢 此时的嬴政还抱有幻想 结果吕不韦只是劝嬴政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嬴政多么希望吕不韦能懂自己 日后和自己并肩作战 可现实确实 两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 此时的嬴政虽年轻又有些急躁 可心里想的是让万千百姓免遭战乱之骨 而吕不韦想的是 功成名就分封成亡 经此一事 嬴政和吕不韦之间的隔阂愈发严重 两个人彻底面和心不合 秦太后赵姬偷偷跑到雍城 给男宠落矮生了两个孩子 一家四口正其乐融融时 秦王嬴政突然从咸阳跑到雍城 把知道内秦的四人吓完了 一面上门栓阻止嬴政进入 一面通知赵姬落矮赶紧把孩子藏起来 就在嬴政一脸猛圈时 得到消息的赵姬现身相依 赵姬亲自出门不是想念儿子嬴政 而是为了拖延时间 让四人宫女赶紧打扫好婴儿房 嬴政对今日的异常之举有些疑惑 但是并未深究 赵姬和老娘去大政宫叙旧 可赵姬一听去大政宫脸色骤变 劝嬴政去别处 嬴政一根筋觉得大政宫方便 赵姬怕引起怀疑只能同意 一面下令让老矮去收拾 一面让嬴政走慢点 此时的嬴政还不知自己喜提两个弟弟 正开心地诉说想念之情 还要在雍城多陪赵姬几天 赵姬一听呆几天 倒吸一口凉气 当即询问嬴政此来吕不韦是否知晓 见嬴政表态并未告知 赵姬当即依此数落嬴政 怎么可动不动就离开都城 其实就是怕嬴政没事来得突然袭击 他这心脏可受不了 这时老矮已将大政宫收拾完毕 赶紧来给情妇赵姬通气 赵姬既安排好了也不废话 将嬴政带进大政宫 而且毫无久别重逢之喜 反而一脸寒霜冷意 嬴政当即询问老娘 自己明明给您写了书信 推荐李斯做御史 李斯才能远在往往之上 老娘为何不帮儿子反而帮女不为难 赵姬本就对政治一窍不通 嬴政突然造访差点让私生子暴露 赵姬话说得自然难听又可不 嬴政也真是倒霉 摊上这样一个要情人不要儿子的老娘 而落矮确定嬴政走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赵姬脸上无数眼泪滑落 似乎在愧疚如此对待嬴政 殊不知恋爱脑 最不值钱的就是眼泪 他今日的累 一点不耽误 日后亲自默许落矮杀了嬴政 这个父亲太心狠 为了对秦王嬴政施展美元计 毫不怜惜地将女儿一把推向马下 要不是秦王嬴政马术了得 如花似玉的大美女可就遭罪了 凡屋妻见陌生人进入赛马场 扔下酒杯去保护嬴政 可此时的嬴政 早已被米华的美貌折服 米起见嬴政已被女儿吸引 假模假样站出来关心女儿伤势 嬴政一瞧米起 猜出偶遇与华阳太后脱不了干系 对米是心有余悸的嬴政 正问马起身要走 米起不想前功近期又是一技 如此拙劣的戏马自是瞒不过嬴政 可嬴政对米华是真的动心 于是还是绅士地要带米华下山 二人同乘一马 返回离宫途径烽火台时 嬴政向米华讲述了 周幽王烽火系诸侯的故事 嬴政知自己不是周幽王 可米华是否如包四 嬴政目前还不得而知 二人回到离宫后 米华之书打理还特别温柔 将嬴政最近烦闷的心情疏解不少 尤其是那首情曲 更让嬴政情斗初开 嬴政不忍心中白月光一般的人 被米是争权夺利的手段污浊 心里虽喜欢得紧 嘴上却劝米华离开咸阳 迫于米华的身份 嬴政只能放弃 可孤身一人时 脑海中却抑制不住 都是米华的身影 嬴政查不思犯不想的样子 让喜欢嬴政的冬儿眼泛泪光 赶紧将情况报给了雍城的赵姬 赵姬对军国大事毫无兴趣 但是一提华阳太后米氏 赵姬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要回到咸阳和婆婆华阳打屁片 还给嬴政带回来一门侵蚀 那就是七国的黎秋公主 落矮威逼利诱雍城的四人公寓 回到咸阳后不要乱说话 随后便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咸阳 华阳太后得知赵姬要回来了 当即对赵姬一番嘲扶 回城路上的赵姬 也后悔之前对嬴政太冷漠 怕儿子生气不来接他 就在满朝文武都在大门口 等着太后还都时 吕不韦趁着人多打起了广告 将自己编著完成的 吕氏春秋搬了过来 还提出一字千金的奖 众臣全都捧场拿起一本乔乔 高呼相邦真是大手笔啊 吕不韦不但给嬴政腾抄了一份 还在相府设立特别怨主 十二时辰无休随时可阅览此书 如今赵姬归来在即 老情人忙着宣传吕氏春秋 而嬴政在得知芈华要走 最终还是舍不得一人远去 骑马追上了远走的芈华 二人皆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浓浓的不舍与爱意 嬴政爱意浓烈 但也不至于被冲昏头脑 于是给芈华讲起了韩妮夫人的事 当初韩夫人也是华阳太后 安插在先王营一人身边的耳目 可他对先王却是一心仪 只知道照顾先王和他们的孩子 甚至在先王危难之时 也对先王不离不弃 芈华本来就喜欢嬴政 听此字是明白何意 勾心斗角而于我诈本就不是他所愿 他也根本不想沦为妻子 嬴政被芈华的告白感动不已 当即决定带芈华回宫 娶她为妻 与此同时赵姬已经到了咸阳城外 见嬴政没有来接自己 赵姬一怒之下要去找嬴政问话 赵姬之两个儿子还在车架里 于是和吕不韦同乘一车去张台宫 烙矮则带着东西去安顿 就在这时 两个孩子推开箱子站了起来 给烙矮下的心脏漏掉半排 飞速上车将孩子藏好 关上车窗命车夫加速 给外面的文武百官看得一头雾水 赵姬在车架里询问吕不韦 嬴政为何没接自己 吕不韦对嬴政和处女的事一无所知 最终只能陪着赵姬 在张台宫等嬴政 见到嬴政后赵姬泪如雨下 询问嬴政是不是还在怨怪自己 嬴政表示自己从未有怨念 日夜都在思念母后 赵姬一听因为处女没接自己 顿时气得蹊跷生烟 撂下话正而想成亲没问题 自己已经安排好一门亲事 嬴政对素未谋面的黎秋不敢忘 非要娶处女米华 赵姬等人不想让米氏再起来 皆坚决反对此事 赵姬更是表态 嬴政想自作主张休想 嬴政前脚已经答应米华 后脚就要失言打脸 嬴政既不想失信于爱人 又不想得罪老娘和齐国 逼着李斯想出破解之法 李斯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办法 那就是都娶了 为了不负如来也不负亲 嬴政负责劝说嬴戏同意 而李斯则去说动吕不韦 君臣二人分头行动促成此事 而此时的赵姬心里有气没处撒 跑到华阳宫提醒太后休要做梦 自己的儿子定然听自己的 还和华阳太后立下赌约 华阳和赵姬为了给嬴政选媳妇 争得头破血流的是传到赵国 一心抗秦的赵燕 见齐楚给嬴政送媳妇的狗腿样 酸言酸语吐槽齐国太甜了 刘成没走就把公主巴巴地送去 此时赵相郭开害怕齐情联姻 日后会同时出兵伐赵 劝言赵燕要不也送一个公主入侵 赵燕气得暴跳如雷 差点没把战神郭开掐死 赵国没有派公主入侵奖局 所以赵姬的敌人仍是米华一个 为了让米华当众出丑至难而退 赵姬先使出不媚手段 说服了迎戏站在自己这边 以宗室之名举办宴席为黎秋公主接风 并特意令米华一同参加 在宴席上屡次羞辱刁难 众目睽睽下不给米华安排正式座位 让米华坐在座垫上故意敷衍 随后便宣气伯公主黎秋上殿 米华知道赵姬故意刁难 但是对自己的长相颇为自信的她 也好奇黎秋比自己如何 结果发现黎秋公主出落大方超有气质 赵姬见此一脸得意地将黎秋安排在主座 面对重负吕不韦询问 黎秋谈笑自若毫不怯场 最狠的是面对赢政的刁难 黎秋的才智聪慧不输男儿 黎秋不卑不亢承认了秦国占领 却也为卑躬屈膝陌默默 将其国际下学功 文人抵运知识进阶抛出 洋洋洒洒的大国风气 在其身上展露无遗 惊得秦王赢政也佩服不 吕不韦见此更是开始打广告 请黎秋日后品鉴下自己的吕氏春秋 无论从七情联盟的政治因素考虑 还是相貌气动 众人都对黎秋看好不良 黎秋聪颖地知道女人的重点是丈夫 还懂事地主动敬了吕正一杯酒 吕正不愿小家子欺饮而下 黎秋的绝对出色 让米华自残行贿 当场离戏跑开 吕正见此情形 向诸人交代几句紧接匆忙追去 赵姬担心吕正在受处女蛊惑 正欲阻拦 没想到吕不韦直接将她拉住 吕不韦的一句话将赵姬惊醒 没有吕正她又算哪根葱 此时的米华抑郁自吻免惹麻烦 偏巧吕正平日里的闷犹性子 竟在今世能言善道 哄得米华情深相许 吕正将米华带回宴席 拉着米华邀请黎秋搭上自己的手 将同娶二女的决定昭告于众 二女都被秦王吕正的王者气度折服 皆愿意不争名利陪伴终生 此时的吕不韦已经被吕斯说通 吕正又特意套用吕氏春秋中的典故 将外戚甘政的弊端揭露 以此颁布新法秦永不利后 赵姬和姚谷等老臣虽不同意 可大权在握的相当屡不为点头 四车庶长迎戏也董事地投了赞成票 于是这事就定下来了 五日 张台宫如期举行大婚典礼 文武百官各站左右两侧 两位国夫人一席红衣美的不可放物 秦王迎正带着两个媳妇 给长辈建立 赵姬见儿子迎正大婚成家 眼中说不出的感动 拜见完长辈后 秦王迎正携着自己的两位新娘 共同接受百官恭贺 自此 秦王迎正大婚典礼顺利结束 迎正左拥右抱抱得美人归 而按组织 大婚过后的迎正 也即将要加官亲正了 殊不知亲正之路也并不容易 赵姬自从离山修灵回来后乖多了 知道老爹并是弟弟即位的消息后 帝绝不振准备在秦国为之一辈子 没想到赵姬上位后倒行魏师 重用宁臣锅开 将赵国朝堂脚的天翻地覆怨生四起 很多士大夫不堪忍受 想重新赢回赵姬另立新王 得知消息的赵姬重新燃起希望 开始图谋重回邯郸之事 不久后秦王迎正大婚典礼 赵姬以恭贺为名 跑了吕不韦伏抚敌两次 就在吕不韦不知赵姬搞哪出事 得到邯郸密报的李斯透露原因 赵姬是想回邯郸争夺王位 吕不韦知道赵姬有才 但不足以让赵国强大起来 赵姬照眼谁当王都无所谓 吕不韦只是想看兄弟俩打起来 于是当赵姬再次来相府拜访时 吕不韦便将赵姬心思挑明了 赵姬听此直接摊牌 吕不韦顺水推舟一顿忽悠 给赵姬忽悠瘸了 当即寇谢丞相鼎力相助之恩 赵姬反国之事 吕不韦自是得和迎正说一声 迎正觉得赵姬成不了事 但吕不韦既然开口了 迎正无所谓地表示同意 但是却提出走前要见赵姬一面 赵姬再见秦王迎正 早已没了当初的嚣张 战战兢兢怯懦懦不已 早已被磨掉锐气的春平君 被迎正轻飘飘的几句话 便吓得慌乱不已 称自己只是日夜思念母国想回家 迎正见震慑得差不多了 便准许赵姬归国 赵姬饱含热泪跪地扣血 吕不韦怕赵姬半道就被宰了 于是特意派秦军大张旗鼓护送 还骗赵姬放心大胆地干 关键时刻大秦兵马会助女 赵姬大张旗鼓回赵的消息 被赵姬郭开知晓后 暴躁的赵姬差点没把郭开掐断气 偷听半天的仓女出来表态 自己有让赵姬主动放弃争亡 乖乖臣服的办法 但是仓女也有条件 就是此事若成 赵姬要践行承诺立自己为王后 谦而为太子 郭开此时定然帮着仓女说话 因为赵王若不同意 必然掐脖逼着她想办法 赵姬为了坐稳王位 只能答应仓女的请求 得到允诺的仓女在回城路上 让侍女将赵姬引到竹林 利用赵姬对自己的好奇心 不断勾引赵姬喝下阳春酒 就在仓女地上最后一杯酒时 赵姬要笑发作意乱神秘 竟冲上前去将仓女扑倒 欲行不轨之事 仓女见赵姬中计 迅速用指甲划伤赵姬的脖子 随后一脸沐浴的亮明身子 发现中计的赵姬恼羞成怒 想要活活掐死仓女 却被外面的侍卫拦下 倒霉的赵姬 无奈只能听了仓女的话 次日上朝 赵姬虽知仓女得手 但为了万无一失 还是安排无数兵甲在宫殿外面戒备 自己手也一直握着剑 仲臣见赵姬回朝 正等着赵姬大骂赵姬昏庸无道 大家好趁势而为废了赵姬 结果赵姬扑通一身跪下 眼含热泪归着走向境前 赵姬见赵姬消停地成沉了 松了一口气 放心地将手从剑上拿下 于是一场功便还未开始 便仓促落下帷幕 吕不韦以为赵姬怎么也得积出点水花 结果没想到赵姬这么惨 事后赵王衍也履行了承诺 不顾重臣反对 立昌女为王后 其子赵姬为太子 秦国辅助郭开为秦国说了不少话 奈何赵衍抗秦之心浓烈 想当合纵长 郭开聪明地赶紧转换风向 赵王衍当即派赵姬庞乱 游说六国伐秦 第一战便是颇有实力的楚国 杭暖游说列国合纵伐秦之事 被秦国密探报于李斯 李斯将六国预要合纵之事 告诉了吕不韦后 相当吕不韦国为迎系上将军蒙奥 三人一脸杀气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进攻和大王嬴政商议对策 按耐很久的蒙奥老将军 根本瞧不起六国联军 当即放眼打他 此时的往往还看不清形势 劝嬴政收买六国全臣 意图将合纵扼杀在蒙芽中 李斯反驳以前还行 嬴政想将联军精锐全杀了 而吕不韦觉得让联军入关 风险太大 嬴戏也害怕万一吃不掉 咸阳会成危局 所以同意吕不韦的策略 嬴政对卫手卫尾的打法不赞同 可吕不韦觉得大秦到今天不容易 不愿意冒一丝危险 关键时刻还是李斯打圆场 嬴政见此只能同意 此时咸阳乃至各国九四 全是传言嬴政和赵姬不合 吕不韦和嬴政闹翻的消息 仇情甚深的赵燕听此开心坏了 此时的赵王岩已经挑了 要和秦国开始单挑了 而此时楚国在秦国有心股动下 须紧召三家同意出兵伐秦 楚国出兵了 魏王出兵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但是担心和之前一样被秦按着打 吻了一手的魏王 令大臣先去打探韩国出兵意愿 这样万一有事 秦国不至于枉死打魏国 还有韩国帮着鼎类 吕不韦见有阴影的韩魏磨磨叽叽 故意派政祸当街羞辱韩人卫人 吕不韦这一巴掌 将韩魏直接扇向了赵国 于是赵魏韩楚燕五国 开始逝世大会杀鸡饮穴 而其国再次选择置身世外 赵魏韩楚燕五国代表杀血为盟 以楚国春生军黄歇为合纵长 赵国老将旁暖为统帅 合纵六十万精锐之师 邪滔天恨意浩浩荡荡直奔情境而然 此时的秦国蓝田大营也热闹非凡 超多重磅人物陆续登场 第一个战马开挡牛气轰轰登场的 乃是银杏宗室之首国位银杏 第二个吕紫棋坐马车而来的 便是大秦最高权柄 满腹智囊算计的秦相吕不韦 第三位到场的则是秦国秦王银政 秦王银政这排场无庸置疑 绝对是牛掰中的战斗机 此次五国合纵是秦王银政即位以来 最大的一场战役 秦王银政眼神坚定似期待已久 利落洒气地将秦王鉴别到腰间 随后熊啾啾气昂昂地带着蒙田蒙意 火速进入蓝田大营率仗 吕不韦也知此战至关重要 要倾赴寒谷关都战 银政自然担心吕不韦安危 没话语权的银政 此时只能懂事地回咸阳等待消息 秦王银政走后 吕不韦便升仗开始兵力扑排 吕不韦将七十万秦军分成三 四十万埋伏在寒谷关外 十万守关 剩下二十万由还以率领扎在阴境 以防有变故侧印内外 吕不韦的兵力部署传到咸阳 众人都觉得超稳妥 只有嬴政关心王鉴在哪个环节 吕不韦因王鉴跟他畅反调 让堂堂战神去押运梁草馆后勤 结果没想到马上要被打脸 五国联军确实来喊鼓了 只是没权来 三十万兵力是来拖住吕不韦的 另外三十万绕路后直奔咸阳而去 秦国威矣 这是秦国又一次王国之威 赵魏寒烟除五国和纵公秦 大权在握的吕不韦不听王鉴之言 执意要在韩谷关外全间敌军 七十万秦军韩谷关就安排了五十万 剩下二十万大军由还以率领 在阴境机动策阴以防有变 吕不韦以为铺牌已经很温 殊不知还是小瞧了五国联军 五国联军统帅庞乱 深知秦军骁勇善战 硬碰硬联军必死无疑 于是旁暖将六十万联军兵分两路 一路三十万赶赴韩谷关 拖住五十万秦军主力 另外三十万绕过韩谷关 从蒲板攻入快速向秦国腹地穿插 沿河南下域从阴境正线直奔咸阳 吕不韦见韩谷关指来了三十万联军 直大事不好 火速给负责机动的还以下令 还以收到吕不韦死命劫机的命令后 为保险起舰 奋兵五万给枪磊 命其在通往咸阳的必经地最成死守 自己则待剩余十五万兵马 在阴境誓死阻挡联军 不料联军在夺下第一处碍口后 再次兵分两路 一路由旁暖率十五万联军 旁标突进直奔最成 一路由向燕率十五万联军 在阴境死命缠住还以 向燕死死咬住还以不松口 而旁暖的十五万大军 则趁机开始猛攻最成 先是投石车一顿杂击 又来一波万箭齐发 随后无数云车往最成城下冲去 此时的最成虽只有五万兵马 但秦军强攻硬弩装备牛掰 于是尽管庞暖三倍兵力 却依旧不可破成 此时的最成若能挺十天 定能等到秦军主力回援 将敌军一窝端了 无奈最成咸阳弓箭储备总量 只够坚持七天 所以秦都咸阳无疑再次有破成之威 连军来势汹汹猛攻最成 近在咫尺的咸阳城内人心惶惶 坊间接传大秦将会破都亡国 关键时刻秦王银正临危不乱 一是听从李斯的建议 积压城内六国伤谷质子 以免他们继续散播流言扰乱人心 随后便照文武百官入宫境界 如今最成羽见只够阻挡三日了 银正命营生保护太后宗室百官 退守拥城 而自己则留下与咸阳百姓共生死 破成在即蜻蜓重臣同仇敌侃 银正之最成威在旦夕 于是火速发动百姓共守咸阳 秦王能为百姓身处险境誓死不退 老秦人又岂会差事 拿起干农活的锄头武器 纷纷加入保家护国的行列 此时被派去当后勤的王俭 见秦国生死大难 便独自去见嬴政建言良策 王俭之咸阳根本没多少兵马 于是提议从谢甲归田的老秦人中挑选两万人 再加上自己押送粮草的五千士兵 共带两万五千人 绕过醉城直击项燕中军 持援应进的桓义将军 只要桓义将军 能够趁势摆脱项燕在殷晋的纠缠 定可保咸阳醉城无忧 秦王嬴政当机立断 不但应允此事 还将自己的三千郎官全部交给王俭 此时的醉城与剑只够半天了 就在醉城秦军 准备明日晋身肉搏拼死一战时 黑夜中无数重劈战甲的老秦人 如鬼魅般快速绕过醉城 王英进的项燕大军直插而去 此时英进联军大营兵将正在休息 王俭这波气兵突然冲进 给项燕和联军都打猛了 趁着联军中军大乱之际 王俭赶到环以将军率长 请期待所有秦军持援最臣 自己和两万多老秦人来顶住项燕 环以将军之咸阳危机 也不莫尽火速带兵救援 而王俭则要拖住项燕十万兵马 次日 醉城的羽剑已经全部用完 秦军拿起近身兵器和联军正面厮杀 誓死守卫秦国最后的防线 而王俭面对项燕数倍兵力 老秦人拼死立战最终也死伤殆尽 最终只剩下王俭和樊乌七两人 就在联军大军压上要收割时 秦国主力终于回事赶到 此时的秦军主力携滔天杀意 似黑云鸭顶班风驰电掣呼啸而来 整个大地似乎感受到猛兽的低吼 开始震战不已 战况形势瞬间逆转 此时即将被碾灭的将是五国联军 而血气冲天暴力厮杀的醉城这点 秦军终于也等到了 还以将军的援军 旁暖剑在不跑要被权剑 果断下令撤兵 最终关中五国和纵公秦 虽离咸阳只有一步之遥 但最终上天还是眷顾了秦国 五国联军双打茄子 垂头丧气往回跑 殊不知近来容易出去难 轮到秦军收割了 回城路上见百姓议论纷纷 让樊乌七去探听下说的什么 樊乌七一顿打探后 将刘延上报 请命自己前去处置 禁止大家再议论此事 嬴政倒是无所谓 可赵姬听到留言坐不住了 当即将涵妮夫人叫来一顿敲打 涵妮见事情闹大 让儿子承娇杀了这匹野马 承娇不愿 气得涵妮柔弱之身 竟要亲自动手 承娇见此跪地拦住老娘 称要杀马就先杀儿子吧 承娇不知危机将致死不同意 而李四明显对吕不为心思摸得透 李四向秦王嬴政表露 大王加官在即 众臣开心不已 只有湘邦一场冷淡 嬴政觉得湘邦突然交出权力 一时不舍也正常 并未当回事 可以李四对吕不为的了解 吕不为绝不会毫无作为甘心放权 于是建议嬴政做第二手准备 那就是霸相 李四坦白倾向之为自己想过 但是绝不是为他而来 自己想的是驻明君一统天下 成就万事工业 李四诋毁吕不为的事 在嬴政耳边说了恩惠 可嬴政依旧相信吕不为不会服他 此时的吕不为真的对不起 嬴政对他的信任 权势终究模糊了吕不为的初衷 这是秦王嬴政最气愤的一次 自己前脚刚离开咸阳去军营巡查 后脚就背上手足相残的骂名 事情的起因是韩妮夫人 想将儿子承交代理权力的玄武 于是请承交的老师姚谷给出个主意 殊不知姚谷早得到吕不为受益 姚谷建议承交平军功受决得封地 倒是母子就可去封地远离咸阳的是非 至于军功如何拿 只需要夫人与韩王先通气 让韩王打假赛故意失掉五个城池就可 不知是记得韩妮听此照办 韩王知晓后当即派人来请 同意了假打仗的事 而且还要立推成交为秦王 在韩云三寸不乱之舌的游说下 韩妮答应了此事 随后韩妮便去求见嬴政 将韩国同意献帝的事和嬴政说了 请嬴政同意成交代兵出征 秦王嬴政嗅到危机看出不对 坚决反对成交代兵 韩妮一时糊涂 见嬴政不同意 竟然去求吕不韦李斯帮忙 吕不韦八步的成交早点去 但是也害怕事成后 嬴政为平报名 于是特意找来李斯询问意见 吕不韦就是想要借成交金筑赵基 来阻止嬴政家官清政 自己好继续掌控秦国大权 而李斯早就看透吕不韦的心思 之前李斯和嬴政两次说罢想 可嬴政被吕不韦的恩情所牵绊 迟迟不愿意下了决心 李斯此举就是想让嬴政看清 吕不韦到底是个什么人 所以李斯鼎力支持吕不韦这么干 吕不韦听此当即带着写好的诏书 去找太后赵基盖印 赵基对老情人信任有加看都不看 便让老尔直接去盖印了 得知情况的嬴政 让王婉去拦下成交 不料却被李斯拦下 李斯直接把吕不韦卖了 直指吕不韦此举乃是为了夺权 成交不过是其手中的棋子罢了 嬴政认为吕不韦此举 是担心自己王位动荡 所以并不相信吕不韦有私心 李斯见此谏言照命一般不 收回万万不妥 大王可以作弊上官 若是不放心 可以派稳妥的梵巫器陪同 嬴政听此只能同意 成交和梵巫器等人去罚韩 韩国果然守信用 成交大军一道还没打 就白白献上了五座城池 坐镇咸阳的嬴政听此 终于松了一口气 放话等成交回来定要重省次觉 随即又当众宣布将要亲往大秦军营视察 以便知彼知己 吕不韦不想嬴政脱离视线 以大王安全为由 竟然要嬴政等房屋期回来再去 不料嬴政直接让蒙田暂在郎中 再加上李斯富贺提议 最终王俭与蒙田率三千郎官是假 嬴政这边还没来得及走 咸阳便传出流言 说成交遇对秦王不利 城墙上还有成交被刺嬴政之徒 嬴政看出这是有人故意挑拨 所以刻意给歹人提醒 嬴政亲自去蓝田大营迎接成交 就是想警示众人成交不容伤害 随后更是直接封成交为长安军 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的嬴政 放心地去巡视军营 不料咸阳风波再起 此次风波的始作俑者便是赵基 赵基从落矮这听到咸阳传闻后 害怕成交对嬴政王位有危 当即命落矮搜集罪证 隔日秦廷朝会上 头脑简单的成交已经跳入陷阱 请命领兵伐赵 吕不韦正要借此窜多成交谋反 没想到落矮突然站出来了 扬言掌握了寒妮成交谋反的证据 随后便将查获的书信奉上 吕不韦怕赵基坏了自己大事 赶紧为成交开脱 不料赵基自以为是 宗氏之手迎戏不想成交被冤枉 赶紧站出来为成交说话 可赵基认准的是 谁也劝不动 最终韩妮被囚禁雪宫 成交被送到廷卫府审问 此时的秦王嬴政正在返城路上 得知老娘竟然把成交下饮 顿时气地吐血 当即带领蒙田蒙义 率领亲戚快马赶回咸阳 此时的赵基正和两孩子玩耍 得知嬴政突然回来了 给老矮吓坏了 抱着孩子开始藏 嬴政闭眼睛也想不到 自己喜提两个病 所以最终还是未能发现端倪 忙着询问赵基为何要下狱成交 吕不韦之前已经劝过赵基 再加上嬴政求情 赵基最终同意放任 次日清早 成交受赵入宫 韩妮在小叶的口中 得知了赵基和老矮的奸情 为了保证儿子以后的安全 以命换命 自枪在赵基面前 只希望赵基日后能放过成交 而韩妮临死没想明白的是 赵基其实也是棋子 想让成交死的是吕不韦 韩妮为了保护儿子成交自杀后 并未让吕不韦动了侧影之心 此时的吕不韦在得知 嬴政请嬴戏助力自己快点清政 好有保护弟弟成交的能力后 当即令心复繁无期接近成交 表面上宽慰成交 实则是享誉弃反情 成交因为经历丧女之痛 终对擎蹄寒心 所幸同意率领一职兵马反情 抑郁报仇血恨 就在此时赵国奸细莫弊 赵长站在门外偷听打探 结果被樊无期当场抓获 樊无期威胁莫弊替成交送信 联络赵韩两国发动援军 韩王安赵王眼见此心大喜 自以为稳操胜权 还要拉着魏王爷一起干 于是赵魏韩三国皆同意出兵 樊无期恭贺成交的同时 故意提议他尽快说服向邦赠兵 傻呵呵的成交当即跑来找吕不韦 请命自己要领兵伐赵 吕不韦嘴上关心不已 心里早就笑开花了 顺水推舟同意了此事 为了防止华阳太后出来搅局 吕不韦承诺自己可以将 流放在上郡的杨泉军 米臣派回咸阳 吕不韦堵堵住了华阳太后的嘴 便召开擎廷会议 将成交出兵伐赵之士提了出来 迎戏看出吕不韦包藏祸心 极力建言阻止成交出兵 无奈大秦最高权柄在吕不韦召集手中 迎戏说破嘴皮子反对也无效 最终赵命还是下了 得知情况的嬴政 火速跑到老娘赵姬那儿 为请老娘受回成命 并表示自己可以将成交点为庶人 牵制荣西 让他终身不准回咸阳 赵姬见儿子给自己行如此大力 又苦苦哀求 当即同意带着嬴政去找吕不韦 结果两人刚要起身 不料吕不韦快了一步 成交率军抵达秦赵边境 赵氏赶紧入营 城上郭开手书劝成交赶快返了 成交先前受仇恨蒙蔽 可他终究还是心怀善念 临在关键时刻开始迟疑 樊吴妻受吕不韦所托 不想功亏一亏各种劝说成交 成交毕竟年轻心思单纯 被樊吴妻一顿吓唬家忽悠 还是同意了发布反叛习文 此时的成交丝毫不知 自己已经落入圈套 成交反叛秦国的习文益处 嬴政看到时知道成交中警了 赶紧让蒙田去将人带火 此时的成交还傻呵呵地在等待 而完成任务的樊吴妻 则悠闲地喝着茶 静静地等待秦国大军到来 就这么待了几日后 秦将王俭率十万秦军来了 成交见王俭来抓自己 还等着樊吴妻替自己出手 结果樊吴妻直接反省 此时才得知被骗的成交 当即和樊吴妻扭打了起来 想要死前拉着樊吴妻陪葬 结果没打过反被樊吴妻拿下 王俭当即拿出相邦指令 将成交以通敌卖国罪掌 成交死呢 赵军一退 魏涵自是赶紧撤兵往回跑 而吕不韦则趁此赶紧游说赵姬 意思就是大王的王位并不安慰 除掉了成交还有别的嬴性子孙 嬴政年龄小众情义 容易被宗室摆弄 还得再历练历练 宣太后临朝四十年 这才有了昭襄王的长寿和丰功伟业 意思就是大秦还得靠咱俩管了 不懂政治的赵姬听了老秦人的鬼话 在年终大潮会上 索性力排众议 当庭宣布延缓迎政贯 穿多召集阻止自己轻政 终于明白吕不韦的野心 他做这一切根本目的乃是不想放权 心寒无比的嬴政 将自己关在屋中一整天 直至深夜才召见李斯 嬴政已经受够被人操控戏弄 所以他不想再忍让了 于是安排李斯实施霸相计划 秦王嬴政不想像先祖招相王一样 被外妻压制苦苦忍耐四十多年 嬴政决心霸相 夺回属于自己的大权 嬴政一方面命李斯寻找扳倒吕不韦之法 自己则来争取华阳太后的权势支持 以此来抗衡赵吕两派系 华阳太后本就是聪明人 早就瞧出嬴政非持终之物 也知道李斯如今想扶摇再起 只能抱紧嬴政的大腿 于是借着给米臣接封宴的机会 向米氏一族表述立场 那就是米氏日后将支持秦王嬴政 华阳太后对嬴政赞誉有加 笃定他是改天换地一品天下之人 可米氏众人眼光短浅 见秦国如今的军政大权 且被相邦吕不韦牢牢握在手中 觉得华阳太后说过了 华阳太后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 吕不韦从一戒伤骨到权倾朝野 谋略胆识确实都超于常人 华阳太后坚信吕不韦不是嬴政对手 所以刻意提醒所有米氏族人 日后谨记 永远要忠于大王嬴政 而此时的嬴政也确实经得起华阳夸赞 比以前沉稳多了 吕不韦为了还凡乌七又成交谋反的人情 进攻进剑请秦王嬴政同意 派凡乌七出兵乏味 嬴政安耐住情绪没有暴跳如雷 而是委婉地提出交换意见 那就是命蒙田为郎中 李思成为客卿 双方心照不宣接同意了此任命 嬴政随后还演起了戏 假模假样地说 自己刚刚拜读完了吕氏春秋 让吕不韦给自己解惑其中细节 吕不韦一听嬴政看了自己的书 脸上笑出了花 表态自己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回家路上人不禁感叹嬴政的变望 就在吕不韦开心不已时 殊不知已经有弓箭瞄准了吕不韦 无奈黑衣人剑术一般 两剑射下去 吕不韦毫发无伤 黑衣人自己反被吕不韦的保镖 追得狼狈逃窜 这个狼狈之徒 就是想为成交报仇的宗室子孙银鱼 鱼逃窜中不小心跑到李斯府底 被李斯府内高手兴盛直接制住 李斯让人拉下面照一看是银鱼 听手下禀报相府正在追刺客 瞬间明白银鱼去干嘛了 李斯之宗室是站在银正这边的 不想宗室受到银鱼牵连 于是亲自出门应付想进门搜捕的正货 好不容易将正货搪塞走后 便让长子里有把银鱼藏匿在柴房内 命心胜看守 结果这个人还真没白酒 后期还真有点用处 第二天朝会上 银正和吕不韦按之前所约 给蒙田李斯坊乌气都升官了 双方你好我好大家好 是大秦朝堂新的一股势力进入了 那就是软饭王烙埃 赵姬竟然也要给烙埃封赏 赏赐的名目就是秦法有定 告奸者与斩敌手同工 赵姬以烙埃举报成交叛变仪式 要给烙埃次举 赵姬平常就是无知蠢父 如今为了秦郎竟然能言善变 占着成交叛变的血馒头 力推男宠烙埃上位 吕不韦想阻止又不敢得罪赵姬 老奸巨华踢皮球让仲臣说个看法 秦廷仲臣纷纷出言阻止 只因大秦将士破敌护国血染沙场 出生入死才赚得的爵位 怎可如此轻巧地就要赏给烙埃一个太监 宗室之首迎戏和上清姚谷街站出来说话 就在双方朝的白热化时 唯一知道烙埃和赵姬坚勤的李斯 站出来投了赞成票 李斯也是惊啊 故意将皮球又踢给吕不韦 吕不韦故作咳嗽 称自己与朝臣在商议商议 赵姬听此一脸含义地看着吕不韦 称自己那就等待相邦消息了 而此时的吕正见二人互掐 心中若有所思 下朝后 李斯便向吕正透露自己此举何意 吕正也感受到今日朝堂微妙 曾经对吕不韦言听计从的母后 竟然为了四人和相邦乃至重臣争论不休 不明所以的吕正 赶紧请问李斯有何主意 李斯并未着急将烙埃召机的奸情禀报 怕刺激了吕正影响布局 只是将烙埃曾是吕不韦射人 是吕不韦将烙埃送进宫的事说了出来 李斯指出烙埃就是粗人一个 他若得是必定招惹众怒 众怒之下若追究起来 相邦吕不韦自然逃不了干系 吕不韦大权在握十几年 赵姬又对他言听计从 吕正想夺回权柄其实并不容易 而李斯确实给吕正出了个好主意 吕不韦真就栽在烙埃手里了 烙埃绝对是吃软饭剂的巅峰 堂堂秦国太后甘心给他生孩子不说 还立排众医要给他封喉 此时的烙埃绝位编制还没下来 人已经飘了 竟然敢和宗氏之手迎戏动手了 迎戏身兼国卫 拿下烙埃这跳梁小丑相当容易 但是考虑到烙埃背后的太后 迎戏为了蜻蜓安稳只能忍气吞声 吕不韦得知烙埃竟然和宗氏动手 气得直接扇了烙埃两个耳光 吕不韦设计杀成交易事 本就让迎戏宗氏对吕不韦不满 如今烙埃不知轻众如此狂妄 这不是逼宗氏和自己反目吗 吕不韦留下烙埃罚柜 自己则赶紧去给魏阳君迎戏陪笑脸 此时的迎戏被烙埃气完了 也没以前好说话了 直接表态相当有诚意 就提着烙埃的头来见 迎戏不知烙埃和赵姬关系 吕不韦知道又不能说 于是只能说漂亮话 称大王还未轻正 自己执意处罚烙埃 就怕与太后生出局域 让迎戏为大局考虑别计较 吕不韦这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 而在宫内的赵姬 听烙埃英与迎戏打架 被吕不韦安排在相府罚柜 顿时心疼枕边缘 当即跑来找迎戏 此时的迎戏也是瞎了眼 一听心上人赵姬来了 一脸期待地跑出来迎接 赵姬进入内殿后 先是将迎戏当初在咸阳宫外 帮自己和迎正进城的事说了 随后便送给迎戏一个美貌侍女 迎戏不明赵姬此举何意 赵姬走后便直接询问侍女小子 迎戏得知赵姬是为烙埃来 爱而不得开始戒酒消丑 小子想为迎戏跳舞 迎戏刚开始说自己从来不喜歌舞 后来听小子说和赵姬学的 不顾打脸让小子赶紧去跳 看着翩翩起舞的小子 迎戏心中想的都是赵姬 知道自己与赵姬永不肯明的迎戏 只能哭着聊未心中的苦楚 第二天 魏文君迎戏来问迎戏 吕不韦将如何处置烙癌 不料迎戏告诉迎戏 太后亲自来了 所以自己已经给吕不韦去戏 让她无需再追究此事 迎戏对赵姬不经意间展露的情怒 还是没能瞒过好兄弟迎戏 迎戏只能劝迎戏别放糊涂 到时再把自己也绞进去 自此烙癌顶撞魏阳君之事没了下午 李斯没想到烙癌和宗氏之事 安压得这么快 于是再次想出一击 将有救命之恩的银渝放出来 让他去烙癌身边当自己的眼线 李斯嘴上说是想查 自己为何被烙癌夫人刺杀的事 实际却别有用心 一是让银渝窜多 烙癌继续无法无天 二是想查出烙癌和赵姬奸情的铁证 只因当初给李斯报信的公务 刚出门就被烙癌派的人杀了 李斯如今只能再做打算 此时烙癌俨然是咸阳新贵 毕竟和国卫动手还能安然无恙的 除了烙癌还真没别人 盈渝被李斯放了后着手接近烙癌 因为盈氏公子的尊贵身份 再加上盈渝有心的奉承 于是很快就和烙癌打成一片 此时吕不韦扶底管家正火 见烙癌名声大气 气不过在酒楼故意找茬 走前还指桑骂怀给烙癌难堪 盈渝这百名是窜多烙癌和吕不韦开干 而此时不满吕不韦的还有盈细 盈细当着秦王盈正面挑明了 大秦最大的祸根不是烙癌小人 而是相邦善权 盈细和李斯一见一致 那就是让盈正霸向 盈正害怕宗氏头脑发热打乱计划 让宗氏先沉住气 盈细觉得宗氏在自己手上 被搞得一点话语全没有很是愧疚 盈正见此表态 宗氏是大秦首领 自己绝不会让宗氏落寞 让盈细沉住气一步一步来 盈正这边有了米氏宗氏 乃是文武百官多数支持 吕不韦因为落儿被搞得一身脏水 盈正正在逐步收归自己作为秦王 本该掌控的权力 为了清政后开启灭国大战 盈正提前来视察秦国粮仓军备 以及郑国渠的修建情况 盈正第一项视察的就是粮食储备 结果发现秦国粮储远远超过自己预期 此时的六国百姓很多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而大秦府不充盈不说 粮食橙色也极好 而这样的大仓大秦竟有千余作 不得不说 吕不韦确实是为秦灭六国 攒下不少家庭 盈正虽决心霸相 但却并不代表会无视吕不韦的攻击 当即给相邦吕不韦深深一半 李斯见秦国粮储如此牛掰 再次劝言盈正赶紧开启灭国大战 储备牛掰就罢了还能回收利用 迎戏和李斯皆纷纷称赞 吕不韦为大秦攒下足以平天下的家业 秦东出灭六国指日可待 不想吕不韦却表示着远远不虑 经常挨打的魏国剑刺 赶紧派人给落矮送礼 想要通过落矮将魏女嫁给秦王 希望因为殷亲关系 秦国能少打几次魏国 魏家大魏女嫁秦王的几率 魏王还叮嘱手下 给吕不韦也送去一份厚礼 省得一棵树上吊死 而赵国郭开在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派自己的弟弟郭丹 去恭贺赵人落矮受封 随后便赶紧将好消息告诉赵王爷 此时的长信侯落矮府邸 集结了六国使臣质子奸细 那真是一个大杂会 落矮对魏国赵国的礼物非常满意 赶紧引众人进屋参加宴席 不久后秦太后召集到场 亲自为情人称场面 就在此时载着魏女的车受惊 关键时刻 卫尔续码技术让德 当即拦下车架英雄救美 魏女一下被魏尔迷住了 也忘了初始任务 和魏尔按送丘波不说 还将头上的首饰送给了魏尔 赵姬见秦郎和别的女子谈笑风声 当即吃错了 赵姬见魏尔没跟出来 更加生气了 不但魏帮魏国牵线嫁秦王 还大发雷霆给魏使魏女疯走 走前特意送上昆山之玉给魏女 说是因为用了魏女的海珠 魏女间定情信物被魏尔给了太后 自知自己是自作多情了 至此魏女嫁秦王事情失败 而更惨的是当吕不韦得知 魏国给自己送了礼物 还给魏尔也送了后 觉得魏国手术两端太过可恶 竟然要让樊乌气乏魏 魏王也是倒霉 送两分钟里 结果反倒挨打了 秦魏大战结局也是毫不意外 秦国轻松掀下魏国两城 魏国无奈 又得割地求和了 自从魏国原成蒲阳已被樊乌气功战风 银正猜测魏国必然会割地求和 此时区区几座城池的割舍 早就入不了银正的眼了 魏日后扫灭六国考虑 银正准备给魏国开出两个求和条件 迟到深入魏境 大秦瑞士便可长驱中原 道士秦国借此 北面燕照南下基础 游刃有余那可方便太多了 李斯开心银正看得如此之远 又加了一条求和条件 那就是魏自秦化 李斯虽然私心很重 但是他的想法确实超前牛掰 李斯的一番话让银正毛色顿开 银正当即敬了李斯一杯酒 将烈酒一饮而尽 而事情果然不出所料 被打拈了的魏王 迅速派魏国使臣入情求和 魏使奉命递交国书 吕不韦一瞧才给三座 觉得魏国只是打发要饭的 狮子大开口索要十座城池 就在魏使荒的不知如何是好事 秦王银正说话了 银正表示魏国不想割地也行 只需答应几个条件即可 魏使知道银正这些条件 其实比割舍城池更狠 魏国奸细转身送给烙矮一个 可以白得封地的大买卖 还说以后烙矮就是魏国的靠山了 烙矮被魏国诱人的条件吸引 赶紧去找老情人赵姬帮忙 此时的赵姬 正愁该听老情人的还是听儿子的 结果烙矮让赵姬听自己的 第二天 魏使入殿提出了魏国的决议 老情人和亲儿子也没干过些男友 赵姬当即拍板要定下此事 吕不韦赶紧给银正识眼色 可银正却聪明地未发一言 于是魏国哥给秦的底 全都便宜软饭王烙矮了 还把河西的太原郡给烙矮做了封国 封完地就罢了 赵姬下一步更是惊掉众人下巴 自此软饭王烙矮 凭借强硬的身体素质 仅靠雨水之官 一跃成为大秦最高权柄的代言人 大权在握 河湘邦吕不为平起平坐 就在这铺排准备的关键时刻 心腹李斯却被烙矮派去楚国出差 要其参加楚王雄玩崩式的葬 嬴政不愿放李斯走 李斯见颜烙矮的身后是太后 此时还不宜和太后闹将 嬴政听词只能让李斯早去走 李斯复楚的差事定下来后 图谋不轨的软饭王烙 轻飘细选一群武艺高强的刺客 让他们伪装成处人 在楚国将李斯杀了 只因软饭王烙怀疑 宫女业在临死前向李斯透露了 自己和赵姬的真正关系 所以才大费周折飞在楚国杀人灭倒 华阳太后者得到一个重要的占卜消息 嬴政一直都知道祖母算挂者 毫不迟疑地叫来心腹蒙田 让他火速派可靠之人付出 保护好李斯和米辰的安全 而此时的李斯米辰经过多日颠簸 已经抵达楚国寿春 春生君黄蝎和李源专门设宴款待 楚王丧礼之日 李斯米辰及楚国文物百官 暗流程陆续赶往吉门入宫 两旁百姓也争相为官 殊不知两火刺客已经悄然躲在人群中 手中拿着利刃叙事待发 不知危险的李斯和米辰刚刚下车 恰巧见春生君黄蝎到了 双方刚打完招呼 只见人群中窜出无数手拿利刃的杀手 众目睽睽朗朗乾坤之下 给春生君黄蝎那是一顿捅 老外派来刺杀李斯的刺客 被突然的变故干猛了 见李斯已有了戒备官兵也道 只能暂时放弃刺杀计划 春生君黄蝎都死透了 百姓和隐藏在人群的刺客跑没了 李源带着官兵才姗姗来迟 随后楚太子汉也跑了出来 对着春生君的尸体嚎啕大股 其他人见此颇为动物 只有李斯察觉到一样 甚至看出李源只是在洋装悲痛 并非出自真心 就在李斯不知楚国这是闹哪出事 返回驿馆途中 李斯发现那日在花园里 劝春生君小心李源的门客珠光 此时正背着包袱仓皇离去 似乎想要趁机出城 李斯命兴盛将珠光带到驿馆 通过珠光和米辰的讲述 才获悉楚国皇室惊天丑 原来楚王雄丸的王后乃是李源亲妹 早先曾与黄蝎有染 继而诞下楚太子米汉以及次子女 全臣李源为了楚太子米汉即位后 自己能独揽大权 豂养刺客刺杀黄蝎 想要取而代之 珠光之前就提醒过黄蝎 无奈黄蝎并未荡回事 所以才遭此大难横世街头 珠光怕李源日后 会对自己这些春生君舍人下手 唯恐祸患殃及 所以才想连夜出逃 得知来龙去脉的李斯 给了珠光一些盘缠让他快些逃命 自己也想立刻离开这是非之地 无奈米晨和黄蝎就有一场 横死街头不祭奠一下说不过去 于是李斯决定陪同米晨同去 打算完事后立即返回咸阳 米晨对李斯肯陪自己来很感动 这李斯是嬴政心腹 不把李斯当外人当即表忠心 双方正你好我好大家好事 忽然危机将至 城门口刺杀失败的杀手 见李斯米晨半夜出来 趁着夜色想直接灭口二人 侍卫和刺客当即血站在一起 无奈刺客人多有备而来 车架内的米晨不幸被刺伤胳膊 就在外面刺客想要救死两劫二人时 这马似乎有灵性 一个歪头就将行凶的杀手甩下马车 拉着李斯米晨往前狂奔 刺客见此则火速在后方追赶 马车在夜色中跟持过快 突然被障碍物拦下动弹不得 李斯米晨也不废话果断骑车 想着赶紧跑出这危险之地 不料刺客身手敏捷 下车后没逃几步 就被一群刺客追上 二人手无腹肌之力 根本不是刺客对手 千军一发之际 嬴政派来的救兵及时赶到 前面的几个刺客直接被射杀 后面的刺客见大事不好要跑 最终也都没逃了 死在了训练有素的秦军手 李信报完身份后火速退退 而收起剑的李斯此时也猜到 这群杀手并然是烙矮派来的 因为宫女业死前 确实已经将烙矮召集的奸情 告诉了李斯 也幸亏嬴政有所准备 李斯才侥幸没被灭口 烙矮和太后的奸情才得以暴露 这是秦王嬴政加官前的关键时刻 可心腹李斯却被烙矮支去楚国 嬴政只能派出上清姚谷去探听下 吕不韦对自己加官轻政的态度 姚谷之前虽帮吕不韦设计成交 但初衷却是为了秦王王位安稳 可吕不韦事后竟以此为借口 穿多召机拖延嬴政加官轻政 这可属实是姚谷没料到 所以姚谷此次甘愿替嬴政前来 禀明落矮敢胡作非为扰乱朝纲 皆因太后给他撑腰 相邦若是同意让大王早点加官轻政 将大权还给大王嬴政 落矮的问题将淫怨自己 姚谷嘴上说的是赵姬 其实就是在点吕不韦 再把这权势不撒手 那就有窃国之嫌了 更是列举了秦王嬴政诸多优点 再加上这么多老臣共同辅度 相邦还有何不放心的 姚谷说话很有分寸 利弊也都点出来了 此时的吕不韦若同意交权 嬴政直接就拿下跳梁小丑落矮了 可被权欲迷失双眼的吕不韦 同意嬴政轻政但是却有条件 那就是必须按自己的吕氏春秋来治骨 姚谷见吕不韦好歹松口了 支持嬴政加官轻政了 赶紧将好消息告诉了嬴政 可嬴政却早已猜到 吕不韦定然有附加条件 嬴政就知道吕不韦不会这么痛快 直言若按照相当的想法 在李月崩坏的战国推人正治骨 自己有生之年 灭六国统一天下 恐怕将是痴人说梦 此时的姚谷毕竟是四十重臣 看得清评价的也很重 吕不韦攒家的确实牛掰 但是灭六国说实话他真不行 嬴政不想秦国百年奋发 因慢慢蚕食而导致有翻盘的威胁 可若一口回绝 又怕吕不韦像之前设计成交一样 继续暗中阻碍嬴政家官轻政 两难之时 蒙田认为嬴政应该先顺从吕不韦的想法 待轻政拿到实权再说 道时局势必然反转 嬴政听词只能这么办 让上清姚谷为自己加官之事 多多奔波走动 此时的秦廷朝堂 蠢夫赵姬根本不露面 让南宠�奥带其行监国治权 吕不韦妖急发作又无法上朝 嬌矮在盈余等人的窜夺下 竟然毫无缘由地罢免四个要治官员 安排自己的四个清醒担任 嬴戏毕竟是嬴氏宗族之首 见嬌矮如此霍霍秦国根基 气不过出来阻止 嬌矮如此霍霍秦国根基 气不过出来阻止 嬴戏是真憋气啊 但是却无可奈何 嬴政虽表面平静 但是心里已经翻江倒海 恨不得将嬌矮碎尸万短 下朝后 尝到权力填头的嬌矮 开心地回来看媳妇孩子 相认值办妥的是告诉了赵姬 一家人其乐融融时 气疯了的嬴政突然杀来了 得知消息的嬌矮赶紧命是你 将孩子带走藏好 不宜会一脸寒霜的嬴政进来 嬴政让嬌矮出去 嬌矮刚想走 却发现孩子玩具没兽 害怕被嬴政发现奸情的嬌矮 处在那一时慌不择言 嬴政虽想用嬌矮搞刀履不为 但是嬌矮这么霍霍大情 嬴政也是真的怒啊 当即抽出秦王剑 想给嬌矮一刀 嬌矮做害怕状 偷偷将玩偶拾起 嘴上喊着太后救 暴怒中的嬴政不管那个 想一刀结果的嬌矮 没想到便宜老娘一把推开嬌矮 堂堂太后竟然为个太监挡箭 属实给嬴政震惊了 赵姬除了蠢 最大的本事就是骂儿子 和上次嬴政去庸城一样 言语冰冷倒打一耙给嬴政一顿骂 心寒无比的嬴政回来后 又把自己关进了小黑屋 这时石楚的李斯终于回来 被气得半死的不只是嬴政 嬴戏见朝堂被烙矮搅得不像样 和嬴政商议想请德高望重的关内侯出山 宁杰宗氏百官之力拿下烙矮 不料消息被赵姬安插的眼线小子听到 小子随后便将消息转告给了赵姬 而吕不韦从王婉嘴里得知朝堂情况后 想着嬴政既然同意用吕氏春秋治国 并未着急 想等嬴政轻政后再收拾 此时的嬴政被跳梁小丑闹矮 以及便宜老娘的偏帮气的心脏疼 也许是上天怜悯 终于有个好消息 那就是嬴政有儿子 公子扶苏的降生 终于给嬴政满目疮痍的心 带来一束治愈的曙光 嬴政一扫一埋欢呼自己有儿子了 不想更大的噩耗 其实嬴政还尚未得知 官内侯被嬴戏请来驱逐烙矮 可这无疑将打乱嬴政的部署 此时嬴政还无法将事情相告 只能劝官内侯回雍城别汤浑水 官内侯性子执命 不除掉乱臣烙矮死都不止 吕不韦怕宗氏逼烙短而走险 万一谋反最后再殃及到自己 只能亲自劝官内侯回去 官内侯见秦婷在吕不韦的把持下 大秦乱臣当道气不打一处来 给吕不韦一顿骂不说 连嬴政那也是没跑了 更是表态当年咸阳满城流言 说嬴政是相当和赵姬所生 宗氏支持了嬴政 才有了如今秦王 若嬴政不支持宗氏 那就别怪老夫无情 将嬴政从宗氏处理 倒是他这个秦王 可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吕不韦劝官内侯不要乱说 当年那是已经定性为谣言 要是还借此栽赃大王 那可是要杀头的死罪啊 官内侯见吕不韦还敢斥责自己 顿时暴跳如雷 提着剑追着吕不韦骂 吕不韦说完话喘得粗气 撒鸭子往家跑 他是真怕官内侯一时暴露 再给自己一刀 到时那可真是犯不着 吕不韦在官内侯这受了委屈 相府加载正货本就瞧不上烙矮 于是劝得烙矮外出打猎时 四字重金买杀手刺杀烙矮 烙矮本身就有点防身手段 再加上身边有高手为人破宝铺 刺杀最终失败 而杀手则被正货安排人灭口 烙矮从情妇召击嘴中 早已知官内侯来咸阳的消息 当即以为这是官内侯为杨军干的 发动狐朋狗友帮着查出证据 盈鱼一直帮李斯在烙矮身边作问 结果被不知情况的官内侯除了踪迹 盈鱼怀恨在心想暴 所以向烙矮提议先去进贤局调查 一丰对刺杀知识毫不知晓 可烙矮一伙非逼着他说出幕后黑手 盈鱼更是蒙着眼睛 故意拿剑射死两个仆人 趁着一丰惊慌不已时 恐吓他污蔑迎戏和官内侯两人 在盈鱼的逼迫下 一丰污蔑是官内侯和盈戏干的 烙矮火速找情人赵姬为自己出头 赵姬只能给吕不韦施压 吕不韦劝赵姬分清轻重 太后若敢为烙矮动官内侯 宗是必和太后殊死一搏 大王王位不保咸阳义主 对他们来说也非难事 召集察觉到此事的严重性 也深按吕不韦的手段 所幸同意不再追查刺杀之事 事后 吕不韦得知是盈鱼从中挑拨 将盈鱼抓到相辅审问 盈鱼死不承认 吕不韦雷霆大怒下令要处死盈鱼 关键时刻四人凤王命前来要人 盈鱼才得以保全性命 伪门关走了一遭的盈鱼 被带到张台宫后 知道是盈正出手救了自己一命 宣誓誓死效忠大王 可在离宫之后又起了歹意 此时盈系觉察到关内侯有危险 盈鱼安排他坐车离开咸阳 盈鱼收到消息 立即鼓动老矮亲信和自己一起 前去捉拿关内侯 晚兵马的畏畏要职 被老矮安插了自己人 所以关内侯最终被盈鱼抓走 关内侯入狱后 盈鱼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严刑拷打逼迫关内侯承认 自己和盈系派人刺杀了老矮 盈鱼的丑恶嘴脸 让关内侯坐 关内侯宁死不屈 趁机张口咬了盈鱼 被咬的盈鱼恼羞成目 立即让狱卒围殴关内侯 年事已高的关内侯经不住这般毒打 当场弃绝而亡 盈鱼发现关内侯被自己打死了 直到大事不妙 恰巧老矮等人正从外面进来 深知自己闯下滔天大货的盈鱼 赶紧跑到旁边躲起来 盈系得到消息便立即去找吕不韦 两人一起去找老矮要人 好不容易来到这 结果看到的却是关内侯的失神 盈系发疯般打倒老矮 发誓与他不共戴天 老矮根本没把盈系当回事 一脸无所谓的离开监狱 而吕不韦看着远去的老矮 眼中迸发的杀意已经掩藏不住 得到消息的李斯 赶紧向盈正禀报关内侯遇害之时 盈正从未料到会有如此局面 震惊盈鱼胆大妄为 但是已发生 只能叮嘱李斯随时留心盈鱼 还有就是务必压住宗氏怒 只是可惜了关内侯 他本也是为秦伯设计安稳而来 最终却惨死在狱中 这是软饭王老矮最禽兽不如的时刻 明知小子已经怀有盈系的骨肉 仍是在车厢内将他强行侮辱 被凌辱的小子 万念俱灰地回到府邸 决心将老矮与赵姬的秘密告知盈系 盈系虽震惊召集老矮的奸情 但是考虑到关内侯还未下荡 便想着先去处理好关内侯事 结果没想到小子将秘密说出后 朝盈系说了句来生再见 便直接跳进了旁边的身体 等盈系奔去时已经来不及了 关内侯那可是宗室元老了 无故被烙矮的人抓进大狱 刑讯逼供围殴致死 如今自己的夫人孩子一尸两命 这事但凡是个人都忍不了 暴怒的盈系操起长歌 率领宗室众人要同烙短的你死我活 正当一群人浩浩荡荡冲向大门时 盈生从外面跑过来抵死相来 苦苦哀求盈系切莫冲动 即使想杀烙矮也得好好谋划才是 大哥你这样手持长歌 硬闯甘权功根本没戏 再加上烙矮府中有上千门客 这点人这么急吼吼地过去 杀不到烙矮不说 还可能被烦咬一口 盈生死死拽着长歌不松手 因为宗室元老关内侯已死 刺车树长盈系若是再有差池 没有主心骨的宗室 可真就是一盘散杀完蛋了 盈系眼中迸发的恨意都要凝死了 但也知这么去杀不了烙矮 只能咬牙暂时忍耐 盈正在得知烙矮短短几天 就害了三条人命 知道烙矮是把宗室逼几眼了 风雨欲来的压迫感让盈正知道 必须尽快平息宗室的目 否则自己这王位怕是要到头了 还有就是尽快准备收网 再任由烙矮这帮胡闹 秦国真被他霍霍完了 盈正这边小心谨慎应付四方 而甘权宫内 烙矮和赵基这两个文盲蠢 那是根本没把宗室当回事 两人还在那打击骂俏 就在这时小绿得知姐姐一失两命 便将烙矮的所作所为告诉了赵基 烙矮谎都懒得撒 便将前因后果说了 赵基刚开始还推散大骂烙矮 怎么给自己闯这么多火 后来发现小绿已经跑了 赶紧让烙矮去杀人灭口 追逐钟小绿被两个官兵拦住 最终导致被烙矮追上杀了 而拦路的那两个官兵也没好下场 被烙矮一起灭口了 烙矮毫不收敛愈发嚣张 李斯知道不能再拖了 该把烙矮和赵基的奸情告诉盈政了 于是便让盈渝去和盈政说 盈渝虽只禀报此事有风险 但是官内吼死在自己手中 盈渝不得不冒险 已公补过希望得以保全性命 盈渝进张台宫进见盈政 请盈政停退左右后 便跪地将烙矮赵基奸情相告 烙矮和赵基的奸情已经让盈政震惊 随后盈渝便抛出更震惊的 太后赵基当年突然去庸城 就是为了给烙矮生孩子 六年中太后给烙矮生了梁子 如今全部密养在甘泉宫内 烙矮时常以大王甲父自居 承看他迟早必反 所以将实情相告 盈渝顺口溜一般将真相揭露 给盈政彻底整崩溃了 盈政颤抖着追问盈渝消息来源 盈渝并未暴露李斯 将消息推到死去的小绿身上 整个流程说的也经得起飞翘 震惊不已的盈政 派人看管好盈渝不许走动 自己则冒于跑向甘泉宫 想要眼见为时一探究竟 眼瞅着到了甘泉宫门口 盈政又突然止住脚步 因为他一时不知 若真见到甘大场面 自己该如何处理应对 于是像多年前那个夜晚一样 盈政掉头往乡帮吕不韦扶地跑 想找吕不韦出手帮忙 可当盈政跑到乡府外时 却再次停住了脚步 擒王正心中的火山 在其即将要喷泊而出的一瞬停住 而这扭转乾坤的力量 正是他内心从未有丝毫松动 一统天下的志向 盈戏持任上殿意图杀了乱臣烙矮 曝光烙矮召集这对狗男女的奸情 不料刚曝光的开头 就被秦王正一刀斩断了胳膊 忽然的血腥变骨 让朝堂文武百官震所顾忍 除了迎生出于本能一般 毫不迟疑地跑去扶起兄弟盈戏 其他重臣一时间无人赶上前 怕盈政发疯再给自己一刀 想帮吕不韦速来沉稳支援 但是万万没想到 盈政敢砍四车数着 被惊得良久愣证不知所以 直到李斯宣布退朝 吕不韦才缓过神来 眼见烙矮已经酿成大火 下朝后吕不韦火速赶往魏杨军府 称要和宗氏合力铲除烙矮 本以为和烙矮有深仇大恨的盈戏 会毫不迟一口答应 没想到盈政这一刀 反倒给盈戏砍清醒了 盈戏恶狠狠地盯着吕不韦 必有所指的放话 只要大王家官轻正了 无论哪个贼子敢善权乱补 谁都得逞不了 吕不韦见宗士对自己敌意颇深 为了和烙矮撇清关系 再次提出铲除烙矮匡扶朝当 盈戏被吕不韦这套说辞整笑了 冷笑当初烙矮一步步封喉风波 滥用轻信之时 相当是一句话都不说 如今这是闹哪出 盈戏虽知吕不韦是善权贼子 但也并未直接和吕不韦闹僵 因为盈戏想借吕不韦之手 来铲除乱臣烙矮 二人达成一致想法后 吕不韦离开卫阳军府 紧急入宫面见赵姬 游说烙矮学去风诀远离咸阳 省得日后牵连自己倒霉 怎料烙矮直接拒绝 不肯将这来之不易的荣华富贵交出 吕不韦见烙矮还打巴巴 告诉烙矮这是在救你的命 烙矮一听盈信将军来杀自己了 害怕自己被乱刀砍死 最终只能咬牙同意了此事 而此时的秦王嬴政 自然也知宗士的滔天怒 于是一面放出盈鱼 让他加快步伐穿多烙矮谋反 一面亲自去迎戏府邸 安抚躁动不已的宗士众人 此时的魏阳军府内 无数宗士之人在此集结 迎信宗士正义份填膺 要入宫逼迎政杀了烙矮时 迎政自己倒来了 宗士众人因迎迎政卡了迎戏心寒无比 见到迎政都不想醒目 众人的叩拜声吸引了断臂的迎戏 迎戏和迎戏对视了一眼后 便直接掠过迎戏走进室内 随后便和迎戏挑明了 自己纵容落矮的原因 迎政先是说出自己的苦衷 随后打了一波感情牌 将当初咸阳宫外 迎戏长歌护送自己进咸阳的恩情 以及华阳宫辩时 宗士力挺自己登上王位的时 全部再次翻了出来 意再告诉迎戏乃至宗士众人 迎戏从未忘记迎信宗士之功 迎戏发自肺腑的一番话 让迎戏心中无比动内 紧接着迎戏接下来的一顿操作 更是直接俘虏了迎戏的心 随着迎戏这里头发的掉落 迎戏和迎戏之间再无隔阂 迎戏拉起独臂的迎戏 告诉他除贼之日不远了 而迎戏也被迎戏的迎刃折服 迎戏不愧是迎戏宗士之手 铁骨铮铮心胸开阔 不但为仇恨迎戏斩了自己毕童 还将迎戏拉出来 当着所有迎戏宗士的面表立场 迎戏这边顺利收服了迎戏宗士 随后便赶紧让李斯去忽悠落矮留下 李斯发动三寸不烂惊蛇 解释大王砍卫阳军一个毕童 不是因为自己顿时放心了 赵姬一听儿子替自己评完事 落矮也不用走了 自然开心地同意此事 李斯告退走后 落矮和赵姬终于送了一口气 想起吕不韦之前将事情说得那般严重 如今却被迎戏处理得如此轻松 顿时觉得吕不韦心怀叵测 于是落矮便开始继续不作非为 逐步往谋反这条路走 秦王迎戏突然跑到甘泉宫桌间 沿途喝令四人宫女不准通船 颤抖着推开掩藏污汇的大门后 嬴政终于见到了自己那两个便宜地 此时两个娃正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 明显被喝护照看得很好 嬴政一时心情尽前所未有地复杂 就在此时 落矮拿着费尽心思治好的木剑 开心地想给两个宝贝儿子当玩具 结果陡然发现嬴政竟然在这里 落矮顿时被吓得呆坐在地 不明情况的召激 转身见到嬴政来了 也是脸色骤变 落矮对嬴政持剑砍迎戏胳膊的事 至今还心有余悸 喘着粗气瑟瑟发抖 可还是不敢违背嬴政命令 乖乖跪地将木剑送到嬴政面前 落矮递完木剑便赶紧跪地 嬴政瞧着木剑上的花纹异常熟悉 抽出自己的陆路剑一笔对 竟然真的按照秦王剑一笔一山寨的 嬴政冷笑着嘲讽 两个孩子当即拿起木剑 习惯性地跑向便宜老爹落矮 嬴政刚才拔剑时 给召激落矮吓得半死 害怕嬴政一刀砍死两孩子 见孩子好不容易脱离嬴政手中 赵姬虽浑身发抖极其惊恐 却依旧竭力保护两个小儿子 害怕嬴政做出伤害之举 嬴政一步步地走向落矮 将落矮吓得连连后退 此时的嬴政心已彻底凉透 当即呵斥落矮出去 正便仅剩自己与赵姬二人 跑出来的落矮见东窗事发 再无回旋余地 所幸找来心腹未为赵姬 打算趁机绞杀嬴政 取而代之 起初赵姬尚有犹豫 毕竟此乃谋逆大罪 可当落矮答应 事成后风绝省地 富贵显中求的赵姬当即要干票大了 率兵和落矮包围了甘权宫 只等嬴政一出殿门便立刻斩杀 落矮本以为计划将会万无一失 结果却被宫女炎路过听见 此时和赵姬谈完话的嬴政 关上门正要网出走 恰巧赶到的宫女炎敢紧跪地示茧 心中烦闷的嬴政并未多想 刚要抬脚离去 行急下宫女炎只能开口提示 脚炎轻微地摇头并朝外面贴了一下 嬴政略意思索便猜到 外面定然已经不满杀鸡 嬴政本能地想拿剑拼个出路 可马上便否决了这个想法 因为落矮既然胆敢埋伏动手 定然是做足了准备 生死攸关之际 秦王嬴政脑子转的也是快 返回店内拉着老娘赵姬 和自己一起往宫外走 落矮本想嬴政出门便吓杀手 万万没想到 嬴政拉着赵姬一起出来 落矮一时不敢妄动 而嬴政嘴上和老娘赵姬追忆 当年在邯郸的往事 可眼神却时刻扫尸的四周 以防突然出现变故好及时出手 直到宫内巡防的侍卫们到来 秦王政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松开了老娘赵姬的手 脱离危险的嬴政和赵姬告退 结果赵姬竟然在此时 恳求嬴政放过刚刚差点是军的落矮 许他携落矮与两个儿子返回庸城 嬴政自然不可能答应 待嬴政离开后 赵姬回到甘泉宫内 将意图行刺嬴政的烙矮一顿责备 赵姬给烙矮料狠话 三个儿子都是自己的轻生骨血 谁敢伤害他们其中一个 自己必将其置于死地 烙矮知道嬴政和赵姬 邯郸为智树年相依为命感情深厚 所以烙矮不敢贸然顶撞 嘴上假装道歉悔改 并承诺以后绝不再伤害大王 实则暗中继续在行谋划 赵王得知秦廷被烙矮倒的大乱后 当即给李牧下诏书 让其提前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战 李牧当即开始铺排 一面秘密往秦赵边境 运送三十万大军两约的口粮 一面派金锐赤后秘密调查 秦军防卫部署 随后两万铁骑咒服夜行迅速出发 抵达赵秦边境后掩藏到峡谷中 等待赵军主力的到来 烙矮一事件成为整个战国关注的焦点 除了湘邦吕不韦 秦王正乃至六国军王 都在翘首等待烙矮谋反叛乱 软饭王烙摩摩唧唧�迟迟不谋反 着急的秦王嬴政只能主动出击 大半夜搞得这么惊悚诡异 就是想逼烙矮快点谋反 嬴政吓唬完烙矮就罢了 还下令剑就放这谁也不许动 说完便潇洒地离开了这肮脏之所 嬴政这番诡异的行为 让烙矮短毛骨悚然 笃定嬴政这是要杀了自己 生胆生命受到威胁的烙矮 也不沾前顾后磨磨叽叽了 下定决心谋反将嬴政铲除 隔日秦廷朝会上 已经确定秦王嬴政 将于四月已有日附庸成祖庙 行家官亲政大典 烙矮下朝后 聚集所有门客在长信侯府内 先是和众人坦白了他与赵姬的关系 随后告诉众人太后已经阴语 只要大王不在了 便有我的儿子继承王位 问众人敢不敢跟自己干票大的 烙矮这谋反的话一出 众人刚开始心里都有点怕 这时魏魏赵杰第一个站出来 支持烙矮要跟着烙矮干 烙矮又允多事成后 给兄弟封侯拜绝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全是富贵让众人忘却了威胁 纷纷要助烙矮一臂之力 如今谋反之事大家都决定干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让众人担忧 那就是夺下咸阳荣女 但是如何能守住 毕竟咸阳周围有三座大营 四十五万秦军 自己这点人将被秒得扎都不胜 盈余听此让众人不必担心 赵魏涵三国已经同意出兵相助 盈余当即开始谋划 赵魏涵三国牵制四十五万秦军 掌管宫门屯兵的魏魏姐 有调动咸阳防卫之权的内使四 二人负责攻占咸阳 至于离山大营 长信侯已经安插左哥截任副将 到时我们拿着太后诏书 定可将五万兵马收到我们手中 五万大军打雍城 必然能将雍城拿下斩杀嬴政 在盈余的强有力的铺牌下 烙埃等人纷纷信心大掌准备起事 烙埃动手的是传到赵国 酬勤至深的赵王岩脸上都笑出了花 赵王岩大手一挥 拿出三十多万大军陈兵押近 韩王家底薄 出兵五万之位牵制秦军 让烙埃好放手乱情 魏王瞧不起韩王如此怕事 当即准备和秦国谅简 魏王出手这么阔绰 主要是魏王用美人计 以和脚屎棍银鱼达成协议 只等烙埃杀了嬴政 魏国便驻银鱼以除奸致名斩杀烙埃 力推银鱼登上秦王位 魏国到时可就翻身浓炉把歌唱了 赵魏韩烙埃皆有了铺牌 秦王嬴政也开始动了 将还以王俭阳端和三位将军 火速召回咸阳 嬴政知道必须将三人派出去 烙埃才能放心地反 于是当即拟定赵书让太后盖印 烙埃巴不得秦军都出去 赶紧催促赵姬快点盖 赵姬盖完印后 出兵赵书送到吕不韦呢 此时的吕不韦已经知道 烙埃是嬴政扳倒自己的一部妻子 所以让四人先回去 自己则带着赵书去面见赵姬 将烙埃一图谋反之事皆说了 想让赵姬同意诛杀乱臣烙埃 结果赵姬死活不同意 吕不韦让赵姬好好想想 一路走来你我有今日权势 有多么不容易 烙埃见命一条 值得患难与共的你我如此敌对吗 可赵姬接下来的话 让吕不韦如临兵教 吕不韦知道赵姬蠢 但是万万没想到蠢到这地步 竟然给烙埃生孩子 吕不韦深知赵姬不会再听他的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地理 吕不韦拿着该好印的诏书 去找嬴政请求诛杀烙埃 却不想此时的嬴政 正需要用烙埃扳倒吕不韦 所以又岂会同意 聪明一世的吕不韦万万没想到 赵姬竟然蠢到给烙埃生孩子 吕不韦不想被软犯王烙埃坑死 决定杀了烙埃避免事态扩大 秦王嬴政得知烙埃被抓到相府后 一面让人通知便宜老娘赵姬 一面亲自赶来阻止 幸亏嬴政这大长腿走得快 否则烙埃没准都去喝孟婆汤了 嬴政瞧出吕不韦已经知晓 自己放动烙埃的原因 一时间眼神逐渐冰冷 双方将持实态后赵姬及时赶来 赵姬见情郎奄奄一息的样子 心疼无比顿时大发为体 老秦人终究是比不过孩子爹 赵姬为了烙埃 给吕不韦一顿责骂不说 还要置吕不韦滥用私刑滥杀大臣之罪 随后便让身边四人 赶紧将被绑着的烙埃救出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烙埃 连滚带爬跑到赵姬旁边哭诉 赵姬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吕不韦后 便带着秦郎回宫了 吕不韦眼看着烙埃私立逃生 甚至气焰嚣张地跟随赵姬离开 顿感心凉透顶 欣寒自己为秦国耗尽心血 却遭到如此冷眼对待 而造成今日局面 其实主要就是吕不韦没想过 自己给的是否是赢政想要的 烙埃被吕不韦一杀之事刺激 迅速开启谋反前期铺排市营 离山大营的五万秦军 是谋反成败的关键所在 烙埃在已经安插了一个副将的情况下 命营于带着太后赵令 在军中又安插了十二名心腹 蒙武不敢不从指得阴生授领 一面安排他们在军中任职 一面命李信火速将情况禀报嬴政 接下来的几天里 赵姬接连下达几道照命 将烙埃的亲信全部安插进秦庭内部 连武库城防这些重要位置 全部都被烙埃的心腹掌控 赵伯密使没想到铺排竟如此周密 提前恭贺烙埃大事必成 烙埃一时间 对未来也是充满无限幻想 烙埃这边安插稳图 嬴政这边自然也得做统筹规划 李斯点出离山大营是关键 一旦有事后果不堪设想 可秦王政压抑忍耐太多年 为了尽快收归王权一抵天下 即使有威也决心赌这一把 嬴政让蒙义亲自去见他老爹蒙武 照命蒙武若要调动离山之兵 必须要有自己亲手所输的照令才可 任何人无论持虎服或者其他照令 皆不可从命调兵 蒙义当即赶往离山 传达嬴政王命 而嬴政这边也没闲着 黑夜中私下召见了米辰 吩咐他带王氏族人镇守闲阳 一旦叛变就狼烟市井 安排妥当的嬴政 夜晚抽空开始试穿家官礼服 青梅竹马的冬儿在旁边侍候 嬴政想让冬儿陪自己同去雍城 可冬儿已经决定留在咸阳城 照顾生病的公子扶苏 嬴政心里一直喜欢冬儿 本想在结束纷乱后迎娶冬儿 可是还未等他话说出口 便见夫人黎秋以至殿内 冬儿自觉退下 可前脚刚出门 泪水已经铺满了脸颊 嬴政家官前往雍城行程在即 吕不韦眼见烙矮叛乱无可避免 将烫手山芋玉玺送到了赵姬那 称身体有样就不去雍城贯里了 让赵姬在嬴政家官后代气转交 赵姬并未多想收下了玉玺 站在帐后偷听的烙矮 见此不由窃喜 晚上便将玉玺和太后洗 一起偷出来 找来石文段字的心腹银鱼 让他把魏魏宪兵关起 反正咸阳周边能调动的兵马 都写一道照命 自己提前全都带好张 只等嬴政一离开咸阳 自己就拿出照命战忍张台宫 发兵雍城斩杀嬴政 殊不知 眼前这个盈余 其实也是心怀鬼胎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即是启程前夕 嬴政临行前 专门去向华阳太后询问此行凶险 华阳太后这岁数 本不愿离开咸阳再受颠簸 可当年嬴政的一句话 让华阳太后改变了主意 临在这乱世之际 祖孙二人兵士前嫌同仇敌凯 嬴政败过祖母化阳后 最终决定去相辅探望吕不韦 因为吕不韦的真实态度 对这场叛乱的导向至关重要 这是老狐狸吕不韦和小狐狸嬴政 不相猜透心思后的惠心一笑 可笑过之后 双方又继续打起了哑 嬴政也只话到这多说无意了 于是让吕不韦好好养病 自己加官回来后再探望相邦 可却在离去前 将公子扶苏留在咸阳的事情相告 扶苏被留在咸阳张台宫 吕不韦倒是若真的作弊上官 导致扶苏在咸阳被杀 那嬴政和吕不韦之间真就破裂了 嬴政回宫后 将吕不韦不明朗的态度告诉了李斯 二人皆有些担忧 秦王嬴政心中虽有担忧 但见在咸上为了收复王权 嬴政相信相邦吕不韦 不会辜负秦国 不会谋反叛变 而此时的相邦府邸内 吕不韦却是陷入深深的纠结 正义和吕不韦的儿子 纷纷劝言大王让相邦镇守咸阳 是想让相邦与落矮拼得两败俱伤 大王好坐收渔翁之力 趁乱自立为王 还是眼瞅着日后被夺向权 吕不韦作何选择 权在于他一念之间 秦王政临行前 让凡乌七务必看好东姐和公子扶苏 若有差池提头来剑 叮嘱完后 便在公元前238年4月 率众离开咸阳 前往故都雍城举行观 嬴政走后 落矮最想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肆无忌惮地直闯甘泉宫 激动且休脑地取下 那把悬挂于围顶多日的陆卢健 他意味着秦国基业的传承 也意味着落矮已经做好 士军篡位的准备 落矮取下陆卢健后 火速赶回长信侯府 此时一群乌合之众齐聚于此 落矮当即分发照炼 宣似负责带着宪兵和长信侯府人 将相邦吕不韦府给围住 魏魏赵捷负责带领王成队事 负责拿下张台宫活周公子扶苏 董齐负责包围迎戏蒙武王姐的宅子 将李斯一家老小全抓了 最后至关重要的离山大营 落矮将虎服交给了银鱼 落矮这群乌合之众当即开始各行骑士 魏魏赵捷手持太后赵令 想要接管张台宫 听王命的郎官不肯奉召 被赵捷无情砍杀 赵捷仗着兵多 继续往张台宫挺进 而落矮和宣四则带着诸多宪兵甲事 包围向府异域擒助吕不韦 结果吕不韦早有准备 提前在府内安排了弓箭手 一声号令 数以千计的剑语从天而降 将落矮这边人马射死一大片 吓得落矮一时不敢妄动 而负责斩杀宗士的董齐 没想到迎庆宗士兼埋伏在魏阳军府 一时间反倒将落矮这边杀得伤亡惨重 得知消息的落矮当即又派三千兵马 前去帮助董齐收拾宗士 整个咸阳顿时乱成一锅粥 杨泉军米晨见此情形 赶忙点燃草垛狼烟市井 正巧被落矮这边的反贼撞捡 米晨带领众人死战叛军 拼死保护狼烟 咸阳狼烟一起 附近各地紧接着狼烟市井 翘首等待的蒙田见狼烟一起 火速将消息禀报迎政 秦王迎政等的就是这一刻 当即召集仲臣准备收网 不料其中竟出现惊天变故 在雍城得到狼烟市井 火速召集中陈大正宫一事 在得到便宜老娘召集不情愿的表态后 嬴政当即宣布两刀自己手输的赵令 绞杀叛贼平息叛乱 赵令宣布完 担心秦王安危的赵令 含泪盖上了喜应后 嬴政火速让蒙田带着赵令去找蒙武 而前去咸阳宣召发动百姓的事 则由米奇米编带领二百狼冠剧版 嬴政为了防止离山大营有失 之前特地下过招 必须是自己手输的赵令才可调兵 手持虎符和太后照命 让蒙武交出兵权 忠于嬴政的蒙武指认嬴政手输 关键时刻 烙矮安插到离山大营的未人口 武功高强直接制住了蒙武 盈于当即让人绑了蒙武 控制了离山率帐 外面的勤将王奔和李信建率帐换了护卫 而且都是烙矮的人知道大事不好 两人前去求见蒙武 结果却被守卫挡了出来 二人顿时确定 离山大营已经被烙矮的人控制了 李信之事情紧急当即兵分两路 让王奔将离山情况告诉他父亲王姐 自己则火速去雍城禀报营政 二人当即骑马开市往外狂奔 盈于得知王奔李信跑了 担心他们去搬救兵 深知兵贵神速的叛军火速下令 全军将士饱餐一顿后立刻开拔 此时的咸阳城内 盈信宗氏正和烙矮叛军死命厮杀 慌乱中盈系得知张台宫即将陷落 公子扶苏在宫内性命攸关 盈系当即让族人血战突围 准备去救援公子扶苏 盈信族人为了扶苏那是旱不畏死 而此时张台宫确实快顶不住了 因为烙矮心腹提前占据了武库城防 兵力武器上的巨大差距 让张台宫的狼关根本难以阻挡 只能退回大殿防守 张台宫内血流成河 而宫外的情况反而此时 丝毫未察觉到攻守一行的烙矮 还不知死活的命人扛着攻城锤 正要敲开固若金汤的乡府大门 而门内的一幕 让烙矮这群叛贼彻底傻眼 还未等叛贼反应片刻间 无数剑羽像不要钱一般朝叛贼射去 将叛贼射倒一大片 叛贼被这波猛烈的攻势 吓得狼狈往后撤退 而这时以秦国安危为重的吕不韦 终于开启了他的猎杀时刻 在吕不韦的号令下 相府上千门客将烙矮这边的废柴 杀得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狼狈往张台宫逃窜 结果迎信米晨刚刚清扫完张台宫叛军 见烙矮还敢来送死 当即提刀朝烙矮这伙叛贼杀去 烙矮留下一群倒霉弹挡刀 自己则带着兵满的迅速转移 结果被追来的吕不韦正巧堵住 在宗氏和吕不韦的合力绞杀下 烙矮一挡基本快被屠杀殆尽 可烙矮却还嘴硬说自己没输 烙矮带着零零散散的手下开始逃命 吕不韦趁势要去追捕 结果却被迎信宗氏拒绝 咸阳城内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而在雍城的秦王正 此时正在举行加官清政大典 咸阳叛乱的大局虽然已定 可嬴政的危机并没有解除 因为离山大营的五万瑞士 正被叛贼控制往雍城杀来 此时叛军距离雍城不足三十里 嬴政拔出秦国历代相传的秦王剑 接受上天的赐福 从此刻起 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终于手握权柄 加官礼弊 赵姬则按组织归还监国往袭 随后嬴政手持秦王印 颁布了自己清政以来第一个赵令 国书火速被传往边境以及咸阳 赵卫涵根本不敢妄动 只能寄希望于在咸阳作乱的落矮能成事 结果最终还是让列国失望了 落矮在咸阳被杀的狼狈逃窜 而被叛军控制的五万离山瑞士 在奔向雍城不到二十里时 被战神王俭的一万骑兵反超 战神王俭当即巨险射付 王俭这边埋伏好后叙事待罢 当银鱼带着兵马驶入陷阱范围后 只见一块巨石从天而降 当场将两个指挥的砸成纸片人 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一块更大的巨型石头砸落 不但砸死一片秦军 还将整个离山秦军分隔两段 随后满天的剑语朝峡谷内射去 峡谷内的秦军顿时乱成一锅粥 将银鱼叛贼一挡杀的屁滚尿人 随后王俭骑着战马一把将卫人破撞飞 副将千顿当即补刀 杀了卫人破后 整个战斗基本接近尾声 王俭拔剑逼银鱼交出古服 银鱼见大事已去拿出古服 并开始秀起了眼 王俭自然不会被银鱼的说辞所言 绑了银鱼 向众将士讲清落尔叛乱的缘由后 持虎服顺利接管了离山瑞士 随后命王奔带三万人去咸阳诛杀落尔叛贼 自己责带圣余人去雍城秦王护驾 时刻关注叛军动向的蒙田 见王俭将军骑马奔来 当即放王俭将军进城 王俭进攻面王第一件事 不是邀功而事先告罪 自己没有王赵就贸然回事 随后才将离山大营情况相告 战神王俭说完变累的直接晕倒 而这也预示着这场叛乱即将接近尾声 落矮一挡要排队过奈何桥了 这是秦王嬴政最心寒的一次 雍城告急自己生死攸关之际 太后赵姬一句担心宽慰的话都没有 如今一听秦王烙矮被追杀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求嬴政放过烙矮 无视几经崩溃的儿子嬴政 拔出秦王剑底在自己脖子上 意图以此来逼嬴政妥协 嬴政见到这一幕更是心底外粮 我陪着你 可是你得换把剑 这秦王剑你不能用 不配 赵姬真的不配有嬴政这样的儿子 想让嬴政背负不孝地骂名 咸阳城内 蔚蔚召结见烙矮大事已去 果断将烙矮两个孩子丢下 自己乔装打扮成百姓想混出城去 结果被廷尉魁壮当街抓到 孩子自然也被官兵抓到 而逃跑出城的烙矮 得知儿子被抓 当即要带众人回城去营救自己儿子 董奇等人不想回去送死 中方镇狗摇狗大打出手时 迎戏带人朝这边杀来 二人当即不打了开始逃命 结果最终被迎戏逼到河边 董奇等人见大事已去弃剑投降 烙矮趁着董奇弃剑 一剑杀了董奇以报刚才顶撞之仇 而此时的秦王正带着两位国夫人 以及祖母华阳太后 已经从雍城返回咸阳 文物百官在门口恭贺大王清政 而咸阳百姓则在道路两旁 一遍遍地呼喊大清万年 此时的嬴政都要哭了 随后嬴政便抱起一个女娃娃 想动完成天下一统大义 好吗 好 女孩干净利落地回答 让嬴政灭六国的心更加坚定 这是叛贼落矮一党的落幕时刻 涉案轻者被判处三年服役 重者被流放属地 至于为首的几十名妇逆作乱之人 不是被腰斩施众就是被销首处死 而叛乱发动者烙矮更不用说 车裂而死被灭三组 而烙矮的两个孩子也没跑了 一起去奈何桥牌队轮回去了 烙矮虽死但是起死前 却将吕不韦让他入宫的是交代了 如今咸阳大臣纷纷上书 以吕不韦把持朝政或乱秦国为友 请秦王正处置吕氏一门 吕不韦不欲争辩只能感叹 是非功过就留待后人平说 结果在当天夜里 嬴政便传召吕不韦于东门城墙上一举 滂沱大雨在前 吕不韦一路小跑着去见嬴政 秦王正急于想挥施东出解灭六伯 可这一切必须要收归王权台可 嬴政不想伤害重负吕不韦的心 吕不韦知道嬴政难做 主动承认罪责 引就请辞交出秦国大权 该走了 嬴政虽心疼但也别无他法 大秦向魏空出来后 嬴政便按诸贼志工封赏 前庭魏魁壮和弥起个竞爵两级 败为左右丞相 李姓蒙田王奔晋武大副爵 败为副将军 蒙义竞爵三级任长使监领中郎 李晨米颠个竞爵两级 魏文君迎生力战殉国以诸侯李藏之 此次诸贼平乱 伤者众辅亡者厚葬 其余有功之势 则由右丞相弥起拟定云丹 一律封赏 嬴政当即派人抬上六国地图 利落地拔出秦王剑 霸气威严地向众臣崭露建功立业的机会 以及大秦未来的方向 有功者皆有了赏赐 有过者嬴政也并未苛责 离山将军蒙武被叛党挟持 导致离山精锐被叛军掌控 蒙武觉得辜负了嬴政 一直在家戴罪 嬴政并未多说 直接下诏让蒙武回离山大营上班 嬴政的贴身四人在叛乱中 为救扶苏以身殉国了 嬴政正缺一名近视 赵高便成为了嬴政的贴身内侍 此时的嬴政自是想不到 这个清洗血字的赵高 让秦国流的血又岂止这点 吴不韦因老阿姨是受到牵连 不愿嬴政为难 主动请辞向位后 便在咸阳府中退休养老 结果吴不韦的儿子 沉不住气下操心 担心嬴政会经不住悠悠之口 最终会惩处吕诗一门 于是在米奇举办家宴式求见 请米奇设法保全吕诗一门 米奇是好心 结果吕徽这伙人不知好歹 误以为米奇是不想帮忙 离开米府后打算另寻他法 吕徽旁边的大聪明绞尽脑汁 终于想到了坑死吕诗一门的办法 那就是迎回太后赵姬 若迎回幽居在雍城的太后 设法让大王宽幼太后 那众人谁还敢揪着文姓侯不放 两人也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听 吕徽当即窜夺27名大臣入宫境界 这群大臣有备而来分宫明确 先是劝迎政尊先王之道以孝之国 随后赶紧给太后赵姬一顿洗白 说落矮之祸不是太后赵姬的错 太后也是被落矮的谗言所骗 如今太后幽居庸臣孤独寂寞了 大王怎能忍心呢 应该快快迎回太后才是 迎政刚开始并未暴怒 还称自己去问下左右丞相的意见 结果这些大臣不知见好就收 吹嘘无度彻底触碰了迎政逆临 大臣不知死活继续颠倒黑白 在他们嘴中竟然摇身一脸 成为大秦国本也真是可笑至极 迎政此时已经在暴怒边缘徘徊 可这群大臣还不知死活飙演技 随后二十七名大臣一起跪地逼宫 请迎政尊孝道迎回太后 迎政气急返校 杀意凛然的迎政当即放话 自己已经严明在先 凡言赦免太后者杀无赦 迎政一怒斩了二十七名敢逼宫的庸才 宗氏等人本就对迎政 将十全要之封赏给米星外客不满 为了赶走这群讨厌的外客 宗氏进宫禁见迎政要处死吕不韦 迎政表态自己已经霸向了 况且吕不韦平乱有功 自己怎能随意诛杀 结果宗氏也来了一句 称诛杀吕不韦视为大秦记 还搬出秦法来说是 迎政自然不舍地杀了吕不韦 但也承诺定然会给宗氏一个交代 于是迎政亲自去吕不韦府邸 请吕不韦离开咸阳去封地 吕不韦知道自己的儿子闯了大悟 如今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只是可惜如此一别 再见恐怕就难了 迎政一脸落寞地称文信侯 昨日即将返回封地洛阳 日后自己若想再当面求教 将再无可能 自己身边将又少了一个 可以相知相敬的梁氏 迎政之华阳太后是米氏的主心 所以毫不避讳地坦误 自己即位秦王后 每一日都是如履薄冰 如今我大秦东出灭国在即 自己身边若没有一个大度筹谋之人福祖 万千的重担权在自己一人身上 难免会披露百出 难免会是有不达 迎政随后将六国聚集引都 商议合纵公秦之事告诉了华阳 让身为楚人的华阳太后 给自己举荐一个干才 如今的大秦虽不拒合纵 但若能以谋破旨 大秦瑞士又何必要血洒疆场 华阳太后本就是聪明人 瞧出迎政来此合意 当即将躲在幕后的米奇叫了出来 迎政的一番话让米奇没了怨气 主动请迎去楚国破合纵 米奇本就是楚人 对楚国王室八卦各方面也都能亲 到了楚国后米奇直接找到语言 挑拨其与五国使臣的关系 称五国已经知道当今大王是黄歇之子 表面是来商议合纵抗秦 实则是要趁机颠覆楚国 并将一管搜到的书简交给了李渊 米奇挑拨完列国关系后 接着表态秦楚力来交好 谁若是敢欺负楚国 秦国定然会和楚国同投敌侃 说白了就是让李渊放心 你不出兵他们也不敢报复你 在米奇的游说下 李渊直接将五国使臣轰出去吧 六国合纵自然也成了炮力 这是文姓侯吕不韦最泪目的一次 咸阳城内众多百姓接出来相送 他们的出现让吕不韦眼中犯蒜 而更让吕不韦感动的是 文武百官早早在城门口等待 一起为大秦相帮吕不韦践行 吕不韦在城门和百官逐一告别 而在城门上的秦王嬴政 也不禁想起和吕不韦的点点滴滴 评判乱攒家庭 甚至是传授嬴政 为君为王统一天下之道 外面的天下 东方的六国 迟早是你的 这样的机会 无往今来没有几个人能遇到 只要你自己决心把握这个机会 夫人能阻挡 我可拥戴你的臣子 才能放你 就在秦王正处在回忆中 无法自拔时 赶来的米华夫人说扶苏啼哭不止 应该也是不舍重父离开 嬴政听此让蒙义带公子扶苏前去 与重父吕不韦见于面 并吩咐蒙义将手中欲绝赠予吕不韦 而此时吕不韦正要和最后一人告别 此人就是克卿李斯 克卿一来了 将这个转成大王 李斯听此将书简收到袖中 吕不韦叮嘱完李斯后 便转身要离开 就在这时王家赶到 结果来的却是公子扶苏 赵高将御爵从扶苏身上取下 承给了文姓侯吕不韦 吕不韦看着嬴政从小佩戴的王族御爵 瞬间领悟了嬴政的意思 吕不韦接过御爵朝扶苏做鬼脸 像是爷爷一般哄着扶苏不要哭 见扶苏哭声见缓 吕不韦握紧御爵 转身决然离去 吕不韦为秦国鞠躬尽瘁奉献一生 最终怀揣着不舍离开的咸阳 而在城楼上目送重复离开的秦王正 在心中暗暗启示 苍天伟诏 我嬴政此生是要灭六国以天下 绝不负先往与重复后往 嬴政这边为了加快攻期 以减免赋税做击赏 再次征兆民夫修取 具体细节颁布由李斯来办 而王婉蒙一则负责召集二百精算者 日夜轮换务必仔细计算出 六国的人口粮草还有耕地状况 嬴政为东出灭国锦罗逆谷的铺牌准备 却不想后院起火 宗氏又来天赌了 烙矮扶诸吕不韦也被屈指 宗氏觉得若再抓到郑国贪腐 外客将在无言面丽于大秦朝堂 道士大秦的官职 理所应当便都是宗氏之人 为了权势地位 迎接派宗氏之人去郑国修渠地探查 宗氏之人到了修渠之地后 趁着郑国在外监工忙碌 偷偷在帐篷内搜查事工日志 结果查账没查出所以然 却撞到韩国兼细密建郑国 让他奉韩王令毁了大曲 韩王当初想了一出皮情记 就是为了拖住秦国不出兵伐韩 如今韩国安稳了八年 郑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条大曲凝聚了数十万人力 不计其数的物理财力 郑国每日每夜和百姓同吃同住 他怎舍得毁了数十万人近十年的心血 具有匠人精神的郑国 拒绝了韩王赵令 韩国奸细当即与郑国家人要挟 就在郑国两难之时 碰巧克卿李斯叫郑国前往咸阳 讨论修渠之事 韩国奸细建词给了郑国三天时间 称三日后在咸阳等郑国恢复 而这一切皆被躲在一旁的银姓宗士听到 二人当即将郑国是韩奸的事 禀报了魏阳军迎戏 此时的郑国在咸阳商讨完修渠细节后 深夜去找韩国奸细求情 请韩王放过自己 放过辛苦八载的数十万民夫 韩国奸细建郑国不开窍 劝郑国修渠十多丈量几尺 让民夫少挖几尺 这工期就能拖他的三年五载 没人能察觉到你动手脚 我也好向大王交差 不料郑国还是不同意 就在双方僵持互不退让时 魏阳军迎戏派人来捉奸 屋内听到声音的二人火速撤离 可宗士之人就是笨他俩来的 于是郑国和韩奸全被抓了 魏阳军将郑国是韩奸的事 替郑国说尽好话 可银正却仍有担心 银正见李斯以性命作保 于是亲自去大狱内建了郑国 最终银正选择相信郑国 结果却遭到宗士众人不满 宗士觉得银正偏心外客 在宫门口整一堆柴火炒着要自焚 逼银正驱逐外客 银系更是亲自和银正辩论 称银正评判落矮后不重用宗卿 含了银信宗士的心 银正坦言自己并未忘记承诺 但是有轻重缓急 大秦玉东触灭六国 定是要招揽六国雄才为我大秦所用 宗卿乃秦国注实 怎可在这关键时刻 与寡人离心离德 魏阳君你乃宗卿之首 难道不应该替寡人稳定局面吗 就在银正愁得不行时 赵高传来消息 宗士在宫外开始点火了 银正知道宗士对秦国相当重要 所以在和李斯商议后下达赵令 外客臣子三日内离秦 为令折斩 而宗士听到赵令后 脸上都笑开了花 而他们又真的能扛起秦国的重大马 银姓宗士逼秦王银正二选一 宗士和外客只能留一个 银正无奈下达驱逐外客赵令 并且对宗士想干的职位也全部应允 目的就是想让宗士自己认识到 不是银正偏心不重用他们 而是树叶有专攻他们胜任不了 而事实确实如秦王正所料 逐客令引发官署瘫痪 咸阳城内混乱不堪偷盗风起 眼下廷尉府空置 银姓将廷尉交给宗士书伯代长 结果一桩简单的小案 就让宗士大眼瞪小眼束手无策 而更可怕的是宗士对千头万绪的事件 根本分不清轻重缓急 银姓为了证明宗士的实力 带领宗士众人 将廷尉府的接案一扫而空 沾沾自喜以为宗士比外客强 殊不知接案虽多皆为小事 而国家命脉取物荒废这等大事 银姓却并未注意 还是秦王正亲自来提醒 银姓才知道 自己派去修渠的三个宗士意见不一 导致数万名夫无所适事 结果大渠是一寸都没挖 银姓向银正告罪自己疏忽 快马家边亲自赶去监工 结果却在路上遇到了被逐的李斯 李斯将自己写的建筑课书 交给银姓过目 直言魏阳君看后要是觉得有理 就帮我转成给大王 若是认为这是一派胡言 烧了即可 银姓出于好奇还是看了这篇文章 李斯这卷难以搏论的雄文 虽震撼了银姓的心 但为了宗士利益银姓只能暂时忽视 第二天银姓便赶到羞去之地 带领宗士众人撸起袖子加油干 原定明年秋天方能全线贯通的大渠 这么干明年开春就能竣工 宗士众人拍胸脯信誓旦旦 但银正知道有些东西隔行如隔山 回军营后便询问半座四人的郑国 宗士这么修有没有问题 郑国禀报偷偷勘测后得出的结论 何取开挖太快隐患大 照这么修下去 精水将无法导入引入大渠 而事情果然如郑国所料 取守郡公之日宗士开闸放水 结果三百里的大渠 流到两三里就流不动了 银姓望着大渠深感无力 这时秦王银正来了 还送上了补救之策 银正此事已经再给银姓了 回账后的银姓 拿出李斯的建筑课令仔细传播 决定将书剪交给大王 恰巧银杰赶来 银杰不想失去来之不易的权势 伙同其他宗士众人 付出很多 银系最终将李斯的书剪投进火炉中坟 不久后 一场大雨突然来袭 银正清临教场鼓舞士气 怎料突然传来噩耗 秦国阴暴雨导致大渠绝口 百姓良田受损严重 宗亲们既无解决办法 也不想承担事故责任 银系大师所望深绝溃对仙族 就在此时银正带着郑国来见银系 郑国拿出一份补救绝口之策 而这时银正又适当地帮着说话 树叶有专攻 专业的事就得让专业的人去做 银系接过郑国的补救之策 此时终于理解了银正的为难 也明白了银正的良苦用心 返回大战后便将虽烧毁 却早已牢记在新的建筑客书默显不出来 转成给了秦王正 如今宗士之首银系已经醒悟 而秦国更重要的就是 如何让被驱逐的外客返清 郭开在得知秦王正下赵驱逐外客后 火速将好消息禀报给赵王爷 于是聪明地要将被逐的外客 全部拉拢到赵国上班 赵国声势浩大招揽人才 而此时的秦国也在想应对错事 秦王正不是真心要驱逐外客 只是为了让宗士明白 所以嬴正一面等待宗士自行悔悟 一面在下赵后便命蒙田在寒谷关留人 如今从寒谷关离秦的外客基本都被劝下 可还有一部分外客东渡大和离秦 行踪不定根本无法阻拦 最终李斯和姚谷商议后决定 并劝说外客归秦 而李斯则坐镇寒谷关 想办法对付重金球贤的赵王爷 李斯确实聪明将计就计 特派陈池秘密入赵 从而瓦解赵国招揽 陈池不负众望开始搅动风云 刚到赵境就频繁闹事 率领一帮随从吃霸王餐住霸王宿 就是为了搞臭秦外客的名声 让赵国以为来的都是混钱的 就在此时赵国丞相郭开 再次助秦国一臂之力 郭开掩热秦外客一来便给百金之资 于是暗示负责登记的人给一半 登记的官员使了个眼色后 负责发钱的顿时开始减半赢钱 郭开连连夸赞二人聪明 就在此时来找茬的陈池来了 陈池报上官职领取百金 发现里面竟然只有五十金 当即开始大作文章 陈池对赵国所使计策一见成效 邯郸城内百姓对外客抱怨连连 外客们也因赏金减半颇为不满 这时陈池又烧了一把 买通一百外客去给丞相郭开送礼买官 相府内的郭开得知这么多人找自己 明面上让管家赶走众人 暗地里将相府的小门告诉外客 郭开甚至还为自己的聪明沾沾自喜 郭开收完礼物后 陈池第二日便在龙台宫 发动人员将郭开收礼卖官室曝光 郭开怕事情闹大 让人将闹事者就地驱散 结果这直接刺激了众人 众人直接将赵王摆的黄金台扒了 就在这时毫不知情的赵王爷 打算招来几位在蜻亭处要职的外客 打探点情报为己所用 郭开唯恐事情败露 连忙向赵衍推荐一家新开女鱼 才勉强糊弄过去 然而隔日清早 顿若与赵一二人双双入宫 皆向赵衍举报丞相郭开 客客外客赏金收贿受贿 让赵国名誉大损 郭开为了给自己喜去嫌疑 诬陷在赵的秦外客都是名利之徒 还特意找来邯郸商户为自己作证 二人咬牙切齿 举报秦外客交涉无度不给钱 赵衍兼二人吐槽得这么真 顿时半信半疑 郭开又趁机指出这些秦外客 在门外胡乱忘义赵国国政 还亲自引赵王衍去听 赵王衍趴门口一听 外面人正骂自己是昏君 顿时雷霆大怒 于是这群来赵的秦外客 在郭开和陈池的合力下 被赶出了邯郸 此时的宗室之首迎戏已经悔悟 嬴政又将李斯建筑客书腾超百分 给宗亲美元一份 当天让宗室朗读 宗室脾气虽拧 但却还是明事理的 最终统一让嬴政决断 嬴政败谢王后 命运使王婉传诏命 即日起秦废纸逐客 迎外客复归 这是秦王嬴政家官 亲政后的第一战 此战不为灭国只为取世 目标是攻下魏国员蒲衍三帝 先行昭告天下 怒斥了魏国勾结 老尔祸乱秦国一事 随后以此为出世之名派兵法卫 杨端和李信帅十五万秦军 携滔天杀意直奔魏靖而来 魏国大梁 得知消息的魏王已经下网了 此刻只能火速让仲臣给拿出个意见 最终商议后还是老办法 游说赵寒合纵抗秦 魏王这边派魏向火速前去游说 此时的秦国大军已经开到元城 正和魏国元城守军开战 就在此时立于四马战车中的李信 驾马从悬崖边快速驶过 促步及防下将魏军撞翻好几个 秦军趁魏军防线出现豁口 火速扩大优势厮杀挺进 将魏军冲得七零八散 秦军趁势浴血厮杀 魏军军心大溃 魏将剑辞火速下定撤退 秦军则顺利攻下元城 元城以下秦军直奔蒲扬而去 而此时的魏使已经到达邯郸 魏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可赵王眼却还在沉迷女色纵情歌舞 即便是听闻元城被夺 也仍未卦心说明日在意 直到魏瞻阳声哀求纯王齿寒 赵衍才推开仓女出门相见 投情甚深的赵王眼决定发兵驻尾 而此时在咸阳的秦王正 却早已料敌先机 此时前线秦军大营 杨端和李信已经知晓赵军来源 正苦恼攻城会被打测身时 秦王正照令道 第二天 秦军准备全力攻城 赵军就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看着 李信为了打消秦军担忧 给秦军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时赵将旁暖被秦军整蒙了 派斥后将方圆十几里能藏人的地 都仔细探查了一遍 事后禀报无任何异想后 旁暖这才终于放心 结果旁暖刚要下黑手亡命来了 旁暖见赵王眼让大军助手 只见是秦军动向却不得进击 此时的赵国朝堂再次陷入争吵 赵义指责赵王怎可做事秦军横扫位 赵义见赵王眼担心邯郸有失 屌台自己已书信李牧做好出征准备 只要大王首肯 李牧将军率军即刻南下护卫邯郸 旁暖将军放心对阵阳端和即可 就在此时赵王眼发话 赵义见赵王眼不听自己的 当亭甩袖子告辞总 赵王眼弃归气不忘办正事 让郭开派赵聪去大量 告诉卫王派的能沉出使其谷 如今原成蒲阳已被秦军攻占 赵王眼不想自己独抗秦军 派赵聪入位说动卫王派使臣入其寒 秦王正得知此事后不愿徒增事端 当即派廷为李斯上清摇鼓 尊别出使韩旗两国挫败赵卫和纵之计 李斯抵达韩国后 次日李斯进宫面见韩王 李斯深谙游说之道 索性摆出强势之态 不但不败见韩王 反而一脸傲慢地质问韩王两件事 韩王不敢惩戒妾声让李斯直言 李斯第一问便是韩国是否暗中支持烙矮 韩王以为秦国是来兴师问罪 称韩国都是被为国逼迫的 韩国没有乱情之意 李斯听此便抛出第二问 韩相见此赶紧替韩王解释 称先王当初也是受小人捕获 请秦始明察 李斯一顿恐吓加威胁 韩王顿时被吓到了 不敢出兵 而此时上清姚谷已经到达齐国 姚谷送上石车骑完给齐相 可齐相却狮子大开口 石车金柄齐相也是真敢要 姚谷嘴上说定会让齐相满意 转身便将秦国在齐的大商人全找来 决定发动经济战 姚谷当即放话 这些货款都不用给了 齐王也都暂停进购 齐秦通商已久且互相交好 秦商可是齐国VAP大客户 秦商突然暂停收购撤资不给钱 齐商顿时炸了 秦国也是狠 人家准备亡货了你不要 齐人拿不到钱那还不闹 齐相听此赶紧去请秦始 劝齐王驱逐赵魏使臣 至此齐国也被拿下 合纵失败 赵军想打却孤掌难民 赵江旁暖只能眼睁睁看着秦军攻占掩事 如今韩国拒绝出兵原位 齐国再次重申和秦国盟好 赵江旁暖退守邯郸 前锋与秦东郡之军对峙 秦王正在确定了前线粮草足够后 剩下的便交给杨端和于李信 在李信的建议下秦军火攻衍城 最终衍城轻松被秦军拿下 如今袁普衍三个关键位置拿下 断了六国合纵之计 而秦王正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敲定好先灭哪国 这是秦王嬴政最纠结的事 那就是赵魏涵先灭哪国好 于是找来秦廷和新领导班的商议 嬴政先是点出赵魏涵战力背景 毫无疑问赵国反骨最多 是秦国东出道路上最强劲的敌手 嬴政简单概述完三境情况 便让众臣置无不言言无不尽 谈谈秦国该先灭谁好 见众人都畅所欲言 王俭也发表自己的见解 建议先打头狼赵国 秦国只要连烟夹击赵国 灭赵未尝不可 可李斯却依旧主张先灭韩国 只因灭赵并不容宁 将领们各有各的想法 众臣也为此争执不下 兵士们都开始吃饭了 李斯和王俭仍在争吵灭赵未韩 迎戏赞同李斯的提 可王俭执意先灭赵 迎戏和李斯建议先捏软柿子 可王俭理性等武将想干漂大 王俭这也是说激动了 一时忘了嬴政说过不准提太后了 嬴政到这大致也听清理病 便让众人先去歇息改日在矣 如今灭国大战在即 秦国要以人意知识灭六国 就不能给六国留下口识 当务之急应尽快想办法 迎归太后赵姬 从而避免秦王正因不孝之事 受天下人指示 增添统一六国的阻力 于是让国夫人黎秋和米华先行试探 米华和黎秋借着才智新衣为友 趁机提起赵姬试探迎政太多 没想到迎政文言大怒 当即命令不许任何人 在他面前提起赵姬 寻日过后 秦王正和几位心腹大臣再聚大殿 让李斯王简说 下面还灭照具体规划 迎政听此知道灭照扑派巨大 而且风险变故颇多 于是再次陷入沉思权衡中 如今灭国大战在即 必须迎回太后以免孝道有失 猜测秦王正心里还是在乎太后的 正苦思派谁去游说比较好 能言善变的毛娇便出现了 李斯当即请他帮忙 建言迎归太后 几日后秦廷朝会上 你起借口 其使毛娇与陈池争议不决 请迎政召见 迎政听此便宣毛娇敬见 本以为毛娇是来争辩货款的 却不想毛娇话锋一转 竟敢主动提及太后赵姬之事 太后赵姬是迎政的逆龄 迎政一怒之下要喷杀投铁的毛娇 毛娇当即拦下行刑之人 称自己今日横竖是死 大王敢不敢让外臣说个痛快 迎政听此给了毛娇个机会 毛娇洋洋洒洒说完 请求入顶被喷 没想到迎政竟然准了 毛娇听此丝毫不惧 毛娇二话不说 当着众人的面 便开始脱衣服扔腰带 俨然已经做好随时入顶被碰的准备了 李斯不能看着好友被碰 顶着沙头危险出言劝谏 如今若杀毛娇 大王将背负沙中之口时 冷落太后将会背上不笑骂名 李斯三寸不烂之舌 再加上秦王政心里还是在意太后的 迎政最终还是有了抉择 迎政这边让人抬走毛娇 李斯一番谋划帮秦王政打开心结 迎政带着大部队去雍城迎回太后 殊不知此时的赵姬已被赵国盯上 秦国兵强马撞 君臣又同仇敌忾禄力同心 让仇秦甚深的赵王衍深感绝望 就在这时唱后提出自己有兵不屑任 就可让秦王政跪地求饶的办法 那就是将幽居雍城的赵姬绑来 到时秦王政即使不乖乖听话 也得忌惮赵国三分 赵王衍火速派人去雍城办事 结果两个卧底潜伏了许久 连赵姬的面都没见到 赵王衍见词果断派出照相郭开 郭开确实是有点聪明 先是乔装成其国商贩混进雍城 随后想方设法请来守城官兵 称自己和太后赵姬是邯郸旧时 郭开这边重金欲入大政宫卫国 于是灵机一动在宫城边附近 开了一家邯郸风味的糕饼铺子 以此掩饰身份守株待兔 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 太后赵姬竟然真的来吃糕点 郭开果断派人绑了赵姬跑路 就在此时听取毛娇剑言的秦王正 一路颠簸中道大政宫 正要迎归太后赵姬 结果得知太后不见了 秦王正火速派人在城内搜寻赵姬 并让属下将去往六国的通道都封起来 秦王正更是焦急地骑马追寻 而此时照相郭开也是非常狡猾 兵分两路一路去引开追兵 另一路则带着赵姬往渡口跑 结果到达时发现渡口竟然也有人看守 郭开当即打算来的调虎离山 二人当即策马去引开渡口的追兵 郭开则带着装在麻袋里的赵姬 坐上小船准备渡河离去 正在这时秦将李信赶到岸边 郭开以为大事已成 一脸狂妄地让李信传话 殷勤太后赵姬在船上 秦兵不敢贸然放箭 就这样 郭开安然带着赵姬渡江而去 船靠岸后 郭开压犯人似的带着赵姬跑 本以为就此脱险 却未曾想到大量追兵在岸边来袭 郭开当即以赵姬性命要袭 嬴政一剑将手持利刃的郭开手臂射上 随后秦军一拥而上 将郭开这伙贼人制服了 嬴政赶紧给老娘赵姬松绑 想要被赵姬离开 往芦伪从中走去 嬴政接回老娘赵姬后 在咸阳宫中大摆宴席 为赵姬接风洗尘 如今太后已经明归 按原计划来说 秦王政该从赵涵两国中挑一个灭国 可照相郭开的背负 让秦王政有了别的主意 秦王政心里一直想先灭赵国 灭赵确实需要铺排甚度 嬴政一时间难以抉择 就在这时郭开欲绑走开后反背负 郭开这枚妻子在手 让秦王政决心先灭赵国 秦王政想要郭开为己所用 所以火速命远审讯郭开 郭开一听车裂顿时被吓破了膽 误以为嬴政这是铁了心 要杀自己报仇泄愤 索性抵死不服软 李斯无奈将情况禀报嬴政 秦王嬴政决定亲自来会会老朋友 见面之前嬴政先让狱卒 将郭开的同伙拉出去炸了 给郭开增加精神压力 秦王政见火候差不多了 便现身来见郭开 郭开燃烧CPU大脑一顿搜索 郭开才恍然惊雾眼前之人是谁 郭开本能地往后退 随后为了小命赶紧甩过 秦王政一出手 郭开就跟话匣子似的网出说 称此计都是赵后谋划的 跟自己那是毫无关系啊 都是赵后出的馊主义 要不自己为何好好成像不当 好秦国之受苦啊 嬴政乔郭开不似作假 被打晕得郭开苏醒后 见李斯带人要处决自己 郭开搬出嬴政 称大王昨晚来见我 李斯当即给郭开套上刑局 押解到刑场 随后官员当众宣布 赵人郭开李瑶劫略太后 处腰斩车裂之行 随后李瑶便被拖上刑台 只能眼睁睁看着李瑶被腰斩 血淋淋的场面吓得郭开差点瘫倒 结果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顾碰到死亡的照相郭开 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 被带到张台宫后 都不用嬴政说话 郭开自己便表态了 大王所命开无不遵从 秦王正这边不但放了郭开 还让赵高台上两项金鱼 供郭开回邯郸打点用 郭开果断收下财货返回邯郸 回城途中仍心有余悸 至此秦外籍战神郭开正式上线 开启他的猎杀时刻 这是战神郭开万万没想到的事 自己为赵国深入险境 人还没死呢 赵王眼便急赵戍边的林务反毒 替代自己成为赵国新丞相 郭开先是去请昌后帮忙 让其多多为自己美颜 随后便驾马火速去见赵王眼 郭开抱着赵眼的大腿 撕心裂肺地开始哭喉 赵王眼刚开始还有点心疼 可陡然发现不对 怀疑郭开已经被秦国收买 一斗丛生的赵王眼带着郭开回宫后 战神郭开声泪俱下 尽管仓后前来说尽好话 郭开的眼泪跟绝地一样在那挥洒 可赵王眼对郭开一律未消 所以并未继续重用 嬴正在得知郭开在邯郸的处境后 为了促成秦赵某好之事 顺带着帮郭开重获信任 当即步了一步一起 那就是派顿若做秦史赴言 途中又故意泄露行踪给赵国 赵王得知昔日赵臣 眼下却成为秦史 猜测秦可能是要连烟公赵 当即派人将顿若抓回邯郸 拿出搜出的书信让顿若解释 去燕国到底意欲何为 顿若此来 就是为了骗赵眼入秦盟河 但直说又怕赵眼多影 于是只能多个圈子 谎称自己不光是去燕国送信 秦王还让自己顺道去烫弃国 正当赵王以为秦王要连烟齐公赵时 顿若指出秦国是要公主 赵王眼对顿若的话仍旧存疑 让人将其拉出去跪三天不给饭 随后赶紧询问李牧意见 赵王眼还是有野心 想等秦楚打得两败俱伤 他好做事而起争霸天心 赵眼当即将顿若又叫回来 让顿若给出个主意 顿若指出秦王要的是公主 是照不住处 野心让赵王眼丧失了判断 掉入了秦王正的陷阱 赵眼让顿若书信秦王正 务必促成秦赵结盟 李牧等人劝阻 可赵王眼却执意派使臣入秦 赵眼在邯郸等待消息时 昌后见赵眼一直冷落郭开 再次为郭开说好话 恰巧赵聪父亲归来 赵眼便同意让郭开参加会议 赵聪带来秦王同意秦赵和盟的消息 但是有附加条件 那就是让大王亲自入秦 才能彰显两国会盟的诚意 郭开见此赶紧出来唱反调 李牧之前谏言阻止赵眼不听 于是赵义和李牧所幸支持父亲 李牧和赵义是想借此事 推举公子家当上储君 事关李楚赵王衍并未决断 让仲臣先退下 这时得到李楚消息的仓后 一面去找郭开帮忙助公子迁上位 一面跑到赵王衍那哭诉要回封地 几日后 是赵王衍大阅兵的时候 赵义建言让公子家陪同检阅大军 赵王衍当即同意 可紧接着却出现变 赵王衍本就对赵义领 暗中扶持公子家放心不下 太子万年的声音一出 顿时他下定决心 改立公子迁为太子 随后才放心的父亲谈盟约 而赵王衍的担忧确实不多于 公子迁上位 赵义领目要发动政变夺权 这是秦王正和赵王衍的世纪童话 也是秦赵两国的谋略对垒 二人客套一番后便落座 秦王正命秦军入殿起武住行 赵王衍见此不甘落下风 命旁的安排赵军也入殿义武 赵军虽未经过排练 但是按着古典动作 野性十足气势不凡 秦王正胸襟开阔对赵军不令夸赞 表态赵军是可秦军为主 自己自然得夸赵军强啊 赵王衍听此脸上笑出了话 赵王衍在酒宴上狂妄嚣张 处处想着押秦王嬴政一头 酒宴过后更是胆大包天 竟然想要在秦国刺杀秦王正 赵王这边正得意洋洋准备刺杀事宜 殊不知邯郸城内有惊天变故 赵义听了李牧发动政变的主意 打算派人在秦国将赵王衍刺杀 再嫁祸给秦国 在邯郸的顿弱得到消息后 火速将情况禀报秦王正 秦王正为了保证赵王衍安全 下令加强戒备 李斯担心秦王正安全 建议让李星陪伴秦王正左右 于是嬴政便同意了此提议 殊不知此举拯救了自己一命 赵王衍回去后 便让唐暖将赵军的神射手 编入自己的田列队伍 秦剑也准备好了 意图以秦剑射杀嬴政 于是秦赵双方带着人马集合准备开始 随后嬴政和赵衍一起冲出 开始捕杀猎武 李信眼神迸发的杀意 将赵国猎手下的直哆嗦 只能放弃射杀事宜 一个时辰后 秦王正大口吃肉喝酒 等待旁暖点清双方猎武 旁暖点了好几遍 秦赵军所猎比秦军少三只 秦王嬴政听词忍不住放声大笑 就在赵王眼气的半死时 眼神一扫瞧见秦军猎者李信 嬴政见李信被认出只能眯着眼睛 谎称没注意 于是以猎物多少 来定惠盟之主于是作罢 赵王眼想和秦国结盟 但自己多次挑衅嬴政都不动声色 让赵王眼总觉得惠盟背后另有隐情 而秦王正知道赵衍生性多疑 为了灭赵大忌 忍下赵衍刺杀自己之事 准备亲自出手 来打消赵衍一律 自从赵王眼入侵后 处处争强好斗却只字不提盟约之事 秦王正知道赵衍生性多疑 派人刺杀自己之事 随后开始固步一阵 结果在行动时却陡然出现两个变故 一是邯郸的赵衍趁着赵衍入侵 派人刺杀赵衍 意图嫁祸秦人 第二个变故便是燕太子秦丹 燕国担心秦赵盟好之后 无后顾之忧的赵国会起兵伐焉 所以派秦丹前来阻止秦赵结盟 李斯提议让嬴政见秦丹 并且要大张旗鼓地见 务必让赵衍得知秦丹父亲 嬴政顾念而实情意 不忍秦丹有险 让魏阳军迎戏将其送出咸阳 可秦丹非要见嬴政死活不肯走 嬴政无奈 只能将秦丹软禁在魏阳军府顶 自己这边则加紧打消赵衍一律 嬴政这边故意让大军开始调动 时刻盯着咸阳的赵王衍 果然得到了消息 赵衍一听嬴政要准备大战 顿时腰不疼了要出去走走 嬴政自然不能拦着他 于是赵衍在出游时 再次得到一个重磅消息 秦国王武官运粮食 明显是奔着楚国去的 可赵衍生性多一觉得自己刚出游 就碰到秦国运送粮草 怀疑是嬴政故意为之 于是亲自出马去试探秦王政 次日 赵王衍和秦王政单独会面 秦王政演技也是实力派 知道赵衍来此事试探 一脸被戳穿心思的呆滞样 赵衍见口若悬河的嬴政陌生一对 误以为嬴政正是被戳破心思后 在强作镇定 当即断定自己猜对了 秦国就是要打楚国 自以为看透一切的赵王衍 回去后便告诉旁暖赵聪 秦人与赵博会蒙就是想稳住自己 他好疼出手从五官男进攻楚国 赵王衍其实可以不中计的 关键在于赵王衍有野心 他想趁秦楚打得两败俱伤 赵博灭烟摆脱四战之地的窘境 所以最终还是进入秦王政圈套 第二天早上 赵衍欲进攻与嬴政签约结盟 结果途中突然被刺杀差点凉凉 亏一亏秦王政探查后得知 鸡丹灌罪了看守的嬴姐 从魏阳军府内跑了后 偷偷密见太后赵姬 将赵衍入秦的事透露给了赵姬 当即派人刺杀赵衍 如今刺杀失败 竟然来找嬴政 令令嬴政派人杀了赵衍 此时的赵姬都有点精神失常了 嬴政只能让人扶走太后 嬴政看着疯癫的老娘心力焦脆 但是为了秦统一大业 只能再次和众臣商议 看有没有不就办法 把赵衍再骗进圈套 嬴政之前煞费苦心打消赵衍一律 赵衍正要入宫签订盟约之时 赵姬突然派人刺杀赵衍搅局 让秦王政几个月的心血打了水漂 如今赵衍献嬴政三日内 交出刺杀之人 嬴政不可能交出太后赵姬 也不忍让姬丹去送死 对赵伯的催促只能选择避而不见 这可把赵王衍气坏 行李装车明日便启程 秦王政不想几个月的心苦白费 火速照来心腹智囊商议 最终李斯给出可行性意见 那就是利用赵王衍的多疑 嬴政听此当即准备分两步走 一是让妮起带自己向赵衍之前 行刺他的人乃是我大秦太后 第二步便是利用鸡丹让赵衍一心 妮起这边奉王命 将赵姬派人刺杀的原委告诉了赵衍 可赵衍却并不相信 妮起知道上赶子不是买卖 说完毫不迟疑转身就走 妮起走后 赵衍询问旁暖赵聪怎么看 召集一个幽居深宫的妇人 行刺自己可能吗 旁暖和赵聪见谜起说的恳切 觉得可能真是这么回事 可赵衍却脑子转得极快 嬴政不肯交出行刺之人 赵衍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第二天准备启程却发现 门口冷冷清清没一个秦臣来送 好似已经彻底放弃秦赵和盟了 赵聪吐槽情人真没礼数 赵衍带着赵军御出咸阳返回邯郸 结果在路上碰到了盈杰和鸡丹 赵王衍顿时疑心大气 怀疑刺杀仪式可能是鸡丹干的 当即停车称要与秦王郑告别 二人见面后 嬴政一脸身无可恋的表情 称出了刺杀仪式 自己百口莫辩还怎么有脸提盟盒 赵衍听此称自己可以不计较刺杀之事 二人当即个怀鬼胎个笑个 笑完两人带着双方大臣 开始参加秦赵会盟仪式 赵王衍确实是精明 既想秦赵结盟 又想断了秦燕联合的路 于是在签约当口让赵聪提出 看到了鸡丹出入魏阳军府邸 称赢正包庇邯郸旧有的行为 让人寒心 随后带着赵国人马就要走 赵王前慢 赵王欲让寡人如何 杀了鸡丹 以为盟师 盟田 吹鸡丹头颅 诺 得命的盟田当即奔向监狱 斩了和鸡丹长相相近的囚犯 随后便开心地要开始会盟一事 双方当即先签订盟约 至此秦赵盟约结成 赵王衍觉得自己拿捏了银正 殊不知鸡丹并没有死 银正这边正坐等赵王衍回国起兵伐烟 因赵王衍直一入秦与秦盟好 赵义集结了宗室大臣以及救骨 决定半路扶杀回城的赵王衍 殊不知赵相郭开 早在赵义身边安插眼线 郭开得知有人要加害赵王 一脸阴沉地往王宫奔去 异域与昌后商议对策 赵义不想赵义被杀了 于是派顿若来游说郭开 顿若点拨郭开赵王信以用你 是因为赵王不放心宗室 若是杀了赵义 赵王顺利将宗室收归己用 日后还会有你照相用武之地吗 郭开自然不想丧失到手的权柄 于是一面将赵义篡位之士禀报昌后 一面又得劝昌后不要杀了赵义 郭开知道昌后的软肋是公子谦 于是指出公子谦太过年幼 要是大王哪天驾鹤西群 公子谦贸然称王 难免会遭到宗室反对 而赵义是宗室之手 只要握住赵义的把柄 到时赵义还不乖乖听话 为了儿子公子谦的前途 昌后果断忍下这口怒气 此时的赵义 正带人在赵义回来的路上伺机埋伏 谁知昌后竟然带着大队人马来袭 赵义还妄想拼命 结果还没来得及反抗 便被戏作刀架在脖子上了 赵义见事情败露 悲愤又被这个女人握住了把柄 长后郭开瓦解叛乱后 便在邯郸城外迎接赵王眼 就在这时赵眼见赵义眼神躲闪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赵王眼一脸怀疑 而郭开则一脸不屑地弯了赵义眼 赵王眼入宫后 便火速和赵义旁暖赵村郭开等人 说起自己又要趁着情处大战 起兵攻取继承荡瓶燕国 要是平常赵义早就跳出来反对了 可今日却默不作声 这让赵王眼有点猛逼 赵眼一时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这是旁暖请兵二十万宫燕国继承 赵王眼下诏在大军出征前 李牧务必赶回邯郸 邯郸的消息被顿若传回咸阳 经过众人的一番讨论 嬴政决定让王俭带兵洋装攻取 然后暗中将兵力调到秦赵边境 又令上卿姚谷出使魏谷 游说魏王向赵索要立一等地 在嬴政虚虚实实的一阵下 赵王眼最终还是起兵攻燕 彻底落入了嬴政圈套 二十万赵军势如破竹横扫燕地 燕国无力抵抗赵军猛烈的攻势 燕王习只能及遣太父居武入秦 催促太子丹向秦求援 大域内的姬丹收到居武的求救 姬丹虽心里恨死了秦王政 但还是来到大殿向嬴政求援 如今赵军虽渡过一水与燕军憨战 但还来得及回是寒淡 嬴政无法将秦国谋划告诉姬丹 只能说出兵时机未到 姬丹以为嬴政是在敷衍 随后甩袖负气而走 出门碰巧见到魏寒使臣 还给魏寒使臣一顿盆 姬丹这脾气也是大 燕国都这样了还得罪魏寒 魏寒使臣此次带来了好消息 使臣声称只要秦国出兵攻赵 韩卫两国定会拖住领悟 旁暖的主力深入燕国赵敬空虚 嬴政考虑完所有因素后决定两步走 一是给赵王眼去一封书信 第二步便是派王俭桓以二的 大张声势攻入赵敬 于是在赵燕打的正火热时 秦军突然沉冰到赵国叶城 叶城守将质问秦将李信 秦赵刚刚蒙好何故突然来袭 李信表态赵王不义欺负弱小 叶城守军见呆扯这个也没用了 于是只能争取事件 叶城守将见秦军来者不善 派人昼夜赶往摄城求援 摄城守将得知二十万秦军来袭 而叶城燕宇仅有三万人马 当即派两个手下各带一万兵马 分别前往叶城燕宇持援 两名赵将当即领兵出发 却不想秦军早就撂敌先机 在山谷上方埋伏等待 待赵军行驶到秦剑射程范围后 秦剑当即先拿下一拨人头 突来的袭击并未让赵军慌乱多久 反应过来的赵军迅捷拿起武器戒备 随后布阵展开防御 环以进攻守势一挥 片刻间无数石头朝赵军砸去 将赵军砸得晕头转向凉了一大片 秦军一点喘息的时间都不给 当即又来一波万箭齐发 赵军死伤无数阵刑基本备废 这时秦军趁乱以高府冲而下 对赵军展开收割 最终两万赵军被全歼 两日后 李兴驾车跑到叶城城下 让叶城将士出城投降 叶城赵军听此要和秦军直接拼了 杨端和当即指挥开战 叶城毫无意外地被秦军攻下 燕羽和射城自视也跑不了 如今三城皆被秦军拿下 结果最难的来了 那就是怎么指挥 才能让赵王误以为二十万秦军 拿不下一个小小的疗养 而继续命旁暖攻燕 如今叶城射城燕羽军被秦军拿下 得知战况的赵王眼雷霆大怒 随后紧急召见仲臣入宫商议 于是火速让仲臣拿出应对措施 仲臣建言因火速召回李牧旁暖 赵王眼本来也正有此 结果刚要发布赵令时 发现本该在利益欲敌的李牧 吴王赵便反都政和赵义一起入殿 李牧指出我军在辽阳附近有五万将士 这五万将士可以持援辽阳 阻击秦军攻势 就在赵王眼要做决定时 辽阳急报送到赵王眼原来都急死了 现在一听三万赵军 就击退了二十万秦军 顿时松了一口气不慌了 再加上秦王正在秦军入赵境后 特意书信一封给赵王眼 说会恪守盟约 赵王眼最终下赵五万将士持员辽阳 庞暖一个月内拿下燕国继承 赵王眼继续攻烟地照命一下 秦国这边火速露出他的辽阳 还以得到秦王正照令后 火速和重将士排兵布阵 至此秦国顺利攻下辽阳 此时还醉勤歌舞的赵王眼 得知战报后满脸不可置信 汤后见形势危急赵王眼还喝多了 火速下令令庞暖回首邯郸 并传书带地命李牧赵义港的来 无奈秦国早就猜到辽阳一破 赵国必会清醒赵庞暖回尸 王坚早已排兵布阵设好埋伏 于是庞暖回尸的二十万精锐 被秦军一战全奸 庞暖觉得自己愧对赵王赵国 脱下战甲眼中热泪滚烫 一脸绝望地离去 在邯郸的赵王眼 得知二十万精锐被奸 赵将庞暖不知去向 损兵折将加上王国之威 此时才知被嬴政耍得团团转的赵王眼 气急攻心一口鲜血喷出 随后直接一并不起 昌后在邯郸城内主持大局 此时李牧已经到了邯郸城外 李牧并没有着急进城守城 而是在邯郸城和秦军侧翼安营扎寨 与邯郸城形成脊脚之势抵御秦军 秦赵双方再次陷入僵持 秦上将军怀疑要亲自对战李牧 次日发兵阳攻邯郸城 目的是吸引李牧的边军出动 侧应阳端和和李信公打李牧军战 结果李信阳端和林郑轻敌 卫派前锋试探便着急攻战 反倒误入赵军之际 李牧这边一战折损秦军不少占领 于是秦军久久拿不下邯郸 咸阳城内 嬴政和新副智囊一起商议对策 嬴系建议增派20万大军事破邯郸 可谜起却并不同意 到手的肥肉谁也不想往处途 但很多问题摆在眼前又无法忽视 嬴政决定建了郑国后再行商定 嬴政带着考察团视察修渠之地 郑国向嬴政禀报渠物进度 如今渠守郡公已经通水 嬴政深知灭六国秦碧牢势远征 这粮草消耗是不可想象的存在 大渠早点贯通秦国两储便越多 所以渠物是重中之重 绝不能因战况拖延 于是嬴政打消派兵增援的想法 但又害怕秦赵僵持已久 列国会再生合纵之意 于是听从廷尉李斯的建议 行使反剑计让赵国从内部瓦解 而这个反剑计的人选不是郭开 而是焉太子姬丹 嬴政派嬴戏促成此事 嬴戏得赵令后 故意设举引焉太子丹入府一聚 并让姬丹撞见赵义门客与情人来往 还故意留下叛头书引诱姬丹看 姬丹不知事既信以为真 立刻将赵义叛变之事告知郭开 打算联合赵国威与筹谋 郭开收到姬丹门客送来的博书 不明白曾经和嬴政交好的姬丹 为何给自己写这份书信 继而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顿若趁夜前来 向郭开透露嬴政欲除赵义的消息 顺便挑拨郭开与赵义以及宗室的矛盾 郭开当即同意推波助澜 郭开便将情况禀报昌后 但却聪明地不诋毁赵义半句 全让鸡丹的门客来说 甚至直指这是秦国离间级 赵义之前就曾发动政变 昌后此时自然起了怀疑 为了防患于未然 昌后以商议粮草为由 赵见李牧赵义入宫境界 李牧相当精明 想起上个月郭开还说邯郸城内 一粒粮食都没有了 如今却说有了十万弹粮食 李牧觉得此事可疑 于是找个理由并未应赵前去 赵义傻呵呵地进宫后 直接被郭开昌后拿下 李牧得知后直接率边军逼宫 昌后怕李牧和赵义再反了 于是命赵聪去劝说李牧 自己则前去摆平赵义 至于摆平赵义的办法老生常谈 那就是美元计 昌后能让赵王眼流连忘返 区区赵义更是不在话下 当即展开狐媚手段 结果这一幕 恰巧被病体缠身的赵王眼看到 被戴绿帽子的赵王眼当场被气死 秦王正得知赵王眼突然死了 一时有点措手不及 更不明白的是 赵义不但没趁机罢出太子前 扶持公子家上位 反倒主动劝退了带兵入城的李牧 和集合闹事的宗事 让秦王正一时想不明白 这是战神郭开又一逆天手段 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再次坑死了十万赵军精锐 赵王眼突然崩世后 郭开为了尽快扶持自己的势力 令护哲率军对阵秦上将军还以 赵将护哲胡乱一出手 便轻松夺回赵国叶成烟于两地 原来护哲能夺回两成不是他牛掰 而是秦国故意扬退送他的 护哲误以为自己行了 轻敌冒尽 最终导致十万赵军精锐被全歼 赵从郭开得知战况后 火速将刑事禀报昌后 陈入宫商议对策 可宗室对昌后将赵义点为庶人不满 皆不愿奉赵入宫 眼见虎狼秦军仍盘踞在赵境 赵国岌岌可危 赵从提议该宁春平均复位 其用李牧芳可保寒丹无余 昌后听词只能亲自去找赵义 请他出山主持大举 不料赵义对昌后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态度不满 表态自己已经是庶人一个 赵国正是与自己无关 赵衍是撞破了赵义和昌后的奸情 怒火攻心直接被气死了 赵义重明 自然不想让世人知道此等丑闻 于是只能被昌后拿捏使唤 甘心出面主持先王葬礼 顺便借桑礼合纵六国以求自保 秦王正在得知六国动向后 询问仲臣意见 还以建议趁着赵王崩世 在六国合纵之前强灭赵国 可姚谷王俭等人确持反对意见 李斯此时也不建议再出兵了 于是只能忍痛放弃 秦王正一面下赵命大军撤回韩国 一面命上清姚谷入邯郸 密切关注六国动向 姚谷奉王命前往邯郸调宴 到了邯郸城门口 姚谷像往常一样建立 可赵聪因赵王眼的死 故意给姚谷难堪 姚谷自然不是吃亏的主 当即和赵聪展开辩论 双方剑拔弩张要撸起袖子干架时 韩非出言阻止争吵的二人 六国使臣接入邯郸城后 赵义火速邀请为韩七处焰五国 秘密商议合纵抗秦之事 赵义的口才有限 但韩非游说能力牛掰 韩非深知秦若东触灭六国 韩国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 于是在韩非的强有力说服下 五国使臣接同意回去后 就劝说各家大王合纵抗秦 而单单没被邀请的摇鼓 闭眼睛也猜到赵义在忽悠五国抗秦 但不知各国对合纵的态度 于是以韩相顾骄的身份 私下邀请韩非进士宁藤 代劳给列国使臣送礼 实则是想从他那里试探 四国是否支持合纵 当姚谷从宁藤嘴上得知 几国使臣欣然收下礼物后 对列国合纵的态度顿失了然 韩非在得知侍从替姚谷跑腿后 大骂宁藤中了情人奸计 姚谷将六国合纵态度传输咸阳 嬴政对齐国也参与其中 很是另眼相看 如今合纵的关键在于齐国 就在这时李斯提出一策 将六国合纵可一件次补 那就是利用刚刚修订完成的秦传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歌剧不相往来 导致各国的汉字出现了简繁不一 一字多形的情况 就拿一个马字来说 七个国家竟有七种写法 这让秦王嬴政不能容忍 廷卫李斯也连连吐槽 嬴政为了勤灭六国统一天下后 决定新修一种字体 而这个重要差事则由李斯全权负责 李斯带领学子参阅典集修订书体 不断研磨讨论历史已久 终于不负众望修成新的书体 新书体嬴政瞧着确实是好 但却觉得仍有缺憾 秦王嬴政的话说得不无道理 可秦伯长于刀笔的书令 皆已汇聚在殿内 就在这时嬴政想起咸阳狱门口 出自成鸟之手的那篇告示 于是便将大狱中的成鸟释放 还提升为狱使命其定书 最终在成鸟的修订下 新字体终于大成 新字体确定为秦状后 秦王政当即颁布诏令 自今日起秦国上下 需使用心体秦传 秦王政这政令一下 六国商骨文之需用秦传订阅 未免合同纠纷皆踊跃休息 奈何燕太子担不满次举 将秦旷火速报给新政的韩非 便定嬴政想利用秦传做文章 便立即去输给其公子田冲 韩赵魏一前使铜网为田冲助阵 田冲收到消息后 跑到秦国给姚古一顿骂 姚古一听顿时笑了 直言书同文用秦传写合同 对齐秦双方商骨百利而无一害 齐商皆欣然赞同 田冲不信姚古所说 屁颠屁颠跑到秦商那边 称秦国非要用秦传写合同 这不是逼迫羞辱大家吗 你们能忍吗 本以为齐商会一起吐槽抵制秦传 没想到齐商皆甘愿使用 齐商觉得方便皆不搭理田冲 田冲仍然势不罢休 带着赵魏涵使臣跑到张台宫 指责嬴政强行推行秦传太霸道 秦王正对田冲也是无语了 下朝后 嬴政建议李斯入旗后 从纪下学宫入手 胜了纪下学宫李斯有自信 可有一人却让李斯担心 那就是才能远在他之上的韩非 结果韩非真的入旗了 李斯和韩非的PK开始了 李斯奉王命出使齐国 本想利用秦传决六国和纵之士 齐国纪下学宫的祭九便不请自来 上来就数落秦国强推秦传太霸道 顿时了然这是被田冲拿来当枪使的 于是放眼里不变不明道不变不清 纪下学宫一变 三人敢和上千纪下学子辩论 李斯不是狂妄也不是脑子进水了 而是他知道事实胜于雄变 李斯在辩论大战之前 安排毛娇和纯于月到处宣传传书 一时间新书体流传于世子文克手中 就连纪下学宫纪九 也都赞叹此字体成古一开心法 约定辩学之日已到 李斯之身前来论战 瞧见纪九旁边放着的新字体 顿时明白这局稳了 李斯见众人对书体赞不绝口 于是故意请求见见书者 纪下学子将书者引荐后 纪九一件事纯于月和毛娇 顿时如梦初行恍然大悟 李斯顺势便给大家介绍秦传 秦传由于六国书文是事实 纪下学子刚刚还夸得天花乱坠 此时自然不好适口否认 李斯用秦传说服了纪下学子 下一步本想去游说齐王 没想到这时候韩飞赶到了林姿 韩飞见到秦传后 惊叹秦传确实远胜六国书文 于是不与秦人争辩秦传两有 而是选择激发齐人一份以绝情 韩飞让田冲派世子封赌一馆 令秦始不得入宫 自己则先一步去游说齐王 在韩飞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下 齐王下令驱逐秦始离开林姿 为了保险起见 韩飞又让田冲安排无数齐人 昼夜监视一馆一举一动 李斯得知这一切都是韩飞从中作梗后 当即准备重拳出击 于是命人火速联络在齐的秦商 齐聚在驿馆外面等候李斯拆解 李斯当着众人面表示 齐王听信谗言 驱逐我大秦使节 现在本时以大王名义宣布 大秦与齐国断交 秦商皆表态没有秦国何来我等今日 李斯见秦人如此兴起 秦人同仇敌开释守秦国之威 李斯扫了一眼齐人后 当即下令点火 于是秦商纷纷开始放火烧凉 烟雾缭绕 田冲见李斯自毁财火 大笑齐人大获全胜 而韩飞却知道 自己败了 林姿王宫内 齐相以一百八十脉的速度跑向齐王 将秦始宣布齐情断交 焚烧粮食卷麻 并遇待着秦商离开的消息 禀报了齐王 齐王让齐向快马先去拦人 随后自己换好衣服也往城外奔 路上遇到抑郁阻拦的韩飞填穿 齐王顿时气不打溢出来 于是没给二人开口的机会 便赶紧去拦秦使李斯 齐王都出动了 李斯便顺水推舟和齐王回到王宫相谈 齐间田冲虽不停地使坏搅局 但根本不是李斯对手 于是齐国最终还是倒向了秦国 秦国军民陈贤兵强良多 秦人又如此凝聚团结 秦一统天下 大势所趋 韩飞游说齐王合纵抗秦失败后 回到邯郸又给赵国出了一击 那就是游说吕不韦到赵国威向 到时赵国有良将又有治国能臣 定然能与秦国一较高下 韩飞的话让赵义燃起了希望 在劝说昌后同意后 赵义马不停蹄地去洛阳找吕不韦 却不想自己的行踪被锅开知晓 火速给秦国通风报信 而此时的赵义已经到达洛阳 赵义派手下以购粮为由框出正义 随后请正义帮忙引荐 不料正义竟然断然拒绝 赵义见正常途径见不了 跑到吕不韦府底外扯脖子喊 意图将文信侯吕不韦喊出来 结果吕不韦没出来 倒是派出了自己不少的门客 门客拿起棒子给赵义一顿打 结果赵义还是一根筋 打成这样了还是不走 在耕地路上堵住了吕不韦 请吕不韦随自己入邯郸 吕不韦让赵义断了此念 可赵义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 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推荐赵国 吕不韦称自己一介商 最看重的就是货品成色 吕不韦以猎货比喻赵国 并且表明自己不愿入赵的态度 赵义听词只能带伤返回邯郸 和昌后一顿吹牛皮 昌后冷笑编个谎都编不下 让赵义赶紧下去吧 赵义一脸尴尬地从昌后这出来 结果正巧碰到锅开 当即又给赵义一波嘲讽 赵义自认无法撼动吕不韦 所幸联合韩卫燕等国 四国使臣持四国相应 在吕不韦府邸前 共情吕不韦出世 场面堪比当年纵横天下的苏秦 可吕不韦却依旧无动于衷 魏韩燕使臣见此皆想离去 可赵义心思歹毒早已散布谣言 魏韩燕使臣听此继续等待 谣言传到咸阳的嬴政耳中 嬴政深知即使吕不韦无心 但术欲进而封不止 为了保全重负吕不韦 嬴政下达一项赵令 命吕不韦迁入蜀地远离是非 王赵到来洛阳后 吕不韦紧奉亡命 可门客却窃窃思语心不甘愿 李斯宣读完赵令后 进内侍与吕不韦一讯 吕不韦当即跪地一拜 请李斯替自己败给嬴政 李斯拉起吕不韦 表态自己不会负文信侯所托 吕不韦态态度决绝欲迁王属地 为韩燕使臣见此 便懂事得各回各家了 赵义见此雷霆大怒 就在赵义束手无策无能狂怒时 韩非又送来的损招 赵义看了后 命人将细闻连夜发出 务必弄得人尽皆知 于是一封秦王政客博管恩 残杀亲帝幽静亲母的西文发出 更是将谦文信侯入署 曲解成事囚禁文信侯 六国填不知耻无所不用其极 想用文信侯给嬴政泼脏水 吕不韦知道只要自己活着 他们便会不断攻击 于是准备以死断六国之念 六国处心积虑借吕不韦的名义 诋毁秦王嬴政妄图对抗大秦 吕不韦对大秦的感情无庸置疑 不愿做事六国拿自己做刀剑 于是在茶汤中下了剧毒 选择以死绝六国叵测之念 读查在争主的过程中 吕不韦不禁回想起自己这一生 散尽家财九死一生 助盈一人归情 盈一人力排众一拙生自己为情相 吕不韦绝不会负寡人 也不会负我大秦 谁阻拦我 我吕不韦 地狱旗 御石 对愤 你要何回报 我要做天下的丞相 平华阳公辩 受先帝临终前脱孤 肃营正义捧天下至红念 直至宫城身退离开咸阳 吕不韦在感慨着往事点滴的同时 缓缓饮下了毒茶 于是在公元前235年 秦王正十二年 一代相邦 吕不韦自尽在封地落阳 咸阳城内 秋风萧瑟落叶遍地 似乎也悲痛吕不韦的离世 得知情况的李斯 也为大情痛事相邦落泪 嬴政得稀恶好 顿时悲愤欲绝 当即即赵仲臣进攻 下令将在三日后世事灭兆 为重负吕不韦报仇 李斯剑嬴政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赶紧谏言阻拦此时不宜出兵伐账 王俭也是同样态度 可秦王正杀意凛然根本听不进去 还以和李信纷纷表示示灭赵国 为文姓侯吕不韦报仇血恨 冲动是魔鬼 秦王嬴政最终 还是得为自己的冲动负责 但死的那可是重负吕不韦啊 不出兵 他还是秦王正吗 这是秦王正自开启一统行动以来 第一次遭受如此重挫 秦将还以率军功赵 结果大败于赵将李牧 还以以死谢罪 秦国损兵折将 而这一切皆源于秦王嬴政的冲动 吕不韦被六国销小逼的自禁落扬 秦王正为庭大怒 不顾李斯王简未了等人反对 执意命还以李信辉施灭赵 秦军大营内 还以李信正研究部署战略 护文兵士来报 赵将李牧在西南三舍之地扎营 还以当即带着众人亲自前去探查 发现赵军集结成两座东西名寨 双方遥先互印 百名是想逼秦军退兵 与此同时 赵军一发现了秦军扎营位置 赵将纷纷提议趁秦军立足未稳 派边军铁骑突袭 然而李牧并未阴语 秦赵两军与肥帝对峙多日 秦军多番叫阵 可赵军却充而不闻归宿不出 执意与剑阻挡秦军的进攻 实在令人憋屈至极束手无策 于是桓宇决定分兵 桓宇当即下令开始建造新营 新营建好后 桓宇派斥后去探赵军动向 得知赵军还和往常一样并无异常后 桓宇当即下令分兵 并叮嘱将士们谨慎行事 不能让赵军察觉我军动向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秦军的动态还是被赵军知道了 分兵的秦军在赶往新大营途中 遭到赵军骑兵截杀 桓宇得知消息后 火速派李信代战车营增援 毫不迟疑集结战车营 带着大部队赶去增援 桓宇早就猜到赵军会突袭大营 所以做好准备撬手等待 夜晚时分赵军果然来了 秦军严阵以待 在赵军到达陷阱范围内后 当即下令营火 只见无数火箭奔赵军而去 这时无数秦军趁乱收割敌军 眼看着秦军以寡敌众越振越勇 没想到桓宇今早出门没看天气预报 天空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 被雨水无情待灭 这时李牧瞅准时机 趁秦中军大营兵力空虚 集结全部大军偷袭 致使桓宇惨败 只能号令残军吸退至平阳驻守 把所有雨剑石头木梁搬上城头 死战防守平阳 结果在当天晚上 大批失散秦军出现在城外 桓宇眼看穿这帮人乃是赵军假扮 立即下令放箭 这群假扮的赵军火速往回跑 此时不远处的李牧剑计策不成 跑到平阳城下叫嚣 李牧见秦军脾气不太好 火速带着兵马往回撤 四日一早 秦赵两军与平阳交战 赵军攻破平阳城门后 李牧命令三军押上 彻底剿灭城中秦军 虎落平阳的五万秦军 和赵军展开生死厮杀 正当寡步敌众略险待事时 幸好王俭奉命率军持援 李牧文迅晚叹 兼命还以的时机一事 只能撤军离去 还以见赵军突然撤退 远处秦军主力奔涌而来 知道平阳危机已过 于是命李信带大家出门相迎援兵 而自己因心生愧疚 独自回营帐留下遗书 以死谢罪 王俭和李信见此悲痛不已 历世为秦再战 必要解灭六国 以为众将士在天之灵 李信护送还以灵就返回大秦 手持还以遗书贵贱秦王正 奈何营正遭此重挫后 竟是必能多月深刻自省 不肯再见任何人 魁撞营系等人别无他法 只能去请华阳太后换出嬴政 嬴政最终还是出门来面对这一切 嬴政看完还以的遗书后 一脸平静地将遗书烧掉 不是秦王正冷血 而是此次大败让秦王正知道 再愤怒也不可失去理智 否则付出的将是秦瑞士的鲜血 术实让民夫业以继续地辛苦工作 国家不计其数的财力物力支持 耗事是多年 这条凝聚无数人心血的灌溉大渠 今日终于要全线流通了 魏阳君号令一下 一起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眼见水灌长驱绵延而去 在场之人无不动容 因为他们身在其中 深知这项恢弘伟大的灌溉工程背后 是无数秦人没日没夜的辛酸与付出 郑国渠全线贯通后 将大大改变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 增加土质肥力 将为大秦再增数万倾粮田 秦国人口虽多 但郑国渠灌溉面积相当大 导致还有很多粮田无人开垮 于是秦王正下一步要做的 那就是以铜铁商战为手段 引六国庶民离开故土 入秦宫坐落六国而强秦 秦国君臣当即开始各行骑士 姚谷去林姿游说齐王 顿路则去邯郸县县策照向郭开 劝郭开趁秦赵两军对质肥帝之机 囤积铜铁获利赚点零花钱 爱财的郭开一听顿时眼睛放光 齐王经过姚谷的游说 下令一车铜铁都不得入兆 导致赵国铜铁紧缺 两车升铁被炒到200斤 是平日价钱的20倍 郭开见投机倒打这么赚钱 当即决定全部垄断 在郭开的强力帮助下 邯郸县城内铜铁价格疯涨 导致赵军铜铁更加短缺 和秦军对阵时进退为谷 赵一得知前线情况后焦急万分 火速传信给韩非未沾香去邯郸 请为韩两国开进私柱 尽快输入铜铁路照解赵国之客 可韩非认为架色乃立国之本 拒绝以开启私柱方式铸造 赵一觉得韩非是不想帮忙 所以看韩非的眼神也不上 而这时燕太子鸡丹 带来了好消息 那就是燕国可以借匈奴之道 向赵国偷偷命送铜铁 鸡丹解了赵国燃眉之急 让赵一激动不已 赵一因为韩非不肯开进私柱铸造 心中有怨 所以故意给韩非难堪 燕太子所带铜铁的流入 让铜铁价格暴跌 郭开的铜货全砸在手里 眼瞅着就要血本无归 这时顿若告知郭开有人绕过他 已经给前线的李牧送去了铜铁 郭开火速以为牢将士之名 入李牧军中查探铜铁来源 结果被李牧一顿嘲讽科尘 一点线索没套到 但其手下却发现军中大批车辆 规格与中原不同 均是来自带地以北的匈奴 郭开将消息传递到秦国咸阳 秦城之小定是鸡丹在丛中作梗 林郑当即派理性截断 由匈奴路照的铜铁之路 既然让铜铁价格再度暴涨 这群韩明见铜铁价格暴涨赚得多 也不中了全部来冶炼铜铁 从邯郸归国的韩非见此场景 赶紧下车阻止 管事的见韩非要阻挡自己进度 赶紧解释开注铜铁这事 乃是丞相颁部的王力 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让韩非有意义去找大王 韩非听此火速进攻练亡 建言私柱不可开进 可韩像表示开启私柱短短三个月 韩国所收赋税已与全年相当 拿着这些钱招兵乱乱不好吗 韩非看透本质想的长远 可韩庭众人属无寸光 觉得韩非是在威言耸听 所以并未听从 韩非眼见韩国上下利欲熏心 听不进去断句良言 一路之下待人欲砸了窑口 欲唤醒众民认知国本稳乎之重 可韩人早已身在其中抽身不得 如今龙石已过 即使砸了窑口也无济于事了 韩非两天长叹 天要往我韩国胜路啊 而此时的秦王政心境完全不同 嬴政临郑国去查看 庚夫劳罪不息 苍领充盈 李斯炳报王俭已经占领肥帝战争的主动 赵军现在只能固守 嬴政听此下赵 令王俭剑刺后撤 郭里与赵人的战斗 秦军一退兵 赵国邯郸城内赵人欢欣鼓舞 觉得天佑大赵 郭开听此那是愁坏了 秦赵两国突然休战 导致铜铁价格暴跌 自己囤了那么多铜铁 损失惨重啊 秦军若和秦王叔叔想想办法 指点郭开可以从粮食入手 像郭开这种有条件的可以继续捣卖粮食 可韩国两国庶民百姓可就惨了 韩国百姓有无粮果腹 每日都在田野挖草根吃野菜 日子久了连草根大家也开始抢夺 就在这时韩非恰巧得知 秦国政绩流民 并且隐落入秦之人一丁寿田百米 甚至还有耕牛和梁仲资助 经过此地的每日就有数百名之众 韩非知道庶民一旦西巷入秦 三近日后将任由秦国宰割 于是韩非一面尽自己所能开仓壮粮 力图留住韩国百姓 一面修输诸国愁措熟名 以享秦明 而此时秦国的韩国关前 六国流民不断涌入秦国 自入秋以来 已有三十万流民入秦 三春郡已经容纳不下 还有数十万关东之民 正在赶往韩国的路上 就在这时迎戏禀报 在邯丹的顿若传来书信 称韩非传书赵若两国 阻挠流民入秦 名将王俭率秦国大军 直奔韩国而来 得知消息的韩非 火速请赵毅未沾发兵救援韩国 结果赵毅这边就能拿出三万兵 魏国能拿出两万兵 五万兵马屋一杯水车薪 就在这时秦国提出要求 只要韩非入秦 秦国便从韩国撤兵 韩非身为韩国公子 魏国自然是义无反顾 还有就是韩非想到秦王正身边 探听消息给六国报信 学夫秦 行驶反禁忌 韩非在前往咸阳的路上 看到六国流民接西向路秦 其中竟然有不少韩人 当即下车阻拦游说 韩非小只一里动之以秦还给补贴 这批韩人听此皆听话的原路折返 其料此举恰巧被秦军目睹 秦军不知韩非身份 毫不废话对这群坏事分子展开追杀 韩非和手下被追得狼狈逃窜 结果慌乱间走到了死路 秦军见二人冥顽不灵 当即开始放箭 韩非手下忠心护主以身挡箭 幸亏记下好友李斯及时出现 才让韩非免于杀青瘾和犯 知晓韩非秉信的李斯 劝韩非应顺天命一斩报复 辅佐明君建立万事工业 可韩国公子的身份 让韩非的心困在了韩国 李斯见韩非冥顽不灵执迷不悟 只能寄希望于韩非见到秦王后 被嬴政的英明折服会有改观 韩非入秦的消息被姚谷知晓后 姚谷向秦王政建言 臣请将其杀之 秦王政之小众人所言不虚 但是求贤若渴的嬴政 还是决定先见见韩非再说 韩非因为早早就看穿 开镜私柱抛荒野铁士秦王政 若三进而强秦的阴谋 让秦王政对韩非很是好奇 于是在韩非入殿后 被对韩非冷峻地询问 韩非如何看待自己 没想到韩非比嬴政想象的更挪呆 不惧秦王为烟侃侃而谈 畅谈天下大事及君王之法 言语中皆是精华要点 嬴政被韩非的财学深深折服 在韩非回到住处后 嬴政担心韩非来勤仓促 特命国府以君侯的规制 为韩非定制笔墨指宴和衣着 奈何韩非自认韩氏宗人 据收秦人衣冠 除了笔墨书捡衣着等日用体 秦王政还给韩非准备了四马摇车 以供韩非出行之便 不久后咸阳收到顿若紧急密报 赵魏韩楚四国欲合纵抗秦 姚古请命出使四国已决其谋 嬴政当即给姚古特权以便宜行事 韩非得知情况后 延夜将姚古降入赵魄四国合纵的消息 传信给赵邑 嘱托其定要设法将姚古拖住 传命信也就罢了 韩非还不知死活 在姚古离城之日拦截车架 想要评骗姚古 韩非是想聘姚古自投罗网 可他这点小技呀 真是官官面前耍大刀 姚古穿着嬴政的大雕 拿着秦王力剑抵达邯郸 得到韩非逆信的赵邑 准备将姚古骗到自己府上软禁 姚古早已笃定 韩非所言必有诡诈 直见赵王才是取胜之道 于是在城门口故意答应赵邑 让其误以为自己真要去他府邸 结果在车架行驶到岔路口时 直接快马加速往王宫狂奔而去 姚古外交手段牛呆 再加上有国开乡助 赵国同意废弃四国合纵之事 姚古顺便让赵邑传话给韩非 姚古自此对韩非意见更大了 李斯得知韩非举动后 也是相当无语了 韩非自从入侵后 多次将在咸阳打探的消息 传至赵魏韩三国 秦王正见赵魏韩梅士老合纵 当即与心腹大臣商议 决定对三进实施惩戒 王检李姓建议先灭若韩 予以震慑 张台宫外的韩非听此心惊肉跳 当即在殿外大声斥责 银正听韩非在外扯脖子喊 当即叫韩非进来说 韩非进殿后不顾李斯提醒 为了存韩当即舌战群臣 陈说灭韩诸多弊端 骗秦王正削弱强国去和赵伯打 李斯见韩非不听劝告 在作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既然脸色阴沉 银正因爱才心切 只能看着韩非标演技 韩非唾沫横非阐述完 银正不愿服了韩非脸面 表示今日就到此择日在一把 戴朝散布后 李斯赶紧叫出了韩非 李斯苦渴婆心 可韩非明显没听进去 而这时关东诸国竹炎铁之力 费门庚之本致使田园荒芜 六国入秦之流民源源不绝 如今天下庶民向秦之心日盛 开启灭国大战时机已到 可秦王正在灭韩灭照仍有纠结 于是决定先召告六国 以六国的反应而后定 在外喝酒的韩非听到世子们谈话 确定迎正灭国之心一起 北府后赶紧密信韩王安 请他委派能臣打守韩国重地南阳 韩王安听从韩非之言 当即下赵选任新的南阳甲手 以巩固南阳防御 姚古德之情况后 当即利促弃暗投明的宁藤 夺得南阳甲手之位 宁藤若得甲手之位 大秦灭韩将在转瞬之间 而此时秦王正灭国的赵令 小于六国后 六国皆哗然 赵国来输责难 楚国四立内人 七国干脆表示置身事外了 而魏彦两国皆派使臣入侵 只剩下韩国还没有表态 而这时韩非请求静静秦王 韩非再次搅弄唇舌 见言灭韩诸多弊端 提议嬴政存韩灭照 可却被李斯一语戳穿 李斯的话让韩非无言以对 只能告退离去 韩非走后 李斯肯请嬴政将韩非关押 实则是为保全韩非 嬴政之李斯和韩非的交情当即表态 当月韩非子离宫并未归宅 而是直奔李斯府邸 与李斯饮酒畅谈 顺便言表歉意 可韩非的护从却趁机潜入李斯书房 听到李斯之子理由和李略的谈话 得知嬴政已有决策 不是灭韩就是灭兆 韩非当即密信韩王安与赵国联合抗秦 韩王安偷偷派韩相张让傅赵 结果事情被郭开传给了秦国 韩王一直懦弱不已 此次竟然胆敢顶风作案 嬴政心中已有怀疑 但并未多说 只是让在新政的姚谷 设法破了韩赵之盟 姚谷奉王命设法破坏两国之策 在新政自行无忌横冲直撞 恳贺韩王安 导致武德不敢与韩国结交 并打算趁机住民藤 谋得南洋假守之位 韩非深知以姚谷的人脉手段 有他在六国定阳护门南城 于是铤而走险 韩非当即带着书简去觐见秦王 称秦王用人不当 才导致六国没有被灭一国 就比如那上清姚谷 就是雍入贪财之辈 大王给他四十车财务贿录豪尘 可姚谷只带去二十车 剩下的都被他私自卖下 嬴政人言迟疑 随即召回在新政的姚谷 并将韩非所写检毒制处 没想到姚谷对贪诺一事共认不讳 但却表示贪诺只是自无 姚谷怪不得能结交六国豪尘 那些人都以为是同道中原 说话但是岂能不方便 姚谷猜出书简来自韩非 请秦王正杀了奸者韩非 可嬴政称没证据并不大话 姚谷懂事的不再多说 只是将自己助宁腾成为南洋家手 宁腾愿将韩国南洋之地 献给嬴政的好消息说了 而韩非这个仇 姚谷自然没忘 自从韩非入秦后 没事就给三静偷偷传递消息 嬴政惜财爱财 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韩非吃了雄心到子胆 听说姚谷在新政托六国合纵 竟自作聪明游说秦王正 攻劫姚谷贪末 意图借嬴政之手除掉姚谷 姚谷向秦王正解释清楚后 得知是韩非再次从中作梗 当即准备除掉韩剑韩非 姚谷知晓嬴政对韩非颇为偏袒 不拿出韩非见者的体证 是颁不倒韩非的 于是趁夜造访韩非宅邸 直指韩非乃韩国建人身份 姚谷不愧是交由六国高手 深知各类臣子的弱点 于是在与韩非的交谈中故意透露 韩非曾经的护从宁腾现已叛韩 自己已经将宁腾推上南洋假手之位 宁腾已经答应 待他出任南洋假手 必然会将南洋献与秦国 随后更是让韩非好好想想 南洋若失手 韩国还有可能存国吗 姚谷这首顶级阳谋鼠是漂亮 让韩非明知是圈套 也不得不自现证据往里跳 只因这是保住韩国的唯一希望 姚谷走后 韩非当即吩咐护从们 天明前分别从各个城门出去 定要将宁腾叛韩消息送给新政 数十个护从分头行动 只求为韩国争取一线生机 然而姚谷早已不好圈套 这些护从或被绞杀 或被俘虏 而韩非知晓哪怕秦军抓住一人 奸者的身份便会坐实 自己必然死路一条 于是坐在案前争分夺秒 连月注写韩非子 第二天一早 秦国厅委府前来拿人 韩非自此锅锅入狱 而此时的张台宫内 嬴政眼见铁政如山纠结不已 这时姚谷谏言 韩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可见其对母国之忠贞 对秦国之英督 李斯不忍韩非如此结局 建言大王灭韩后 韩非无所依托 日后定然会为大王所用 希望嬴政稀才饶了韩非 迎接王丸等人又纷纷建言 韩非不能为大王所用 反而屡次阻碍大王一统天下 该以秦法处置 铁政在前大臣建言在后 嬴政觉得韩非就是个冰山 自己是融化感化不了他了 最终彭义姚谷等人所请依法论罪 依法论罪乃是车略之行 李斯不忍好友如此悲惨落幕 唯一能为韩非争取的 便是亲手送上一杯毒酒 保其全师尚载 韩非知晓李斯尽力了 也知自己要是赢政 也会处死韩非 但其还有一心愿未了 那就是希望李斯能帮忙 将自己亲手撰写的韩非子流传 让法家里面实施于天下造福万民 韩非见心事已了 便接过毒酒一饮而下 毒药发作韩非疼痛一场 李斯一把将韩非拉进怀里 哭着陪好友挺过人生最后一程 结果韩非前脚咽起 赵高就传来亡命赦免韩非 李斯文言震惊 悔恨自己出手太快 误害韩非宁丧皇权 一股急火攻心 当即口喷鲜血 随后倒地昏迷不醒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极大成者 极商量的法 生不害的术 和甚道的事于一身 今天伟帝制裁本可抚明军开万事 奈何措生韩国困服一生 莫得如此下场 秦王政见盗灭六国的时机已到 于是决定开启灭国大战 嬴政本在灭韩灭赵兼纠结 这时秦国上清摇鼓带回重磅消息 自己已经将弃暗投秦的宁腾 推上韩国南洋假守之位 宁腾已经表态 随时可将南洋献与秦国 南洋乃是韩国重敌 南洋若归秦 韩国楚启强别无出路 如此良机嬴政当即果断下令 秦军建峰已执抵韩国新政 宁腾正要登高一呼 率南洋臣民归秦时 却陡然出现变故 韩王安突然派十万韩军束手南洋 又命韩相张让来主持军政 宁腾一把手的位置被夺 受制愚人恐是难成 而这时还有一个坏消息就是 韩王安在秦军入境后四处求援 竟争取到赵卫楚三国响应 韩境内抵御秦军的兵力 已达三十万之众 秦廷御史王宛和丞相迷起 见事情棘手建议秦缓团之 待赵卫楚散去再想他法 克里斯却表示不可放弃灭韩之机 明正知道赵卫楚三国远韩 赵卫乃是主守 只要赵卫退兵 卫楚必不敢出兵就韩 所以只要让赵卫知难而退 合纵联军便会自然瓦解 有了主意的秦王正 当即赶赴战场指挥战斗 到达前线后第一道照例 就是命秦将李信率两万将士 轻入韩境作略结状 如遇韩军单独作战便兼之 若遇四国之君则败归 李信当即带领秦军给韩军咔咔乱杀 听到赵卫楚联军赶到 便装作仓皇逃跑 韩王听到前方联军大败秦军 顿时以为自己行了飘了 上迁秦军与命虽可惜 但五小时怎可有大德 如今韩军洋洋得意自命不凡 而这正中秦王正计策 宁正当即派李信即刻赶往南阳 侧应宁藤一旨 秦将李信抵达南阳后按照计策 带领一千铁骑大摇大摆刺探敌秦 这是宁藤利用韩相张让 刚毕自用浩大喜功的弱点 劝张让带领韩军出城击杀李信 张让听闻新正的韩军大败秦军 本就也热极了 如今见名阳天下的机会摆在眼前 当即带领韩军出城去追杀李信 而这正给了宁藤可乘之机 众人齐心运筹下 南阳最终一致归附大起 而追了李信二十天没追到的张让 憋屈至极返回南阳时 却发现城头旗帜已患 秦上清姚谷正和宁藤站在一起 众地南阳归秦 让新正街头人心惶惶 韩王安从未料到这般失策 如今只能请赵卫处相助 请三国增兵驻韩国夺回南阳 不料赵国不但不增兵 还要把现在的大军也撤走 只因秦上将军王俭率三十万大军 突袭赵国赵国得先自保 赵国主心股一退 卫处见韩国军心一溃 也纷纷找个理由要撤 三国不愿远韩 视韩国如碧旅之时 嬴政命名腾兴南阳之兵成胜追击 一举攻克了韩都新正 于是在公元前二百三十年 韩王安无奈率仲臣出城请降 称臣书抵达咸阳后 韩王安在张台殿内 恭敬地奉上韩帝于徒和国喜 嬴政不再追究韩安叛秦之罪 而是彻其王浩称臣纳公 且允其继续居住新正 归至如宫后 自此韩国彻底灭亡 秦国书告天下 将韩通入秦帝 并在此建立尹川剧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18年 秦国开启新一轮灭国大战 秦将王俭李姓杨端和寿林虎夫抚越 再发三路大军进攻赵国 秦军杀一领人直奔赵敬而来 昌后眼见秦势危急 便与赵王牵挟宗室大臣迎回李牧 命理路统筹举国之兵相抗秦军 于是率边军长途奔袭 南祖杨端和北错李姓 拜完二人后火速赶往井行 拦截王俭之军进攻邯郸 如今王俭与李牧队置井行数月 秦将王俭数次阳攻诱敌 可李牧拒嫌疑首居不出战 让秦军一时进展艰难 前方战况八百里船至秦国咸阳 秦廷众臣见李牧用兵如鬼奔袭如殿 只想想要速胜李牧很难 除非效仿当年长平之战 离见赵国让赵国换将才有可能速胜 可如今的情况是 赵仁举国托于李牧 揭示李牧为拯救赵国的不二之人 就在众臣深感无力 觉得这条路走不通时 头脑灵光的李斯 想出了让赵国同一个地方跌倒两回的计策 若是开门见山离见李牧 赵仁定会警醒 若对赵国全体朝臣下手 则让赵国摸不到头脑 眼神发亮了嬴政 当即命顿若清静财国 后悔赵国宗室朝臣 并叮嘱此事 定要让赵王赵后知晓 顿若当即暗亡命败事 赵臣愿意收理得更好 遇见不收的隔墙往李扔 只为秦国下一步做好铺垫 此时在景行对峙的秦赵两军 你来我往已经打了十个月 日复一日 赵军前线梁草再度告绩 邯郸城内的一半数名 已经吃不饱肚子了 这时顿若来到赵相府邸 游说郭开诬告李牧侵吞梁草 联合部分宗亲大臣促成临阵换戒 顿若称大王已经制定了 除掉李牧的计策 丞相只要一计刑事即可 郭开听此脸色争是缓和 当天夜里 郭开密掉人手 手持高仿的李牧手书 调走了赵义送往 警行前线的五万大梁草 将知情人全部杀人灭口后 郭开便进攻面见昌后 声称五万梁草失窃 必与情间有关 昌后不解郭开何出此言 郭开当即标起了眼计 谎称顿若趁自己不在家 重金收买了陈的家臣 陈派人打探后得知 顿若拜访了邯郸城内 所有世人的府邸 赵义奉命调查此事 果然追查到超过半数大臣受贿 还查到其赃款所在 赵军满城抓捕情间顿若 结果却在李牧府邸将其抓到 并搜出万金之巨的赃款 赃款这是李牧尚可辩驳 这时运粮将士的口供送到邯郸 称自己放粮乃是应看到五安军的首领 那些收受贿赂的大臣听到风声后 为了祸水东引拉着李牧挡枪 纷纷称李牧是私吞粮草的幕后主使 昌后本就因多数大臣 被秦国贿赂心中忐忑 听此当即要收回李牧的兵权 赵玉建言林郑幻将乃兵家大计 太后万不可忘却长平之战的惨痛教训 郭开知晓赵国对幻将有因应 于是退而求其次建议不下兵权 只是召回李牧让其解释清楚 可由赵冲带其暂管军政 不会出什么事的 在郭开的蛊惑下 昌后派他和赵冲 前往警行召回武安军李牧 李牧对军梁师妾一脸猛逼 但王赵在此只能回邯郸赴命 怎若李牧在归途之中 惨遭郭开伏击 司马上浴血拼杀 护卫李牧逃离 不想郭开有备而来 最终司马上为救李牧身亡 其余残兵敌死顽抗 掩护李牧冲出重围 李牧拼尽全力冲破半马索的束缚 一路纵马狂奔却不想 行至荒野又陷困境 数百名弓箭手清朝出洞 将李牧四周围住 这时战神徒手郭开上线 郭开手是一挥 只见无数之力箭朝李牧射去 关键时刻马有灵性护主 替李牧挡下大多数箭语 无奈郭开带来的人属实太多 这位戎马一生的战神李牧 最终还是难逃厄运 死在郭开手里 而李牧一死 赵国即将完蛋 自从李牧被战神郭开弄死后 秦王迎正命上将军王俭 将李牧的边军全监后再克邯郸 王俭利用赵军粮草匮乏 连越挑战以求速胜的弱点 吩咐部下将率仗秘密 迁往山丘陵地 秦将王俭设好圈套后 赵聪当即就要带着边军往里跳 赵国粮草不计是硬伤 如今李牧将军惨死 赵聪只能带着边军殊死一搏 却不想正中王俭计谋 赵军在秦军的故意失落下 瞬间夺下秦军大营 王俭得知赵军铁骑已攻入谷地 当即令王奔即刻出击截断谷口 随后命中军和后军主力向谷地合围 此时的谷地厮杀声势沸腾 双方长矛相抵互不撤让 得知中计的赵军四处突围 却皆被秦军死死困在谷地 此时的场景 竟和当年的长平之战极其相似 最终这批礼物一手带出的精锐铁骑 被秦军全监在谷地 而十万赵国布军 王俭下令只追击不见面 故意放十万张嘴回邯郸吃饭 倒是邯郸饥饿更甚将更易攻克 秦军大军直逼邯郸城 虎师丹丹却并未主动攻击 这时顿若从郭开那拿到邯郸布防图 送到秦军大营 并带来消息如今赵军半数将士 以恶的举不动毛鸽 本以为王俭会顺势攻破邯郸 结果王俭却依旧表示实际未到 只因如今赵国宗是无一人劝降 这说明赵军的锐气未减 这时派秦军去打便宜了赵军 还白白增加秦军伤亡 而事实果然如王俭所料 秦军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托得起 可邯郸城内赵军赵明就惨了 三名壮族一天共享一斤熟米 饿得前兄贴后背 赵一家的小公子更是被活活饿死了 有点条件的百姓不惜花重金 高价从郭开那买点素米 结果还没等给儿子吃一口 就被其他赵人抢夺跑了 赵一从哭嚎不已的百姓口中得知 郭开高价卖宿米大发国难财 当即派一千士族趁夜乔装成庶民 将郭开如山的储粮一散而空 得知情况的郭开暴怒不已 查出抢粮的幕后黑手乃是赵一 当即决定于死网破 郭开当即派遣护从给王俭送信 相约今晚两方里应外合 王俭见时机已到 当即让重将士准备 郭开派门客装好心市民前来送饭 守城士兵饿得两眼冒惊心 耐不住饥饿 全都放松警惕 结果全都死于剑下 剩余门客血站成门前的赵军 将赵军杀得差不多后 火速放出信号 王俭见次火速下令 秦军全力往城门奔去 而这时郭开这群门客也是给力 顺利将城门打开 攻迎秦国大军进城 城墙上的赵军听此抵抗 终完不了败局 只能趁着秦军放松警惕 拉一个垫背的跳下城门 赵冲带着步众 在通往龙台宫的小道上死战劫机 纵然未能成功阻挡秦军进反 仍是以壮烈之态奉献于这片土地 如今秦军夺下邯丹兵为龙台宫 王俭并未直接去擒获赵王谦 而是命郭开前去劝想 龙台宫内 赵义正鼓动赵王谦与宗士誓死不详 这时郭开入宫 劝众人赶紧投降好活命 赵义正要杀了郭开时 不料反被郭开一刀斩杀 在场之人见此情形无不震惊 直到如今赵国大势已去 在座抵抗已是枉然 于是陆续收剑回鞘 偶有忠良之事决绝自稳 以身殉国 其他人全都认命了 王俭建昌后携赵王谦 献上赵国于图国习起降 当即令人向嬴政报警 赵国王啊 于是在公元前228年 秦王正19年 在灭韩两年后 秦将王俭攻陷赵国都城邯郸 俘获赵国最后一位君王赵谦 秦国终于将赵国击败 秦王嬴政收到邯郸功课 猖后赵王谦起降的捷报后 自知秦赵之间愁戏甚深 于是亲赴邯主持大局 宁政宣布完对赵王谦的处置后 便命人将他们母子宋帝咸阳 赵王谦和昌后虽走了 但是赵人桀骜不逊名玩不灵 秦军巡察途中经常遇袭 宁政听此当即派出战神郭开 命他勒令救赵世人交出封印 再次手握权柄的郭开 对救赵世人毫不留情 郭开见这群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当即对赵世人棍棒相加 大家经受不住拷打 唯有妥协 怎料郭开也是掉前眼里了 竟然借此机会再次从中获利 郭开胡甲虎为一顿沙威棒 扣下留给自己日后享用的土地 将剩余十万请收缴封印的账单 屁颠屁颠地递交给秦王正 宁政询问郭开救赵世人有何反应 郭开毫不保留置无不言 称公子家代帝称王后 世人也都心存侥幸 表面上奈想 但心里期盼公子家复国 都怀有不成之心 赵世人本就不愿交出封地 再加上遭受郭开这般屈辱殴打 正案中密谋反叛 就在这时听到秦王三日后 要去祭奠申岳先生 赵国世人贵咒当即决定拼一把 赵世人兵分两路 一路故意接近郭开 恳请他帮忙带自己等人 进龙台宫面见宁政 行至宫殿门口时 突然暴动将守卫的秦军杀死 随后打开门栓接应轮外同伙 只见一群手抱高度酒 背着枯树枝的赵世人 鱼灌而入直往龙台宫奔去 随后四处纵火只为引秦军前来 赵世人这是要玩一出调虎离山 殊不知这一切早被嬴政掌控 嬴政到达祭拜之地后 看到围观的赵人 从眼中就已经看出他们的不臣之心 这时传来急报龙台宫叛乱 嬴政故意将秦军全部调走 只为让这群不臣之名自己蹦出来 就照世人眼见秦军远去 以为计策得逞 趁着秦王正专心上香之际 当即掏出凶器与剩余的秦军死战 意图杀了秦王正 而秦王正却毫无惊慌之意 就在赵人距离嬴政三十步时 秦王正手势一挥 无数秦剑朝叛乱之人射去 顿时射倒鱼片 以赵世人见自己等人重击 气愤至极举剑朝嬴政杀去 结果却被三个秦军截杀 赵世人看着秦王正的背影 拼尽最后力气将剑抛出 却被蒙义直接挡下 李星更是策马直接将其撞飞 嬴政祭奠完申岳先生后 回到当年太后赵姬的邯郸故居 却在废墟中看到 写着赵人败类字样的门板 秦王正瞬间大怒 嬴政从故地返回龙台宫 见到被赵世人复制一具 化为焦土的宫殿 心中陡声悲软之情 就在这时郭开吵着要见嬴政 郭开之前带着世子本想入宫面王 见他们反秦就仓皇跑了保密 如今见反秦人士已被斩首 赶紧跑来表中心要追随嬴政 郭开还妄想李斯替他说话 就在这时李斯让人抬上书简 斥责郭开借收脚封一只鸡中宝私囊 乃是邯郸祸乱的罪魁祸首 秦法已正论罪 铁政在此你还满口抵赖不知悔改 于是秦国大功臣 郭开便被碰了 邯郸乱局刚刚停判 嬴政便收到太后赵姬病危的消息 于是赶回咸阳与赵姬见最后一年 赵姬中还是不舍儿子嬴政 但却也知自己已经游进灯窟了 秦王正对赵姬的死悲伤不已 而这时秦连灭赵韩两国 让代甲百万的楚国惊醒 决定对秦发起反击 楚国项燕和景涵皆认为 楚只有与魏燕齐三国合盟 方能抵御秦军灭国的步伐 就在这时公子景涵和傅楚 恳请项燕为楚国挺身而出 除掉祸害令女 保楚国设计宗庙 项燕为楚国江山设计在所不辞 冒着沙头之威 斩杀了令寅李源 在公元前228年 和景涵联手废除楚王雄游以及太后 拥立楚公子复楚即位为王 楚王即位后当庭放言 要联合魏燕齐和纵抗秦 秦王嬴政深知 楚国帝阔五千里 代甲上百万 秦国若全力应对楚军 就怕魏燕两国伺机而动 万一齐国再倒向楚国 局势将更不利于大秦 局势紧张之际 昌平君离起带回打探消息 王族与士族不合乃是楚国软肋 李斯建议抓住此粮机 设法扰乱分裂楚国削弱楚国 道士复除便只能看着我秦军 荡力未宴 秦国这边刚刚定下弱楚计策 不想再发事端 韩国世人不满秦国剥夺封印 于是趁着楚国聚兵的档口谋反 新政被叛军攻占 项叶二十万大军和新政叛乱旗帜 而此时秦军主力尚在邯郸 秦军若出兵抵御楚军 则韩国就此复礼 秦军若评判新政 则韩谷必施 咸阳城内 你起见事情棘手 建言将拨给邯郸的粮草残留 召回坐镇邯郸的王俭严正以待 嬴政深知王俭若回 就怕邯郸赵人贼心不死趁机叛乱 所以命王俭继续镇守邯郸 而项宴这二十万大军 嬴政也想出了应对之法 副除刚刚篡篡位自立为王 名不正言不顺 嬴政当即派昌平君你起亲赴臣义 将讨戏副除的告示公之于众 而事情果然正如嬴政所料 楚国正是听闻你起为储人伸张正义 纷纷前来相助 而此时在韩谷关前的项宴 见自己二十万大军压境 秦王竟然拒不召回王俭 觉得嬴政正是在藐视储君 当即下令明天不顾伤亡 必须客程 怎料锦涵突然奉命前来强令回市 原因便是陈颖线下人心惶惶 新王恐王位不保 请项宴赶紧带兵回去主持大局 项宴虽不愿 但也只能听从王命 而秦王正得知储君退去后 下一步便是收拾新政的韩人 魏国本以为储寒会大有所为 见秦国轻松摆脱眼前困惧 只能派魏瞻出使秦国 称魏王拜赴秦王 自请去除魏王号 愿为大秦三臣 只求嬴政饶过大梁 以思义针见邪指出魏王如此拜赴 之前为何不早点来呢 魏瞻的言语中提到齐楚燕 已经将其国动向暴露 嬴政虽知魏国首属两端 但如今其国属性有变 只能称自己相信魏王 而此时的燕国 见王俭以马一水 怕秦国下一步灭燕 于是赶紧派居武窥探秦军虚实 王俭可不愿和居武莫紧 二十万精锐秦军臣兵一水 燕国君臣对此争论不休 部分老臣赞同激丹观点 认为燕国临危在即 应当征集举国财力修军备战 而另一半老臣则持有反对意见 最终燕王喜决定只要秦军不过一水 燕国并不会出面挑衅 以免惹得嬴政生疑 为燕楚皆懂事的不出兵 秦国下一步要做的 便是稳住齐国 秦国连绵韩赵两国让列国打韩 如今二十万秦军主力一马一水 齐楚又被秦国牵制而作弊上官 燕太子秦丹累死八亿脑细胞 终是想出了个抵御秦军的馊主义 那就是刺杀秦王正 而刺杀的主力便是荆轲秦武扬二人 秦公戒备森严 为了保证一击而中 秦丹当即拿出脆有剧毒 秦克就可夺人性命的徐夫人匕首 秦克见着匕首这么牛白 当即同意入侵刺杀 次日 秦丹和居武便在一水旁 为秦克秦武扬等人送行 高剑离身之秦克此去无论成败 皆是死路一条命丧黄泉 于是当场盘坐余地 以一手一水歌为好友壮行 秦克伴着歌声渡江远去 和秦武扬抵达咸阳后 秦克提前和秦武扬彩排刺杀细节 叮嘱秦武扬举起木匣时 千万不可有丝毫动摇 可秦武扬不当回事 反倒苦曹秦克太磨叽 秦武扬大话连篇也就罢了 结果关键时刻掉链子 进进路上 人还没进张台宫大殿 就被吓得腿软站立不得 秦克赶紧去扶 可秦武扬满头大汗 抖得和筛康式的直抽筋 秦克无奈 只能自己独自拿着于途手机进减 萌义虽在上殿前检查了 但秦克于途没开道理 最终还是蒙混过关将匕首待遇 秦克进殿后当即标演技 一脸金句且带有哭腔 营正以为秦克被传闻吓得瑟瑟发抖 让秦克抬头 看自己有没有那么可恶 秦克故意说自己看不清 营正便让他上前来 秦克先是献上樊无契手机 随后便将都刚之图斩给营正 营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 秦克在图穷之时一把按住营正 手持匕首朝营正咽喉猛然刺去 营正迅速倒地躲过致命一击 秦克当即飞身上前 朝着营正一顿刺 营正虽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却终究躲过秦克无数次致命袭击 营正被秦克杀得狼狈滚下台阶 秦克一跃而起朝营正劈取 生死攸关之际 幸好李斯集中生智 直接从事宜手中夺过药箱砸向秦克 营正当即从身后抽出秦王剑 欲对秦克展开反杀 此时的营正杀气凛然霸气危险 握紧秦王剑等候荆轲下一步进攻 这时蒙义救驾冲上殿来 荆轲当即要最后一搏 却最终倒在秦剑下 暴怒的营正将燕国刺杀之士 通告其处为三国 三国却许久没有答复 于是在公元前227年 秦将王剑李姓率大军攻入燕国 将燕军精锐尽数歼灭 悲愤不已的燕王喜大骂鸡丹 为保20万燕人性命 燕太子鸡丹自愿扶诛 燕源逃往辽东继续苟延残喘 公元前225年 秦将王根率20万秦军 欲攻取魏国都城大梁 刚刚即位三载的魏王甲 火速令魏国精锐抵御秦军 王国之威面前 魏军同仇敌忾不计生死 表现出超强的战力战心 再加上对秦军作战手法太不熟悉 一时间让秦军伤亡惨重 最终秦军临车开到大梁城头 秦军奋不顾身俯冲而下 和大梁城上的魏军迭血厮杀 眼见秦军从灵车源源不断上人 不料魏军早有准备 只见一带着绳索的硬弩射穿灵车 随后几十个魏军使出吃奶斤拉扯 最终秦军灵车在他们的拉扯下 失去平衡而侧翻损坏 王根见灵车上不去 便准备从大梁城门入手 怎料魏国用火攻 大梁城下顿势一片火海 将秦军夺下城门的想法彻底粉碎 前线消息传回咸阳 国魏辽直言大梁魏克非战不利 主要是魏国的城墙太坚固了 自从魏惠王迁都大梁 魏人数世修缮大梁城防 并且在开战前 铲平了城墙外一切阻碍 让弓城市卒无以凭借 嬴政之国魏辽所言不虚 但如今自己已连灭两国 又启蒙被一座城池所挡 嬴政未寻破城之法 于是亲自查阅白起当年留下的战报 通过战神笔记终于找到 攻破大梁城的方法 那便是水焰大梁 嬴政刚即将笔记传给王奔 并派出水师相助 王奔引黄河鸿沟之水 水灌大梁城 魏王此世仍未嗅到危机 还想与秦军再战再创辉煌 不料落号传来 出了殿门的魏王甲 眼见大水已经蔓延到楚王宫外 魏人死伤无数 崩溃不已差点晕倒了 魏将提一先救助妇孺抢救粮草 魏王甲虽命人全力救援 可终究却挽救不了败局 魏国在坚持了几个月后 最终还是向秦国称降 至此 魏国王 秦国在魏帝设置当局 如今赵家窃居待地 燕王喜碧居辽东 中原之地现已尽在大秦手中 秦国下一个目标 便是灭楚 秦略含赵魏三国尽收中原之地 下一个目标便是楚国 嬴政赵文五百官张台公庭义 畅所欲言商议灭楚粮策 秦将理性自信满满请兵二十万 义公克楚君屯粮之地成父 到时楚君无粮军心必溃 楚国引都便唾手可得 秦上将军王俭听此说出自己谋话 王俭指出楚国代甲百万地阔五千里 败之易灭之难 所以大秦需蒸发六十万大军 理性的办法可败楚 但灭之难 优势就是兵力需求少 而王俭这个就是奔灭国去的 楚国地阔用的兵马自然多 就在众人略有纠结时 收到密起书信的王婉 提出的动摇楚国国本 兵不血刃就可拿下楚国的办法 那就是行分封 可李斯却坚决反对行分封 往往放言分封乃是古致 大公之臣皆因次觉封地 更是直接奏请牛政 现在就封建立不是之宫的王俭为撤后 嬴政听此询问王俭意思 结果王俭也想要分封 不论李斯满朝文武皆想分封受绝 可嬴政知晓一旦分封 不出几代这天下又得打成一团 于是放话暂且搁置分封之意 王俭见大王不听自己的 一脸不满地回到原处 嬴政本来正在斟酌 到底是用理性之策还是王俭之策 结果王俭跑来离职要不干了 嬴政瞧出王俭因为什么有怨气 所以便打算和王俭将话说透 嬴政指出周立国后行分封 导致诸侯割据战乱不断 八百年后周王十安在 如今天下又胜几国 王俭也是心疼秦军情愿 他们抛头颅撒热血结束乱世 本身就值得最好的对待 嬴政自然也深知这点 但嬴政的心中除了秦军 后来借敌便同意气回家养老了 随后召见李姓商议灭楚详策 李姓当即在作战室模拟自己灭楚细节 宁政见铺牌也算周全 当即便命李姓率二十万秦军 入楚境一级行事 结果万万没想到出现重大变故 公元前225年 李姓蒙田率二十万秦军 从陈颖攻入楚境 意图夺下楚君屯粮之地成父 成父若到手楚君无粮可施 到时楚国将是待宰的羔羊 可万万没想到后院气 因秦王正不肯实行分封 妮奇与楚诗人心生嫌隙 楚公子景涵文西此事后 当即前往一见双方 此时李姓率领秦军正猛攻成父 可负责运送粮草的妮奇却发现 要运往燕陵的十万弹军粮 只有八万弹装车 还有两万储存在仓库里 妮奇回府去找储藏粮草的书检 结果发现书检已被楚诗人取走 楚诗人还出手焚毁了两万弹军粮 景涵更是亲自劝米奇投储气情 在景涵的忽悠下 堂堂秦国丞相 竟然在交战关键时刻判敌了 此时在咸阳的李斯 听说陈颖书王李姓大军的粮草有短缺 火速将情况禀报嬴政 并提议自己去前线查看 可嬴政却表示不着急 嬴政乱乱想不到岳父米奇会判敌 以为可能有临时情况吧 于是一面命李姓龙田和兵 一面给米奇书信督促粮草 而这书信毫无疑问都被景涵看到 此时已经合兵的李姓龙田 正准备明天大军清朝而出 务必拿下城府 却听到斥后来报 相应的三十万大军已经进入城府 李姓预感大势不好 火速让之后去后侧查探情况 结果噩耗传来 二十万秦军被四十万储军围困 李姓深知明日必是一场恶战 于是号令将士们 固守迎战四季突围 此日 相应给四十万储军打完鸡血 命每两万人一队轮番突击 是要突破秦军军营 勤敌于城府 此时的秦军兵力不足粮草不尽 再加上储军从后方杀来仓促应战 第一天就伤亡惨重 五名校尉阵亡十万将族允命 李姓直言杖打到这个地步 再无战法可言 唯有以命搏命 如今储军已显颓势 李姓下令抵住这波攻击后 全军突围 就在这时战鼓响起 新一轮攻击要来了 此时咸阳作战室内 李斯建言秦军禁敌城府之后 只收到一份战报有点蹊跷 嬴政还自信地表示李姓蒙田协作 断然不会有半点差池 却不想魁撞惊慌失措传来噩耗 二十万秦军全军覆灭的晴天霹雳 给秦王正顿时雷猛了 反应过来的李斯 赶紧询问昌平军迷起消息 嬴政不是自负也不是蠢 他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岳父会叛秦 秦王正从未经受如此大败 想到二十万为国征战的大秦瑞士 因自己的岳父血染沙场 嬴政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赶走众人后 当即倒在地上 米姓族人得知米起叛国 导致二十万将士允命 全部自负己申请嬴政降罪 可秦王正谁也不见 国夫人米华得知亲爹如此作为 崩溃不已但也只能和米氏众人 在张台宫前迎着烈日 等候嬴政召见 蒙依让米氏众人回去等候亡命 可众人宁可晒晕了都不走 最终忠是等来王赵 米氏本就有叛乱的前科 可嬴政不计前嫌重用米氏 甚至着生米起为秦相 而米起就这么回报大秦的 秦王正又哪能不心寒 这就是秦王嬴政的胸怀与担当 成父兵贷二十万秦瑞士允命 秦将李姓蒙田自负请罪 可嬴政却将罪责揽在自己身上 嬴政身之朝臣对分封议论已久 于是今日 嬴政忠是要给众臣一个肯定答案 故寡人欲费分封 嬴政从战败的悲痛中走出 重整旗鼓是要灭楚 可米华自觉无言面对嬴政 于是决定独居进于冷宫 嬴政虽心疼但也无法阻拦 米华的亲爹米起害死二十万秦瑞士 米华若安然无恙走进走出 世人将如何看待长公子扶苏 秦王正处理王家事后 下一步便是去请王俭出山 王俭见到嬴政的王家后 当即跪地请罪 嬴政称这是寡人之罪 与上将军何干 可王俭本就是心思剔透之人 自然不会不安君来起后尘 而且他是真后悔 当初因分封仪式和嬴政闹脾气 最终眼界二十万秦瑞士血染疆肠 嬴政最终重新启用王俭 赐虎福 令其率六十五万大军公主 王俭立誓不负王命 定报成父之仇 随后便率复仇之士离开航谷关 直奔楚境 王俭率数十万大军东出航谷的消息 让昌平君迷起心中忧虑 项燕自以为是 见一鸾鸟鸣将 称鸾鸟存火之情太阳之精 乃我楚人祖先的化身 秦人不过是玄鸟生下的独乱 岂能与我楚人争鸣 结果话音刚落 鸾鸟就被人一箭射死了 项燕大怒让手下将射杀之人擒来 结果发现此人竟是米甸 你起见此赶紧给兄弟解围 回到帐内给项燕敬酒赔罪 可米甸却表示到不同无意时 项燕派人要将米甸赶走 米甸正托开称自己还不屑 与叛徒萧晓彤同作难 说完便起身要走 几天后 秦将王俭命蒙田齐席臣尹 储君疏于防范 尼其锦涵不战而逃 王俭听此心中大定 想着可以专心对付项燕了 蒙田建议秦君先发致人 可王俭却让蒙田别着急 先将一份博书集送咸阳 咸阳的王婉 见王俭送来的不是战报 乃是请求梁田千五十亿万户的奏折 顿时有点无语 前段时间求府邸两座仆义签名 这没多久又要封赏 心思单纯的亡亡吐槽 这尚将军咋不误正事 就知道要赏赐呢 李斯解释大王将六十五万大军 交由尚将军统帅 让我大秦立国五百余年来 从未有过一人率兵如此之多 尚将军也是惶惶不安啊 而尚将军行事谨慎 他不断朝大王索要封赏 乃是一举多得 宁正自然知晓王俭的担忧 于是命人从宫中 再选出十名美貌女子 送到上将军府邸 意在告诉王俭不必顾虑朝义 在前线放心地干吧 而王俭则放心地开始准备 自己灭楚的杀手锏 秦将王俭率六十万秦军东出航骨 攻入楚地后并未直接刀兵相剑 而是采取了兼臂自首避免决战 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 将楚国的国力彻底拖垮 同时还专门准备了三个杀手锏 如今楚国苍领空虚 政绩希望于岁收季节好补充粮草 而王俭选择此时出击 就是要粉碎储君的最后希望 在王俭的号令下 秦国有何举动 结果这日秦国大军真的动了 齐王一听不是来打自己 是去打燕国和代帝公子家去了 顿时心中松了一口气 可齐相却劝齐王早做防备 这秦军迟早得来 在齐相的劝说下 齐王同意 在秦帝同往林姿的要道高堂 囤住三十万大军 剩下的二十万大军 则护卫齐国都成林姿 并派遣田冲前去咸阳 意在打探秦国虚实 此时的秦王嬴政得知齐国 将派兵囤住高堂 本来还有些忧虑 不是忧虑秦军打不过 而是担忧高堂成奸强固 秦军若要强攻 必会百百损失不少秦瑞士性命 就在这时听为李斯带来消息 齐公子田冲已到咸阳 嬴政当即想到对齐上策 那就是从刚进入咸阳的公子聪入手 自从田冲访秦后 途经之处所见所闻 皆令他心生震撼 瞧着那杀意凛然的秦军出征 田冲深知多年未曾征战的齐军 与之相抗壁将一处击溃 田冲虽心知齐国大势已去 唯有祥秦才是良策 但嘴上却不饶李斯 夸夸气谈称齐军战力多么强悍 齐国有多么富有 如今还坐拥辱十万雄兵 目的就是想让秦国忌惮同意一和 结果李斯却讽刺田冲做梦那把 李斯知晓田冲已有详情之心 只不过爱与脸面一直纠缠 于是事后便故意堵着田冲 田冲无奈求见国夫人黎秋 请其帮忙说服嬴政同意秦齐一和 可秦王正确表态除非齐国想 爸已经说到这顿上 田冲只能抛下脸面敬见秦王 田冲表态齐国请为藩臣 请秦王云若齐国宗庙存续 嬴政表态实施误者为俊杰 通缉辩者为殷好 只有归降于秦 才能使华夏重归于衣 还天下离束太平之日的唯一之徒 黎秋担忧齐王执迷不悟 于是请求亲父齐驳 相助公子游说齐王归降大秦 最终黎秋和田冲赶赴林姿 而此时远在林姿的齐王 心中也是万般悔恨 秦宫寒时 齐相说这都是怪韩王自己昏愧 齐王便为理会韩王求助 最终韩不秦面 秦宫肇时 六国戒言有李牧在 定能顶住秦军 齐王信以为真并未出兵 结果赵国被灭 秦军和燕军大战一水 世人皆言燕太子次秦活该被诛 齐王便做官成败 秦军攻打大梁石 齐相建言楚国尚在 让齐王不必在意 结果魏国被灭 秦王攻打楚国 齐王刚刚下决心相助楚国 颖都就落入了秦王之手 可以说齐相后胜属时有点坑 他的建言就没对过 导致齐国坐视五国被荡灭 结果最可笑的是此时的齐王 还是相信齐相后胜的话 离丘回到齐国后 和田冲一起游说齐王详秦 田冲是为免齐人徒增伤亡 才选择详秦 可后胜等人一听秦国封地才五百 担忧自己等大臣将一无所有 自然极力怂恿齐王死战秦军 于是齐王又听了后胜的话 江国夫人离丘软禁了 此时的秦国已经灭了燕国 以及带帝的公子家 齐国终究还是得挨顿打才消停 秦王正见齐王不知死活 胆敢扣自己夫人 明白齐国是没挨到打 还不知道疼 于是一面命蒙田率 三十万大军猛攻高唐 意在将林兹的主力 也吸引至高唐作战 一面命王奔率大军南下突袭林兹 而事实正如秦王正所料 蒙田这边三十万大军一开火 高唐的齐军被打得慌乱无主 八百里急报齐王 齐王询问后胜如何解高唐之困 后胜这个大聪明 毫不犹豫要将林兹的二十万齐军 也派到高唐作战 还和齐王夸下海口 五十万齐军PK三十万秦军 咱们必能击垮蒙田 挫败秦国灭我大齐之野心 齐王再次相信了后胜的智商 将护卫林兹的齐军调往高唐 在高唐的蒙田故意只攻不躲 让齐军一点没怀疑有诈 还放言要和秦军在高唐决战 却不想王奔的五万大军 已经急行军进抵到林兹城下 齐王剑被城下的大军吓完了 就在齐王剑心中胆含以为要粮食 秦军方向突然设来一封信 让齐王杀了齐乡后胜 齐国就接受齐国请降 齐王剑看了书信内容后 第一时间召见齐乡后胜 询问林兹如今已是无兵在手的空城 相国可有抵挡王奔大军的办法 后胜此时也不积极扎扎了 眼见大军兵临城下 改口劝齐王剑出城请降 齐王剑见后胜没有退敌之法 只能狠心送他一程 齐王以感谢丞相辅佐辛劳的命命 令太监将独酒奉上 称你我君臣就此饮这一局 后胜没想太多一饮的计 齐向后胜最终领盒饭了 齐王剑此心中顿感悲凉 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了 随后便打算直接喝下毒酒 一了百了 可齐王内心斗争了半天 最终还是没有勇气饮酒自杀 只能赤裸上身口中闲御 带着轮武百官出城请降 齐军取走玉佩是一同意 齐王剑便献上齐国玉洗玉土 至此 公元前221年 齐王剑投降秦国 齐国灭亡秦自公元前361年 秦孝公迎去梁启用商鞅变革图强 至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并落国一天下 历时140年 齐世君王历经图治 终是结束了华夏 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战乱纷争 开创出多民族统一的帝国 为中华文明断定了不朽的根基 对秦始皇一生功过的评价 历史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